望线,只攻了一秒,阿英,阿娘和阿爹要去打怪物了,很快就会回来,你先一个人睡会好吗? 藏色散人,轻拍踏上的孩童,柔声道, 您叫阿英的孩童眨了眨水玲玲的大眼睛,先是乖巧点头,而后咧嘴一笑, 那阿娘记得给阿英买糖葫芦哦。 好好好,阿娘回来了,就给阿英买糖葫芦。 藏色轻笑着站起身,拉了拉魏长泽的手,而后顺手揉了把阿英揉顺的头发, 屈指弹了弹呆毛,道,阿英记得不要乱跑哦。 阿英应声,猝不及防的,头上又被一只大手附上,那手掌宽厚有力, 轻抚了下阿英的头后又离开。 魏长泽道,乖,睡吧。 阿英点头,目送夫妻二人离开后,乖巧地缩回被褥里,一觉之后,便再也未曾见过夫妻二人。 怡陵的冬天很冷,夏天很热,金黄的太阳高悬在碧蓝的天空上, 散发着的热气使人浑身暖洋洋的,不想动弹一下。 街上的行人很多,摊贩也不少,卖西瓜的张书坐在一处阴凉的,摇着扇子喊着, 西瓜石纹啊,大热天地来一口解渴。 老板,来一个大点的,记得切开。 粗广的汉子伴着同行的人,三三两两地坐在摊前摆着的几个小凳上,向张书喊道。 张书应了一声,起身放下扇子,走到摆着的摊位前,挑了个大的瓜,握刀在手, 不出几下就切出了一排整齐的瓜来。 他将瓜摆在摊前简单的小岸上,对着粗广的汉子笑道, 来喽,尝尝,都是刚摘的瓜,可鲜的呢? 粗广的汉子拿起一块,刚要咬上一口,忽然见角落里有一个瘦小的身影, 问张书道,那是。 张书看了一眼,叹气道,这边的流浪,没饭吃的时候, 都来捡瓜皮吃。 粗广的汉子咬了一口西瓜,先是赞了生甜, 紧接着又说,这么小,可怜啊。 张书一笑,可不是,不过我们这些小百姓也做不了什么, 人个有命啊。 粗广的汉子一点头,不再看那边, 转和同伴畅谈起来。 阿英在瓜皮堆里翻翻找找,找到一块有果肉的, 他小心翼翼地捧起来,轻咬了一口, 仰起一个笑脸,小声道,好甜。 他捡了几个,勉强果腹后,又捡了一块有果肉的, 准备带回去等,饿了再吃。 他离开摊子,没走几步就听到了一阵狗肺声, 身体几乎是下意识一抖, 然后将手中瓜皮护紧,迈步向前跑去。 狗肺声越来越近,这里本就是仪陵的偏僻地, 再往前不远处就是仪陵的近地乱葬岗。 阿英三年内将仪陵的所有路几乎都走过, 却唯独没有来过这里。 他不知前路的凶险,只知道不停地跑, 直到身后的狗声没了许久,才停下步子。 阿英这些年跑过太多回,几乎每天都在逃亡中生存, 因此此时也不算太累。 他喘了几口气,看了看手中的瓜皮, 发现无事才松了口气,抬头时,手中的瓜趴地落地。 阿英做了一个噩梦,他看向藏色,又看向魏长泽, 在两人之间来来回回地转了几转, 只把两人看得莫名其妙后才颤着阴道, 阿爹,阿娘。 藏色散人失笑,他轻弹了谈阿英的额头, 调侃道,我们阿英是做什么噩梦了吗? 阿英又愣了一会,似是有些反应不过来, 他呆呆地又看了藏色好一会,才猛地扑向藏色, 带着哭腔道,阿娘,阿娘, 藏色被吓了一跳,他抬手安抚地拍了拍块, 哭成泪人的阿英,一点调侃的心思都没了, 担忧道,阿娘在,阿娘在,阿英乖,梦都是假的, 阿英别怕,阿英别怕。 听到这句话,阿英再次泪崩,他买手在藏色井间, 把衣巾都枯湿了,才渐渐平复下来。 未尝则皱眉,轻柔地将阿英从藏色怀里抱到自己的怀中, 看着人眼都哭肿了,心疼道, 阿爹阿娘回来了,让阿英等久了, 现在阿英要吃糖葫芦吗? 阿英吸了吸鼻子,点头道, 要,阿英要吃糖葫芦。 眼见儿子情绪平复下来, 脏色松了口气, 他拿出锦帕,将阿英的脸擦了擦, 又轻捏他的鼻子笑道, 好好好,阿娘去给阿英拿糖葫芦, 你看看,都哭成小花猫了。 阿英掘嘴,小声道, 阿英哭成小花猫了, 阿爹阿娘就不会走了吗? 脏色一愣, 魏长泽温声道, 阿爹阿娘不会走的, 会一直陪着阿英的。 阿英放下心来, 他伸手还住魏长泽的脖子, 撒娇道, 阿爹,阿英怕。 魏长泽大手抚了抚阿英的背, 柔声道, 不怕, 阿爹阿娘在呢, 阿英是梦到什么妖怪了吗? 阿英点头又摇头, 他皱了皱眉, 有些艰难地想了想, 道, 我不记得了。 魏长泽道, 不记得就忘了吧, 阿英是小男子汉, 不会怕这些的对吧? 嗯嗯, 阿英挥了挥小拳头, 道, 阿英才不会怕妖怪呢? 脏色将糖葫芦递给阿英, 好笑道, 那是谁刚才哭成小花猫了呢? 阿英接过糖葫芦, 嘟嘴道, 反正不是阿英。 扑哈哈, 是是是, 不是阿英, 我们阿英可厉害了, 才不会哭成小花猫呢? 脏色失效, 他揉了把阿英的脑袋刮, 把本就乱糟糟的头发整得更乱了, 才收回手道, 那厉害的阿英, 先在这里等一等阿娘好吗? 阿爹阿娘要去打阿英梦里的妖怪了。 阿英一将, 手中的糖葫芦一下没拿稳, 啪的一下掉在地上, 糖渣似箭, 他却顾不上去管, 恐惧地抱住魏长泽, 摇头道, 不要, 不要, 阿英不要阿爹阿娘去打妖怪, 阿英要阿爹阿娘陪着阿英。 魏长泽和藏色皆是一愣, 互相对视一眼, 藏色柔声问阿英道, 阿英为什么不要阿爹阿娘去打妖怪呢? 阿英摇头,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为什么不要藏色和魏长泽去, 只是心里有个声音在跟他说, 不要让他们去, 不然你就会失去他们。 阿英不想失去阿爹阿娘, 那样, 他就一个人了, 他想要阿爹阿娘陪着他, 不想让他们去。 藏色无奈, 他想了想, 道, 可是阿英如果不让阿爹阿娘去打妖怪的话, 那就会有很多跟阿英一样大的小朋友会找不到阿爹阿娘的。 阿英忍心看那些小朋友找不到阿爹阿娘吗? 阿英抬头, 我不想那些小朋友找不到阿爹阿娘。 藏色道, 所以啊, 这个妖怪阿爹阿娘必须去打, 阿英在这里等会阿爹阿娘好吗? 阿英抿嘴, 他想了下, 突然道, 那阿英也要去。 藏色一正, 随机严肃道, 不行, 阿英去的话会很危险的。 阿英坚持, 那阿英藏起来, 不让妖怪看到就好了。 藏色醋眉, 魏长泽安抚地拍拍他的肩, 对着阿英道, 那就一起吧。 阿英点头, 嗯嗯, 阿英会很乖的, 不会被妖怪发现的。 话是这么说, 可妖怪的嗅觉何其敏锐, 阿英甚至没反应过来, 就和大帝来了个亲密接触。 那是一头蟒蛇, 已进化成交, 至少有上百年的修为, 藏色和魏长泽皆是一惊, 其声道, 阿英。 阿英被骄得身体撞飞, 索性是擦边而过, 瘦窗并不算大, 他从地上爬起来, 对着藏色和魏长泽道, 阿爹阿娘, 阿英美。 阿英的瞳孔骤然收缩, 愣愣地站在原地, 再发不出半点声音。 阿英觉得他出现幻觉了, 不然怎么会突然看见阿爹阿娘呢? 明明阿爹阿娘不见了三年了呀, 他们回来找阿英了吗? 可是为什么现在会满身血迹地倒在地上呢? 他们又不要阿英了吗? 无可抑制地怨气一点一点地缠绕住阿英, 阿英恍惚想起来,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不该是这样的。 眼前倒在血泼中的脏色和魏长泽好像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 是什么? 阿英茫然地眨眨眼, 他感觉到脸上有什么东西滑下, 抬手一摸, 他低头向手中看去, 却是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到。 手中的液体滑腻腻的, 还有一股血腥味, 阿英这些年受的伤太多了, 他知道, 这是血, 他的眼睛流血了, 可他现在却不想管这些, 他茫然无措地看了看四周, 试探性地向前迈出一步, 却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住,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短路的大脑在这一刻终于接上线, 阿英突然大叫一声, 惊恐道, 不要。 他想起来了, 他的父母没有回来, 他的阿爹阿娘早就不见了, 刚才那些不是他的阿爹阿娘, 是妖怪。 西西, 小朋友, 跑什么呀? 一袭红衣的女鬼笑着, 她面色惨白, 颧骨突出, 此时一笑, 阴森气息扑面而来。 阿英看不见她, 却依稀能想到她的样子。 她记起, 当她握着好不容易得来的瓜皮抬头时, 看到的群魔乱舞, 这不是梦, 这是现实。 阿英捂着嘴, 拼命后退, 压制住自己的哭腔, 她想, 阿爹阿娘说得对, 梦都是假的。 她早就没有阿爹阿娘了呀, 尖锐的指甲刺破皮肉, 阿英闷哼一声, 双眼看不见, 身体便更加敏感, 她甚至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女鬼尖细的指甲 一点点地划破她的皮肉, 温热的液体流下, 又被她兴致盎然地引下, 像是品味着什么珍修, 露出艳足的神情。 真是, 诡异诡诀, 四周似乎想起什么, 一片嘈杂, 阿英恍惚中听到他们在说, 结, 好生鲜嫩的皮肉啊, 吃掉它吧, 吃掉它吧, 红衣, 你从哪抓来的小家伙呀, 皮肉这么好。 被叫红衣的女鬼, 又用指甲在阿英腿上 滑下一道伤痕, 无嘴笑道, 这可不是我抓的, 我可没那本事, 走出乱葬岗啊, 这可是小家伙自己跑进来的呢。 哈哈, 确定不是你把小家伙勾进来的? 红衣不高兴地撇嘴, 这可不是我故意的, 这小家伙自己跑到崖边上, 我可不得帮上一把。 阿英在他们的西语中不住地发着抖, 腿上的痛感渐渐扩大, 慢慢地研制肺腑, 他突然一阵俱咳, 咳出了血, 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 阿爹, 阿娘, 阿英腾, 细弱闻纳的声音在鬼声中毫不起眼, 但却让众鬼一下子安静下来。 他们面面相去片刻, 一鬼惊道, 他, 他这时, 饮愿入体。 一丝丝黑色的怨气, 缓缓渗进阿英的肌肤, 慢慢地, 怨气越来越多, 几乎把它包成了个茧。 红衣与众鬼呆滞在原地, 满脸猛然, 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世上竟会有人将怨气引入自己体内, 这, 这简直与做死有何区别? 但, 原本诡异争鸣的绿衣女鬼变回死之前的样子, 二十五岁的方玲使他看起来很年轻, 只是脸色白得不正常, 他复杂地看了阿英片刻, 对着红衣道, 自古以来从未听说有人做过饮愿入体这种事, 更何况是一个幼童, 但是, 他顿了顿, 接着道, 如果这个幼童成功了, 那么, 他将会开创一个新道, 我们也能够获得自由。 可这怎么可能呢? 红衣被震撼得无以复加, 他对着绿衣道, 一个正常的修仙人都不一定能承受得住乱葬岗的怨气, 哪怕只是一点都很有可能会让那人走火入魔, 更何况一个身体这么差的孩童。 绿衣也不信, 可眼前就是在上演着这一幕, 他不信也得信, 无言片刻, 他道, 我们在这里等吧, 如果这个孩童失败了, 他也活不了, 如果他成了, 对于我们来说, 百利无一害, 目前也确实只能这样了。 红衣无言, 眼看阿英周身的怨气越来越多, 摇了摇头, 忽然叹道, 可怜。 那, 姐姐这是触景生情了, 不过这么小的孩子, 确实可怜。 带着笑的声音响起, 粉衣的俏女子抱住红衣的胳膊, 看着阿英表情越来越痛苦, 也跟着探道, 四岁便父母双亡, 如今眼睛还瞎了, 怕以后都得是这样子了, 还要经历怨气入体的疼痛, 最后可能还会浑身溃烂地成为怨气的食物, 则, 惨那惨。 她说是叹着, 可语气却隐隐带着笑, 仿佛只是说着一件小事, 就只是普通的感慨而已。 红衣无奈一笑, 对着粉衣道, 你啊你, 这孩子挺不容易的, 眼下关头, 还是少说这些刺激人的话。 粉衣撇撇嘴, 乖巧道, 哦, 阿英觉得很冷, 非常冷, 冷到骨子里的那种。 她想拳着身子, 却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丝丝缕缕的怨气渗入肌肤, 沿着血液, 静静蔓延至她的五脏六腑。 疼吗? 阿英觉得并不算疼, 至少比起狗咬的疼, 这算轻的了, 让她真正受不了的, 就是那漫无边际的冷。 仿佛是寒冬腊月里被冰住的冷泉, 她沉入其中, 挣扎不能, 只能渐渐地被水淹没。 在无边的冷中, 她逐渐呼吸不上来, 张大着嘴想要喘气, 却感觉到有什么东西 从她的嘴里进入嗓子, 然后潜入胃部, 紧接着, 便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痛。 啊! 阿英觉得她是痛喊出来了, 可是发出的只是微不可查的气声。 冷意好像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便是无边无际的痛感。 阿英从来没有这么痛过, 渗入她身体的怨气, 似是找到了各自的落脚点, 在体内的器官上安营扎寨, 然后便开始啃视。 唯一没有被侵入的地方是心脏, 阿英疼得神志不清, 脑子嗡嗡的, 却突然想起, 一个有关爹和娘的片段。 那时, 应当是她刚到四岁的时候, 藏色和魏长泽 借住在一处小宅里, 陪她一起过了年。 那时, 她的阿娘手里, 绽放着亮闪闪的烟火, 虽没有天上的烟火明亮, 但还是让阿英喜欢的不行。 她缠着藏色让她教自己, 藏色只是揉了揉她的头, 对她讲道, 不可以哦, 阿英现在还小, 只有阿英六岁了才能开始修炼的。 修炼? 那是什么? 阿英不懂得眨眨眼, 问, 为什么阿英现在不能练? 藏色指了指她的腹部, 在那里轻轻戳了戳, 道, 修炼就是将灵力引入体内, 然后缓缓聚集在阿英的腹部, 这样, 阿英就可以变出小火花了。 顿了顿又道, 灵力对于你这个年纪来说有点伤身, 所以必须得等阿英长大了才能开始修炼。 阿英似懂非懂, 物字响了一会, 转被其他的吸引了注意, 修炼也被她抛到了记忆的角落。 腹部, 阿英意识逐渐瓦解, 却耗着自己最后的气力, 强行运转体内的怨气, 让他们离开自己的五脏六腑, 转而一同缠绕在腹部。 像是打开了什么东西, 阿英觉得痛感在减小, 与之相对的, 就是腹部沉沉的感觉。 那感觉就像谁往她身上压了个东西, 不疼, 但很不舒服, 她紧皱着眉, 下意识地想让腹部的怨气少一点, 让那个缠成球的怨气小一点。 这像是打开了什么开关, 在阿英试着将它们缓缓抽离部分, 再运转到经脉各处时, 有了自主意识似的, 开始运作起来。 这这这, 这怎么可能? 粉衣惊叫, 眼看着怨气形成的茧慢慢消散, 缓缓没入阿英的体内, 只觉得天都变了。 一个幼童, 竟真的, 真的将它们都承受不住的怨气引入了体内, 还, 还让它运作了起来。 红衣呆滞地看向绿衣, 木棱道, 他这是在结单吗? 绿衣也惊得不清, 他摇了摇头, 道, 不知, 但看情况, 很可能是。 红衣张嘴, 几次想要说什么, 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最后难然道, 妖孽啊, 阿英觉得没那么难受了。 怨气在他体内, 缓缓结成一个小球, 虽有些阴冷, 但他的感触并不算大, 也没什么不适的地方。 他昏昏沉沉地想, 阿爹阿娘保护了他, 所以, 哪怕他们不在了, 也是有事要走, 而非是想抛下他。 可是, 阿英陷入了梦魇, 他看着自己的父母, 和一个长得跟自己一样的孩子, 有些不解。 年幼的阿英不知道这是什么, 他下意识患着阿爹阿娘, 却得不来那两人的一个眼神, 而和他长得像的幼童, 却躺在怀里, 不住地向藏色撒着娇。 藏色笑着逗他, 魏长泽眼神柔和, 一家子其乐融融的, 阿英却有些难受。 他像个局外人看着这一切, 他羡慕极了那个阿英。 藏色和魏长泽又要去夜列了, 阿英想告诉他们别去, 却又想起藏色跟自己说的话, 强压住心绪, 无措地看着二人叮嘱阿英。 那个阿英却没有乖巧地映下, 他红着眼眶, 声音懦懦地, 带点委屈, 阿爹阿娘是不要阿英了吗? 藏色捏了捏他的脸, 道, 怎么会呢? 阿娘只是要去和阿爹一起打妖怪。 阿英摇头, 他道, 阿英不想阿爹阿娘去打妖怪, 阿爹阿娘会受伤的, 会不要阿英的, 阿英怕。 藏色一时雨淹, 魏长泽在旁边想着拓词, 阿英见二人不应声, 眼泪啪哒掉了下来。 阿英哭道, 阿英不想成为没爹没娘的孩子, 阿爹阿娘不要去好不好。 藏色散人和魏长泽终究心软了, 他们一想, 仪陵也属江家地盘, 江宗主总会管的, 便也不再纠结, 转而顺着阿英道, 好好好, 阿爹阿娘不去了, 在这里陪着阿英好吗? 阿英眼眶通红, 小声道, 真的吗? 藏色道, 当然是真的了, 阿娘怎么会骗阿英呢? 阿英呆愣地看着这一切, 阿爹阿娘没去, 就说明他们不会走, 会陪着阿英, 可是, 那些妖怪怎么办? 阿英好像看到了阿英, 他歪着头, 对着阿英笑道, 我有阿爹阿娘, 你没有呢? 阿爹阿娘是我的, 凭什么要去给他们打妖怪? 你看啊, 他们去了, 然后就不要你了, 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去打妖怪呢? 阿爹阿娘救了那么多人, 怎么就没有人来帮你呢? 既然他们不知恩徒报, 阿爹阿娘自然也就没必要取救, 阿英强硬地声明道, 那是我的阿爹阿娘, 不是他们的。 阿英被惊醒, 他睁眼, 面前还是黑漆漆的, 却能听到一些低语声。 他想起来, 他正陷在鬼怪的围困中, 他又羡慕起了那个阿英, 那是我的爹娘, 不是他们的。 阿英眨了眨眼, 眼角落下滴泪来, 湿了血色的唇半开河, 难然道, 阿爹, 阿娘, 无尽地黑暗压着他, 这回阿英却不想再挣扎, 他等待着, 等待着那些鬼来分食他。 他想阿爹阿娘了, 他不想阿爹阿娘去夜猎, 他想他们陪着他, 他们去了, 就不会再要阿英了。 小家伙, 你叫什么? 意料中的疼痛并未出现, 反而是被人轻柔地抱起, 阿英色缩了一下, 迷茫道, 你是谁? 是来救阿英的吗? 绿衣轻笑, 他道, 是, 我们是来救阿英的, 阿英别怕, 有我们在, 没人再赶伤你。 阿英眼角又落下泪来, 上是幼童的他, 经历了这么多, 终于再次听到了一句, 别怕, 我们在。 是不是以后, 他不再是一个人了? 是不是从今往后, 他也是有人护着了? 仙门中人出门夜猎, 往往都是前呼后拥, 排场甚足, 普通散修眉那个实力资本, 修仙世家的子弟, 却大都骄傲放纵, 因此每次出门除岁, 总要随身跟随几位门生客亲,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们出身高贵似的。 蓝旺鸡却独来独往惯了, 除了第一次夜猎有人跟随, 之后便都是自己孤身一人出门夜猎, 此次也不例外, 他先是请示了他的叔父蓝启人, 而后腰间佩剑, 背负旺鸡琴, 下山去了。 孤苏蓝氏作为五大家族中的一个, 所管辖的地区可以说是最安稳的, 一有求助的信送道, 立刻就会组织弟子下山去。 蓝旺鸡按着求助信上所述, 遇见来到清水镇。 清水镇虽名清水, 但实际上整个镇子并不见水, 反而背靠一座山。 发求助信的是镇子里有名的傅佳人, 蓝旺鸡气质出众, 虽是少年, 但也难掩天人之姿, 走在人群里, 不论怎样都是最引人注目的。 傅佳人家主姓徐, 宅子坐落在镇子东北角, 几个家仆早就听说要有仙人到来, 老早就在街上站着等人了。 叨扰这位仙人了, 不知可是要去徐家的。 一名家仆被蓝旺鸡的姿容惊了一下, 心道不愧是仙人, 这姿色可真觉力。 蓝旺鸡汗手, 面色不变, 对突然出现的人习以为常, 毕竟总有很多人往往不在外等, 非在人多的地方。 虽然不知他们意欲何为, 但也与他无关。 那位家仆略意俯首, 引路道, 仙人这边请。 四散在周围的家仆聚在一起, 跟在蓝旺鸡身后, 整齐怀疑地走着, 看上去就像是哪位有钱子弟出门游玩, 带着一帮侍卫一样。 蓝旺鸡对这种仗势微微醋眉, 却也没说什么, 只跟在引路的家仆后面, 七弯八拐地走过几条街后, 一座宅子出现在眼前。 宅子外表看去倒是有种古朴大气的感觉, 进去后, 却是另一番景象。 进入门内, 走过立照壁后, 便是铺着青砖的路, 两边栽种着花草, 而走过青砖路, 扑面而来的, 则是带着些失忆的风。 青砖路的尽头是一条长廊, 廊下是清澈的水。 谁很清, 能清晰地印出人影, 蓝旺鸡顺着家仆的指引, 进了大厅。 大厅里, 徐家主早已等候多时, 见到蓝旺鸡, 站起身来, 拱手道, 蓝氏不愧为五大家族, 不知仙人如何称呼。 蓝旺鸡, 蓝旺鸡声音冷淡, 好似完全没有听见徐家主前半句的恭维话, 只简明恶要道, 可否详细叙述信中是。 徐家主见他完全忽视客套话, 直入主题, 微有些发愣。 不然怎么说是五大家族呢? 徐家主难免感叹, 他在求助孤苏兰氏之前, 也自己找过一些散修, 但无一例外的, 对方开口便是要价, 且都是天价。 本来他还有些担心蓝旺鸡会开口要价, 但想来以姑苏兰氏的底蕴, 无论如何也不会开口便是天价, 徐家主将心头忧虑抛开, 先引蓝旺鸡坐在椅上, 再自己坐到主位, 沉生道, 信中所述有限, 我便将情况大致说一番。 五日前, 我那不成器的儿子突然往家中带了一位姑娘, 那姑娘甚是好看, 待人也有礼, 但, 徐家主说到这里, 顿了顿, 脸上有难言之色, 一闪而过, 那是花楼里的姑娘。 红衣对魏无限讲着自己打听到的消息, 那位徐家主的儿子是个风流子弟, 常年初入烟花之地, 带个姑娘回去, 本无甚大不了的, 但其在她居然想要娶那个姑娘。 魏无限不解, 娶有什么其的吗? 粉衣俏皮的眨眼, 怎么不其了? 一个那么风流的人突然要去一个花楼里的女子, 不是很有古怪吗? 魏无限不懂这些鬼的脑回路, 若是突然开窍呢? 粉衣觉得她好生天真, 果然没出过乱葬岗, 不知人心险恶, 什么叫突然开窍? 按照我们打听到的消息呢, 这个人和那姑娘只见了一面而已, 魏无限越发不懂, 不是有一见钟情吗? 粉衣被她掖住, 但也确实不能否认这个猜测。 红衣看两人理论来理论去, 颇觉无奈, 那女子身上有鬼气。 嗯, 鬼气? 对, 但却不是她自己的, 而是不知从何沾上的。 那我们直接去把鬼气来源解决了, 徐家那个儿子不就能醒了? 魏无限越想越觉得对, 不管徐家儿子因何要娶那个女子, 但那女子身上沾染的鬼气都足以致使她沉睡不醒, 陷入梦魇。 嗯, 是这样, 但那鬼气来源, 却是在山里。 红衣觉得不对, 鬼气既然在山里, 又怎会被那女子沾染上? 偏偏那女子身上有活气, 却是活人无物, 找到那女子问问看便知。 魏无限也觉得不对, 但既然知道鬼气来源, 那么下一步自然就是去山里找了。 蓝忘机跟着徐家主, 先去看了看徐家儿子的症状, 接着问那女子的去向。 那女子知晓我儿出世后, 便逃到了山里, 我曾派人去寻, 却并未能找到那女子的踪迹。 徐家主道, 蓝忘机汉手, 却觉疑惑, 但既然找到了线索, 他便暂且辞别了徐家主, 遇见前去清水镇背靠的那座山。 是这里吗? 魏无限看不见路, 但却能感知到一层淡淡的鬼气。 是, 但我总觉得, 这鬼气有点熟悉。 红衣皱眉, 他看向前路, 心里隐约有了猜测。 是你认识的鬼? 魏无限有些亚然, 我也不确定, 但, 应该是那个人没错了。 说话间, 一人两鬼便到了一座木屋前。 你们是谁? 还未走进木屋, 一个娇小身影, 先一步出现在一人两鬼面前。 是琴儿小姐吗? 红衣客客气气的, 目光打亮了一番那女子, 果然发现鬼气更重了些。 你们是谁? 琴儿目录警惕, 站在木屋前, 再次重复了一遍问话。 红衣不应他这句, 只误字道, 木屋里的, 是方青对吗? 琴儿明显一正, 你, 你怎么知道? 红衣这才回他上句的问话, 临山。 不知可否, 让我见他一面。 琴儿有些挣扎, 你们能保证不伤他吗? 自然, 红衣汉手, 琴儿松口, 让开路, 带着一人两鬼走进木屋。 粉衣抽了抽嘴角, 暗自跟魏无羡吐槽道, 我怎么感觉琴儿姑娘那么单纯呢? 末了, 又加了句, 跟你一样。 魏无羡, 我适应还是不应呢? 木屋不大, 里面陈设也很简单, 除了必备的几样外, 没有多余的装饰物。 不算大的一张床上, 躺着一位少年, 少年面容俊朗, 闭着双目, 身上没有一丝活气。 方青, 红衣面色复杂, 看着少年, 竟莫名有种敬香情窃。 躺在床上, 仿若死人的少年缓缓睁眼, 他的眼睛黑白分明得可怕, 静静注视红衣扮赏, 竟好似正住了。 魏无羡莫名, 觉得气氛有点怪, 自己好像不该出现在这里似的。 床上的少年如动了下唇, 像是不可置信道, 临山。 你, 你不是, 他说到这里, 又没了声, 好似在想唾词, 红衣却知他想说什么, 摇头苦笑, 我怎么可能能去往生? 少年住了嘴, 沉默半赏, 才想起什么, 其家灭了。 红衣吃笑, 这么多年, 不被人灭也得自己做没了。 少年身以为然, 这才注意到魏无羡和粉衣。 这, 红衣淡淡道, 魏英魏无羡和粉衣缘系。 少年点头见礼, 然后才突然觉得不对, 你们来这做甚。 红衣挑眉, 你做了什么? 啊, 那件事啊, 少年摸了摸鼻子, 解释道, 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其而接近那个徐家儿子, 不过是为了拿到他家后院种的养魂草罢了。 红衣无羽, 如此一来, 也就有解释了, 事情竟这么简单。 徐家也不知从何而来的养魂草, 养魂草正如其名, 是用来养魂的。 正巧方钦鬼器分了太多给琴儿, 魂魄需要修养。 琴儿便装作花楼女子, 暗自使用鬼器侵入徐家儿子体内, 用来控制她, 拿到养魂草后, 便撤了鬼器, 但鬼器入体终究有后遗症, 这也是致使徐家儿子现在也未曾醒来的原因。 魏无羡也觉得此事过于简单和戏剧性了, 忍不住道, 琴儿为何要鬼器? 琴儿有些不好意思, 红衣恍然地呕了一声, 再看方钦的眼神就颇为意味深长了。 粉衣也活了许久, 文子明白了七八分, 阴阳两界要是想要长久在一起, 难免要向对方度些鬼器, 但也怕其受鬼器影响, 所以多半度的鬼器都是精器。 鬼的精器可以说是极其珍贵的, 也很损魂体, 难怪需要养魂草。 所以这事也就这么离谱地解决了, 至于徐家那儿子, 再躺几天便好了, 也没什么大碍。 走出木屋后, 魏无羡觉得自己第一次业劣太过于离谱, 忍不住道, 这未免太巧了。 粉衣一复过来人的语气, 你不懂, 以后叶列多了你会发现, 这不算什么。 红衣无奈服额, 这两人一起开口, 难免就是一番对。 争, 却听一阵琴声, 红衣瞳孔瞬间变红, 猛地看向前方。 一袭白衣少年端立在前, 古琴悬在身前, 信手拨弦, 又是一季, 姑苏蓝氏的人。 红衣醋眉, 蓝忘机谈的是安魂, 对她和粉衣亦或是方青都没什么用, 但这上来就出击的人, 难免让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蓝忘机本意也不是上来就要杀之, 毕竟事情还没有清晰, 且魏无羡身上明显就有活人气息。 只是, 蓝忘机眉宇微醋, 目光定在魏无羡身上, 不知阁下是否深羞外道。 魏无羡向前一步, 虽然看不见, 但光听声音, 他也能听出蓝忘机恐怕长得并不难看, 甚至很好看, 是啊, 这位小哥哥, 不要上来就动手啊, 万一伤到人可怎么办? 蓝忘机并未应声, 却在听到魏无羡的小哥哥后, 耳尖微红, 他再次打量了下眼前的少年。 少年五官很好, 看上去年岁和他差不多, 只是眼前蒙了层黑布, 遮住了本该熠熠生辉的双眼。 少年声音也好听, 出口便是自带了三分笑意, 嘴角微扬, 仿若天生便是一副笑眠, 很容易给人好感。 他抿了抿唇, 收起琴, 作一道, 姑苏蓝氏, 蓝忘机。 顿了顿, 又道, 抱歉。 魏无羡不在意地摆摆手, 又向前几步, 凑到蓝忘机跟前, 先是作一道, 魏无羡。 紧接着好奇道, 你是五大家族的人。 蓝忘机点头, 见魏无羡离自己过于近了些, 想退后, 却在看到对方的眼睛时, 硬生生杀住了, 再出口, 连语气都揉了许多, 是, 你也是来此处叶烈的。 嗯, 事情已解决, 就是有些戏剧性。 魏无羡隐约闻到一股檀香味, 很好闻, 他吸了吸鼻子, 接着简单把此事叙述了一番。 蓝忘机觉得魏无羡过于热情了些, 但出奇的, 他并不反感。 忘机兄, 嗯, 我能这样叫你吧? 就是感觉怪怪的, 对了, 你有名吗? 我叫你名吧, 我叫魏英, 这样总比无羡兄好听点。 魏无羡叙叙叨叨, 说完等着蓝忘机回答。 蓝忘机明明看不到那双眸子, 却仿佛看到一双期待的双眼, 让他根本无法拒绝, 忍不住硬道, 蓝战。 红衣和粉衣默然站在后面, 就这样, 看着魏无羡拉着蓝忘机说了半天话, 最后交换名字, 单方面把人引为朋友。 两鬼, 粉衣道, 他这是憋太久了。 红衣, 应该是, 毕竟这是出乱葬岗后, 难得能和他聊上的活人。 蓝忘机是魏无羡出乱葬岗后, 唯一能聊上的活人, 所以他对蓝忘机格外热情些。 下山的路上, 围着人叽叽喳喳说着闲事, 一会问他是哪的, 一会问他是来干什么的, 一会又问他家在哪, 反正一些能有多闲就有多闲的话, 他都说了不少。 末了, 他道, 蓝湛。 他们一路走一路说, 虽然蓝忘机话很少, 但未无羡却有种特殊的体验, 他自幼待在乱葬岗。 这是第一次出来, 蓝忘机是目前第一个能和他聊上, 还不嫌他烦的人。 这样的人, 不当朋友, 太可惜了。 于是他道, 我们是朋友了对吧? 蓝忘机顿了顿, 看他片刻, 轻硬道, 嗯。 魏无羡嘴角上扬, 笑得更加明媚几分, 心情更好了。 他有意在和蓝忘机多聊些多待会, 但毕竟他们只是萍水相逢, 一次出见就整得跟个多年不见的好友似的不太合适。 魏无羡猿想了想, 道, 蓝湛, 你们蓝氏既然在姑苏, 那我之后能去找你吗? 蓝忘机眸子静静看着他, 这一路下来, 他没有拒绝回答过魏无羡的任何问题, 哪怕是废话都不曾不语过, 皆是认真倾听, 然后作答。 此时却有些犹豫了, 他自是想让魏无羡去的, 因为他很喜欢眼前这个少年, 少年不惧他, 没像其他人一样对他避之不及, 声音好听, 在耳边不住地说话时也不会让人觉得烦。 但蓝氏重礼, 且蓝起人对外道一向看不惯, 若知魏无羡身修鬼道, 他不是要引经据典地说教个三天三夜。 见蓝忘机伴赏魏英声, 魏无羡默了默, 音调突然低下去, 道, 啊, 不行的话就算了吧, 那我们应该还是可以再见的吧。 蓝, 蓝湛, 那, 我就先走了。 蓝忘机回过神, 看着魏无羡脉迈步就要走, 想都没想拦住道, 可, 他不想看到魏无羡这个样子, 尤其是对方原本那么自信张扬, 却突然因为他的沉默而伤心, 整个人的嘴角都下扬了三分时, 魏无羡脚步一下顿住, 被黑纱遮住的眸子一片漆黑无神, 他回身望着蓝忘机, 嘴角上扬的弧度有丝脚霞, 雨雕又一下子飞扬回来, 那就这么定了, 到时候我去找你, 可不许把我丢在外面。 蓝忘机认真道, 不会, 魏无羡开心了, 他没和蓝忘机定具体的时间, 就是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而蓝忘机既然没有拒绝, 便是默认了, 蓝忘机并没想这么多, 他看了看天色, 借此估算了下出来的时间, 对着魏无羡道, 事情既已解决, 我便先走了, 魏无羡满脸不舍地和他告别, 看着他的样子, 蓝忘机忍不住开始想, 黑沙下的眼睛是什么样的, 里面是不是也盛满了不舍, 想到这里, 他又突然不想走了, 只想和魏无羡在待会, 但事情既已解决, 他便是要回去告知一下徐家主才对, 魏无羡没有多留蓝忘机, 原本是想走的, 现在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他用蒙着黑沙的眸子 去看蓝忘机, 脸上不舍的表情更浓郁了几分, 等着蓝忘机开口, 意料之中, 蓝忘机道, 魏英, 如若无他事, 可否与我同行一段路, 魏无羡似乎有些惊讶, 紧接着马上应道, 好啊, 反正我现在也是独自飘荡, 没什么定所, 去哪里都是一样的, 他故意点出, 自己孤身一人这件事, 想象着蓝忘机带点怜惜的表情, 心情很好, 嘴角却故意下扬了几分, 蓝忘机确实有些心疼眼前的少年, 那人孤身一人站在那里, 又身修外道, 定无好友, 整日还与非人为伍, 没有长久的居住之所, 越想越觉得, 眼前的少年值得人心疼, 但便是, 那样的环境, 少年还是这么明媚张扬的样子, 蓝忘机的心不可避免地有几分触动, 他轻声道, 若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便暂且与我同行, 可好, 魏无羡更惊讶了, 一直跟着也可以吗? 哪怕是去蓝室, 蓝忘机一顿, 随即道, 嗯, 目的达成, 魏无羡彻底开心了起来, 又在蓝忘机身边道, 蓝湛, 你人是真的好, 蓝忘机被他夸得耳尖微红, 心里却不觉得这有什么, 见少年因为这个便如此开心的样子, 他反而更加心疼了些, 红衣和粉衣的身形已经隐去, 跟得不远不近, 见蓝忘机如此, 皆是漠然, 感叹蓝忘机还是太心善了, 小团子好歹是他们养大的, 凡人经常将恶人比作恶鬼, 如此鬼定不会善到哪去, 合适的卖惨卖乖, 以博取同情, 从而达到目的, 他们在魏无线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教了, 为此没少编织各种各样的梦境, 魏无线的性子坚韧, 但在长期的教导和梦境下, 加之心智不够成熟, 还是没抵过他们, 被迫接受了这个教导, 从此便在这条路上, 一去不复返了, 哪怕是红衣和粉衣也常被魏无线骗, 这人这几年对这些早已娴熟, 可怜蓝忘机从未见过这样的人, 着了魏无线的道, 红衣和粉衣看着蓝忘机那带点心疼的眼眸, 即便面上还是面无表情, 但很多时候, 眼睛才能最直观地体会出人的情绪, 他们没半点提醒蓝忘机的念头, 魏无线对蓝忘机没有恶意, 是真心想着做个朋友的, 他们没道理也不可能阻拦, 即便魏无线想杀蓝忘机, 他们也只会帮忙, 不会善心地去提醒一下, 和徐家主讲明缘由后, 蓝忘机便带着魏无线, 一起向姑苏行去, 来时独自一人, 归时却是两人相伴, 魏无线和蓝忘机 去往蓝室的路上并不顺利, 行至半途, 蓝忘机接到蓝启人的传讯碟, 让他速去锦南一趟, 锦南城百里处有一处小镇, 镇上无故出了只狼妖, 三日间连杀数十人, 实属凶恶, 他未处于蓝室管辖地, 不过过于偏远, 若是从蓝室出发, 耗时长了些, 蓝忘机恰好行至附近, 敢去处理再合适不过, 三日内连杀二十五口人, 这狼妖修为不低啊, 魏无线听完传讯内容, 侧头对蓝忘机道, 我们现在出发, 嗯, 蓝忘机眉眼凝重, 沉生道, 此事不可拖延, 三日内杀这么多人, 可见狼妖之凶残, 耽误一时片刻, 还不知得死多少人, 魏无线之此事耽误不得, 不再多说, 极为熟忍地, 被蓝忘机拦住腰, 站到壁尘上, 他未曾修过灵器, 没有金丹, 也无配件, 遇不了件, 用轨道飞行的话, 又怕蓝忘机会介意, 所以一路行至此处, 都是蓝忘机带的他, 蓝忘机看着生人物近, 并且古板了些, 但魏无线眼无法失误, 感受不大, 只知蓝忘机非常的好相处, 也很会照顾人, 他对人的善恶感知极为敏感, 蓝忘机是否是全心全意地待他, 他能感受得到, 也更加喜欢蓝忘机这个朋友了, 当然, 如果他也能看见的话, 估摸着会更喜欢逗弄蓝忘机一些, 他们现在正处于锦南城附近, 离边侧的小镇不远, 遇见不过片刻便已到达, 小镇是真的很小, 穿过一片林子, 蓝忘机方才看见一座小镇, 遇见带着魏无线在镇前刻着镇鸣的大石处亭下, 蓝忘机道, 此镇怨气强烈, 魏无线刚处此地, 便已感知到镇内涌动的怨气, 他妈撒了下指尖, 道, 这狼腰当真凶残, 怨气浓厚至此, 怕是又杀了不少人了, 蓝忘机脸眸, 抬手握住腰间佩剑, 道, 必须斩除, 魏无线点头赞同, 刚要迈开步子, 便听镇内响起一声狼嚎, 这声狼嚎格外凄厉, 仿若遭受到了莫大的痛苦, 随之而来的便是惨叫声, 他转头看了蓝忘机一眼, 不必多言, 二人快速掠取, 未行多久便看到数人狼狈逃窜, 蓝忘机避沉先一步致出, 指尖凌厉运转, 避沉坑的一声与扑过来的狼爪对上, 发出金属般的嗡鸣, 嗷乌狼腰一声怒嚎, 匍匐在地上, 后肢绷紧, 随时准备扑上来, 他皮毛为黑色, 只在头顶正中留了点白毛, 眼睛血红, 正是发狂之相, 魏无羡眼虽看不到, 但他听力绝佳, 亦能通过怨气, 感知到狼腰的动静, 对着蓝忘机提醒道, 此腰没有神志, 蓝忘机一脸凝重的汗手, 召回碧尘握剑在手, 肌肉绷紧, 随时准备出手, 魏无羡抬手俯上腰间的黑笛, 只副磨了磨笛身, 认真思考自己要不要出手, 和蓝忘机一起走了三日路, 他从未在他面前展现过自己的轨道竖法, 他与蓝忘机出见时, 那人对外道的反应他记在心里, 在不确定蓝忘机到底对他所修之道适合看法之前, 他是不会轻易出手的, 一边想着, 他一边注视着狼妖的动静, 敏锐地注意到狼妖身上的怨气波动, 像是在拼命抵抗什么, 狼妖羊手发出一声怒鸣, 悠扬的狼嚎声尚未散尽, 狼身便已朝蓝忘机扑来, 狼爪闪烁着金属的寒芒, 向蓝忘机斩去, 蓄势待发的碧尘被蓝忘机握着猛的一扬, 迎上扑面而来的利爪, 碧尘狼光大胜, 猛力一划, 狼妖顺着力道向旁侧摔去, 爪子被锋利的剑刃划了一道血痕, 凄厉的狼嚎响起, 狼妖显然是被这招激怒了, 身上的怨气波动愈发强烈, 再次跃起, 疯了一般不断朝蓝忘机发动攻击, 蓝忘机持避陈抵挡, 一朝一世闻且重, 魏无羡关注着战况, 还有闲暇瞎想, 蓝战剑法真好, 修为也不差, 性格好, 声音好, 长相要是再好的话, 也太完美了, 不过他话少点, 听说蓝室的衣服都是白色为底, 蓝色为服, 也不知蓝战是什么样子, 会不会是个长相极俊俏的小仙君呢? 他在心里勾勒着蓝忘机的样子, 却总也想不出这人到底该是什么样, 总觉无论怎样都不符合蓝忘机, 一通乱七八糟的瞎想, 忽觉一丝不对, 魏无羡猛地收回逐渐散发开的思路, 再不犹豫, 陈晴置于嘴边, 动听的曲音煞时响起, 这曲音动听是动听, 但曲调却透着股诡异, 只是一响, 尚在跟狼妖对招的蓝忘机, 便察觉到了周围怨气的不对, 怨气本来围绕着狼妖打转, 线下突然受到召唤似的猛地向魏无羡那边涌去, 紧接着便响起树声节节笑声, 一只只鬼手破土而出, 蓝忘机晃了一瞬心神, 指着一瞬, 狼妖便抓住时机, 全身怨气涌动, 竟逐渐形成一个个尖刺的形状, 受狼妖控制, 伴着尖力地找尖猛地向蓝忘机袭去, 尚未来得及举剑防御, 蓝忘机便听耳边传出一道带着怒气和冷意的声音, 撕了它, 明明还是熟悉的声音, 但在无少年的清朗, 蓝忘机下意识想要回头, 头转到一半, 又墨地置住, 数个鬼手抓住狼妖的后肢, 将它牢牢固定在原地, 而先前初见时见到的女鬼, 不知从何处而来, 苍白的没有丝毫活气的鲜鲜御手轻轻用力, 狼妖的身上便出现一道血痕, 那是被血红的指尖抓出来的, 蓝忘机瞪大眼, 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厉鬼, 让他一时正主, 粉衣又用指尖在狼妖身上, 轻滑了一道血痕, 动作散漫, 颇为漫不经心, 嘴里还不满地对着魏无羡控诉道, 三日没见, 我们就算了, 一见便要我们撕了这狼妖, 魏小羡, 众色轻有啊, 魏无羡将笛子放下, 拿在纸尖一边转着一边道, 哪有众色轻有, 不是你们要去找方玉的吗? 还有, 我这叫联络感情, 是吧, 蓝战, 蓝忘机默然, 转身看向他, 注意到不寻常的气氛, 粉衣挑了挑眉, 没在言语, 魏无羡装作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 指尖却已停止转动笛子的动作, 没握东西的左手须握住, 魏无羡莫名地紧张起来, 魏英, 蓝忘机眼神复杂, 开口却是带点劝解的意味, 此道损身, 静静望着少年, 蒙着黑布的眼, 一损心性的话, 在舌尖转了几转, 还是没有说出来, 此言虽是劝解, 却又带着担忧之意, 魏无羡想象着蓝忘机, 望向他时担忧的脸, 那点紧张突然就散了, 不会的, 他道, 察觉到蓝忘机并不怎么相信, 魏无羡主动靠过去, 将自己的手腕递过去, 语中含笑, 看一下我的丹田, 修行之人的丹田, 轻易不可让外人查看, 但魏无羡毫不在意这些, 无比自然地将万脉展现在蓝忘机面前, 蓝忘机白皙圆润的指尖威权, 终是担忧占了上风, 伸手把上魏无羡的脉, 温和的灵力顺着腕上经脉缓缓缓流走, 逐渐向魏无羡的丹田延伸, 察觉到那里是什么后, 蓝忘机一瞬间睁大眼, 亚然道, 你, 魏无羡颇为自得道, 我自己练出来的, 听红衣说, 我是修真界唯一一个练出鬼丹的, 有了鬼丹, 我就像修了灵气, 有了金丹一样, 并不会损害身体, 也不会造成什么危害, 更能控制得住, 蓝忘机一时哑然, 从未听过的丹鸣, 和未被人开发过的道路, 让他对过往的认知, 有了片刻的疑惑, 紧接着便是震惊, 他精于魏无羡的天赋, 更精于此道的强大, 若此道能够发扬出去, 绝不亚于现在的剑道, 似是料到蓝忘机会想什么, 魏无羡道, 此道门槛低, 即便天资被狗啃过的人, 也能轻易入行, 但真正炼成, 却几乎无可能, 蓝忘机道, 为何? 魏无羡道, 蓝战, 你方才是想说此道损身, 亦损心性吧, 见蓝忘机不语, 知他是默认了, 魏无羡继续道, 你说得没错, 此道确实损身损心, 像我这种有了鬼单的道无大事, 但若是其他, 尤其是心智不坚者, 极易出事, 说到这个, 魏无羡又有点得意和骄傲, 不是我吹, 除了我以外, 其他人修炼鬼道, 心性不好者, 轻则性格受到影响, 重则走火入魔, 即便是心性坚定者, 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导致性格突变, 所以, 魏无羡下了总结, 此道还是不宜推行的, 蓝忘机久久未语, 只静静注视着魏无羡, 难以想象他一个少年, 是怎么自行摸索出一个与众不同的道路的, 一想不到, 他的心性到底有多么坚韧, 方才能结为鬼单, 如此赤子之心, 蓝忘机垂眼, 幻道, 魏英, 魏无羡歪头, 疑惑道, 嗯, 蓝忘机眉眼满是认真, 语气真挚, 道, 很厉害, 魏无羡被黑布掩住的眼瞳, 墨地瞪大了, 他感觉到, 有手指将他脸侧的碎发别到耳后, 蓝忘机对着他, 重复道, 你很厉害, 大脑当机了片刻, 回过神来, 魏无羡的脸刷得一下红透了, 他可从来没被人这样一本正经地夸过, 虽然他本人一直都知道自己非常厉害, 红衣和绿衣几个鬼也会夸他, 但这种感觉和蓝忘机夸他的感觉截然不同, 被黑布遮掩住的长截忽闪几下, 魏无羡打着哈哈道, 那, 那当然了, 我可一直都很厉害的, 蓝湛你跟我做朋友, 好处可是很多的哦, 蓝忘机看着他红透的脸, 指尖妈撒了一下, 接着话查道, 比如, 魏无羡边动作自然地给自己扇风, 边道, 比如, 我新发明出来的符传, 你可以第一个用, 法器也可以第一个尝试, 只是顺着往下说, 倒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好处, 蓝忘机不确定道, 符传, 法器, 皆出自于你, 魏无羡理所当然地点头道, 是啊, 红衣他们几个都不需要这个的, 可能是受的刺激太大, 蓝忘机竟也能略显平静地接受住, 这个可以震惊整个仙门的消息, 只是再次感叹道, 魏英, 很厉害, 魏无羡现在已经听不得他说厉害两个字了, 脸热得不行, 不用想也知道他此时的脸定然通红通红的, 赶紧转移话题, 打着哈哈道, 那有什么的, 还有更厉害的你没见识到呢? 蓝战, 狼妖的怨气有些不对, 说到正式, 蓝忘机严肃起来, 皱眉看向狼妖的方向, 与狼妖通红的双眼互视, 这样对视着, 蓝忘机方才惊觉狼妖眼眸里, 竟有着黑色漩涡, 时隐时现, 他迟疑道, 这是, 粉衣听从魏无羡的命令, 此时没有下手, 就是因为这个, 他知魏无羡没有搞清事情因果, 不会随意杀生, 方留下狼妖的性命, 听到蓝忘机的话, 他道, 怨气侵袭, 神志不清, 魏无羡走近, 也不担心狼妖会伤到他, 蹲下身, 对着蓝忘机道, 这只狼死后怨气入体, 付完仇后, 估计被过强的怨气影响, 神志不清, 却又能勉强保持清醒, 他和这镇上的人应该颇有渊源, 因此, 每杀一人才会发出哀嚎, 说着, 魏无羡的手, 付上狼妖的头颅, 先是摸了摸柔滑的毛发, 紧接着缓缓抬起手, 丝丝缕缕的怨气, 被指引着缠上他的指尖, 跟着他, 逐渐脱离狼妖的身体, 转而缠上魏无羡的腰, 情人般亲密地蹭了蹭魏无羡的脸, 蓝忘机眉雨微醋, 手几次握紧剑柄, 却又克制住, 敏唇道, 魏英, 嗯, 魏无羡把怨气压缩成小球, 抬眸, 看向蓝忘机, 又指了指狼妖, 道, 好了, 蓝忘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狼妖眼里的漩涡果然散去, 血红的眸逐渐变得漆黑如墨, 薄乌粉衣放开束缚, 狼妖起身发出一声悠长的狼嚎, 满是悲戚, 一连好几声, 蓝忘机站在魏无羡的身侧, 听着越来越悲戚的狼嚎声, 扭头看向魏无羡, 为何? 他问, 什么? 魏无羡歪头, 蓝忘机嘴里的话转了几转, 还是没有吐出来, 他看着流露出天真气的魏无羡, 突然就想明白了, 为何不直接杀了狼妖? 毕竟不管事实如何, 狼妖都杀了那么多人, 他该死, 但魏无羡没有, 蓝忘机想, 因为是魏无羡, 所以没有, 没有弄清楚事情真相, 魏无羡不会下杀手, 认清这件事后, 蓝忘机道, 无事, 魏英, 魏无羡疑惑, 蓝忘机却不再多说, 也未曾解释, 听着狼嚎声渐停, 魏无羡将疑问收起来, 摒弃宁神等待着, 杀了我, 狼妖的瞳孔彻底变得漆黑, 他匍匐在地上, 身子止不住地发起抖来, 为什么? 魏无羡问, 狼妖痛苦道, 我杀了太多太多的人, 他们曾经有助于我, 我却对他们痛下杀手, 我该死, 魏无羡道, 既然他们皆对你好, 你又为何要复仇? 狼妖抬眸看他, 道, 我本是一只野狼, 因茅塞被同族遗弃, 寻食时受了重伤, 是村里的一户村民救了我, 魏无羡静静聆听着, 狼妖的声音带着几分回忆, 也是难得, 都说狼狐李豺狼这些动物, 薄情寡义恩将仇报得很, 可总有例外存在, 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如此, 然人们总喜欢一概而论, 狼妖接着道, 那户村民对我很好, 并不介意我是不是狼, 也不怕我动手伤他, 他说, 我有灵性, 可以帮他打猎, 当作我住在那里的酬劳, 我在那里待了两年, 小镇上的人们都不怕我了, 我是唯一一只能和人和平相处的狼, 说到这里, 狼妖的语气中, 不免带了几分得意, 可接下来, 这股得意又笑了下去, 弥漫上一股愤意, 直到那个人搬来, 他说他是修士, 看我们这里无修士铸扎, 如果出了邪碎, 后果不堪设想, 便自告奋勇, 想驻扎于此, 护我们一方太平, 村里人很高兴, 大百言习地欢迎那修士, 宴上我露了头, 那修士便盯上了我, 他看中了我的腰单, 便对人说我是腰, 等到月圆之夜便会露出本性, 杀人饮血, 我在村里待了两年, 月圆之夜从来没出过事, 所以村里人自是不信的, 也看出他图谋不轨, 便失了信任, 修士无法, 便按地里下手, 害了收养我的那户人家, 不论是老人质子, 一个没留, 阵阵怨气又有点翻涌, 狼腰背欺道, 老人孩子, 一个没留, 我不敌那修士, 被他生剖腰单, 抛尸荒野, 怨气堆积, 变成如今这幅模样, 我想杀了修士报仇, 却又被他临死反扑, 被怨气迷了心智, 只能被动地, 看着身体被怨气控制, 杀掉一个又一个人, 我真的杀了好多好多的人, 你们杀了我, 让我解脱吧, 狼头趴在地上, 无神的狼毛凝视着前方, 没个聚焦点, 像是回忆到什么, 狼腰自语道, 我食言了, 他说过, 让我保持善心, 不去伤害村里的人, 而我却杀了这么多人, 狼毛闭上, 怨气终于完全消散, 未无限静默片刻, 开口道, 杀人之心非你本意, 心若至始至终未曾变过, 我想, 他也不会怪你, 狼腰看向他, 道, 我知道, 他那么善心, 自然不会真的怪于我, 所以我才更该死, 他叹了口气, 道, 公子, 杀了我吧, 不需要超度, 也无需度化, 我已无什么执念, 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罪孽中事做下了, 便用魂飞魄散来弥补一二吧, 即使这根本不重要, 魏无限声音有点闷, 你真的决定好了, 狼腰语气坚定, 嗯, 好, 深吸口气, 魏无限看向蓝望鸡, 蓝望鸡会议, 看着狼腰威有些复杂, 他滴滴说道, 别过, 闭尘剑芒扫过, 魏无限一下子瞪大双眼, 一道冰蓝色的光, 透过蒙眼的黑布, 直直照进他的双眼, 蒙尘的桃花眸, 逐渐漫上星辉, 魏无限抖了抖唇, 勉强稳住心绪, 抬手俯上蒙着的黑布, 不敢置信道, 蓝战, 我好像能看见东西了, 闭尘一闪而过的蓝光, 仿若还在眼前, 魏无限一时难以确定, 这是自己的错觉, 还是真的看到了, 只副几次按在黑布上, 却没勇气摘下来, 八年的时间里, 红衣和几个鬼试过多次, 都没办法让他的眼睛重新视悟, 除了在梦境里接受教导外, 在现实里, 他是见不到光的, 但那抹蓝色见光, 却又不可能会是错觉, 蓝望鸡正了一下, 迟疑道, 魏英, 你说, 你能看见了? 魏无限点头又摇头, 声音里仍带着不可置信, 好像, 我刚才看见你的见光了, 蓝望鸡深吸口气, 问道, 是什么色的见光? 魏无限呆呆道, 蓝色, 蓝望鸡伸手轻轻俯上 魏无限眼前的黑布, 滴滴道, 魏英, 你能看见了? 魏无限颤了颤身子, 仍不敢相信, 手一下子握住蓝望鸡的手, 道, 真的, 我刚才真的看到了, 不是错觉, 他抖着手, 想去将不摘下, 只见几次落在后面的结上, 还是难以施力解开, 太久了, 魏无限好久没在现实里看见什么东西了, 自那次后, 他的眼睛便坠入了无边黑暗, 八年时间, 他本以为他可以习惯的, 但没有人愿意当个瞎子, 这次来得太突然, 魏无限不敢相信自己, 竟然真的能够重新看见了, 心里空落得紧, 几次解不开那个结, 终于有些急了, 他晃了晃握着蓝望鸡的那只手, 软着声音道, 蓝湛, 帮帮我, 蓝望鸡呼吸一紧, 从魏无限的声音中, 听到了不易察觉的哭腔, 心跟着, 提起在空中, 飘荡荡的, 没有实感, 蓝望鸡低声道, 失礼了, 他一手被魏无限握着, 另一手还持着剑, 狼腰走得无声, 周围除了几只鬼外, 没有任何危机在, 于是他松手, 剑落在地上, 发出冬的一声闷响, 也没去理会, 他将剑放开, 伸手去解遮住星辰的布, 魏无限几次解不开的结在 蓝望鸡指尖轻巧地落下, 白皙的指尖勾着一边的布条, 缓缓向外拉开, 魏无限眼前的光也越来越大, 在布条即将落下的瞬间, 蓝望鸡伸手附在他的眼前, 一点一点地打开指缝, 让久未见光的眼逐渐接受光的降临, 魏无限颤了颤眼节, 露出的眼睛蒙着层水雾, 里面时隔多年, 重新映入了色彩, 他先看到的是一双眼, 那是一双极浅淡的眼, 色若琉璃, 在阳光下显得精亮亮的, 闪着光, 好漂亮的色彩, 好美的眼睛, 魏无限想着, 他的眼睛慢慢聚焦, 虽然仍有些昏, 但并不影响大体的事物, 眼前人的脸终于被他看清, 魏无限想, 这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好看好多倍, 蓝战, 他的指尖落在蓝望鸡的额上, 慢慢地往下, 最后落在下额, 我能看见了, 我看见你了, 魏无限的眼睛重新映入色彩, 但他的眼里只看到了蓝望鸡, 蓝望鸡握住他的指尖, 应道, 嗯, 魏英, 你能? 话音未落, 他骤然睁大双眼, 急声道, 魏英, 你的眼, 魏无限迷茫地眨了几下眼, 忽然感觉有东西顺着脸颊低落下去, 这个触感堪称熟悉, 眼前的脸越来越昏, 最终呼了个彻底, 是血, 魏无限不用多加感受就知道, 他的世界重回到黑暗里, 刚刚的光仿若净花水月, 他再次眨了几下眼, 还是一片黑, 魏无限最后记得和看见的, 是蓝望鸡惊慌失措的脸, 恍惚中, 他好像听见自己对蓝望鸡说, 蓝战, 好黑, 蓝望鸡, 接住倒下来的人, 急切倒, 魏英, 魏英, 他紧促着眉宇, 从怀中掏出帕子, 轻轻地擦拭着魏无限脸颊上的血痕, 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看向一直在旁漠不作声的几只鬼, 原先只有粉衣在, 后来在魏无限看见见光后, 绿衣和红衣就凭空出现了, 眼见蓝望鸡终于注意到他们, 红衣出声道, 他的眼睛没事, 只是无法争太长时间, 否则就会像现在这样, 几只鬼虽然对魏无限突然恢复感到惊讶, 但也早有预料, 所以一直静默无声, 就是没想到魏无限会昏过去, 你们之魏因可以重新恢复, 蓝望鸡立刻抓住重点, 道, 那现在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绿衣知道的多, 他身前是医者, 魏无限的眼也一直是他在看, 当即回道, 他的眼现在是被你刺激, 才会突然恢复, 这种刺激持续不了太长时间, 过长则会如此, 可称为反噬, 刺激, 蓝望鸡微愣, 没有解决方法吗? 他想看你, 绿衣道, 现在暂时没有, 蓝望鸡复杂地看向怀里人, 想不到魏无限是有多么想看他, 从而短暂恢复至此, 又遭受反噬, 他将魏无限脸上的血痕擦净后, 微腐下身将人一抄横抱起来, 道, 我能带他走吗? 几只鬼愣住, 蓝望鸡道, 蓝氏点击众多, 族中长老会医者也多, 将魏英带回蓝氏, 或可助他恢复, 红衣最先反应过来, 古怪地看着他, 道, 他先前就说要和你回蓝氏, 我们自不会蓝, 但你一定要护他周全, 蓝望鸡汉手, 道, 多谢, 他紧了紧力道, 又看向倒地的狼妖, 红衣知他的意思, 道, 这里我们来处理就好, 你带他走吧, 蓝望鸡再次道谢, 这次没再耽搁, 遇见一路飞往蓝氏, 这个要一日两次食用, 间隔三个时辰就好, 这孩子脑部有怨气侵染, 不是他自身的, 更像是被附身上去的, 应该就是他眼睛失明的原因, 你这些日子定时给他谈谈清心音, 看是否能帮他清除一点怨气, 能引怨气入体环节单的, 千百年都不曾听闻过, 这孩子前途无量啊, 可惜身体状况太差, 忘记, 这几日你定要让他按时服药, 助他调理下身子, 魏无羡昏昏沉沉中, 听到几道声音在耳边响起, 不大, 明显是刻意压低的, 却无端令他生起几分烦躁, 他下意识猝眉, 想要抬手捂住耳, 堵住这些声音, 却觉四肢沉得厉害, 令他抬不起手, 就连动一下手指都做不到, 魏无羡眉猝得更紧了, 左右找不到东西能堵住这些声音, 他几乎有些急切地出声, 患着晕倒前记忆最深的那人的名, 蓝湛, 蓝忘记认真记着医师的嘱托, 听到哑得不行的嗓音, 立刻偏头去看, 魏无羡晃晃晃脑袋, 低难道, 豪潮, 蓝湛, 其他几位医师晋升, 蓝忘记微一躬身表示歉意, 走到魏无羡床边蹲下身, 道, 我在, 魏无羡的脑袋朝他偏过来, 似乎想要奋力挪过来, 挨着他, 蓝忘记犹豫了一下, 起身坐在床边, 将魏无羡的身子往自己这边移了移, 手终于能动起来了, 魏无羡的眉放松了些, 伸手一把抓住蓝忘记的手, 再到了声蓝站, 迷密呼呼中听到一声回应, 才算是沉沉地睡了过去, 见魏无羡一直簇着的眉松开, 蓝忘记轻呼口气, 知道人是安稳地睡过去了, 他再转过头去看几位医师, 因为魏无羡手抓着他的, 无法起身, 只得再次抱歉地攻了下身, 等到只起身时, 他这才注意到几位医师脸上饶有兴趣的笑, 和带着好奇的目光, 他缓慢地眨了下眼, 又垂头看了看, 后知后觉地, 发现他和魏无羡这样子, 太亲近了些, 几位医师将刚才未说完的话说尽后, 依次离开静视, 待一切静下来后, 蓝忘记才缓缓, 将刚才移开的视线移回去, 重新落在魏无羡脸上, 睡着的少年安安静静地, 唇角还是向上弯着的, 如果没有眼前碍事的白纱在的话, 该是很好看的, 蓝忘记看着那层白纱, 想着魏无羡睁开眼睛时, 那双眼睛里的心灰, 那么好看的一双眼, 却被迫遮住光, 蓝忘记心疼地捏了捏少年的手, 那手也很好看, 就是有种骨质感, 没几两肉, 他想, 再胖点才好, 现在这样, 太瘦了, 他就这样静静地看着, 不知隔了多久, 门外传来弟子的声音, 二公子, 要煎好了, 蓝忘记道, 多谢, 放在门外便好, 是, 弟子一眼放下, 而后行李离开, 不在意是否有人看到, 蓝忘记试着抽了抽手, 没抽成, 卫无线本来握得不紧, 却跟察觉到他要走势的, 力道骤然加重, 不肯放开, 蓝忘记弯下腰, 轻声哄道, 卫英, 先放开, 我出去片刻便回, 他语气轻柔, 带点又哄的味道, 卫无线被这声音安抚道, 听话地泄了力道, 蓝忘记起身, 速度极快地踩着不可及行的线, 走出去, 将要拿进来, 又用灵力温好, 最后重坐回床边, 将手递于卫无线, 被他重新握住, 这点是他坐得极快, 前后连半分钟都未到, 说得片刻, 却连零头都没有, 卫无线这一觉没睡太久, 到了害时过半后醒了过来, 眼前不出意料的是一片黑暗, 他静了片刻, 忽然发觉自己的手被人捏了一下, 身子下意识一抖, 卫无线手往回一缩, 警惕道, 谁? 蓝忘记放下书, 道, 卫英, 是我。 他将书戈在近旁的岸上, 而后扶着卫无线坐起来, 道, 这里是姑苏兰氏, 知道坐在身边的是谁, 卫无线松了口气放松下来, 道, 哦, 你把我带回你家了呀, 他的表现太过平静, 道让蓝忘记愣了一下, 卫无线刚醒, 脑子还在犯着猛, 没仔细去想蓝忘记的话, 对着这人, 他下意识地就想去相信, 也没有多加思考蓝忘记话中的意思, 因此, 大脑迟疑了几秒后, 他才慢慢拍反应过来蓝忘记说的什么, 卫无线猛地直起身, 震惊道, 你把我带回你家了, 蓝忘记的竟是没有多余的东西, 大都是必要的家具和生活用品, 书架上放着从大到小一次排列整齐的书, 一架七弦古琴横放在角落处的琴案上, 正对着屏风的桌案上干净工整, 没有丝毫杂乱, 整个房间, 干干净净工工整整一丝不苟, 卫英听蓝忘记来描述他的屋子, 自己在脑海里想着样子, 不用蓝忘记多说, 他都能想到有多干净, 蓝湛, 他换道, 蓝忘记秒应道, 嗯, 卫无线道, 我好想再看看你, 还有你的家, 蓝忘记道, 那便把药喝了, 得知自己被蓝忘记带回蓝家后, 卫无线自是开心的, 尤其是知道自己眼睛有很大几率能恢复视觉的时候, 但当喝了一口药后, 卫无线的一切念头全没了, 只剩下一个, 这是药, 他怎么感觉他生吞了十几个黄莲呢? 原本他闭着眼, 下定决心一口闷下去, 也因这第一口鸡的溃不成军, 这不是能一口闷下去的事, 所以他临时找借口, 突发奇想, 灵光一现, 缠着蓝忘记, 给他讲自己的屋子, 就想多延一会喝药的时间, 可惜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这碗药该喝还得喝, 接过蓝忘记拿着的那碗药, 魏无线表情麻木, 嘴角还在不自觉地臭触着, 做好心理准备, 抱着早死早超生的念头, 魏无线张嘴, 一副英勇就义的样子, 一仰头喝了个干净, 然后整张脸就皱成了一团, 魏无线, 苦面具, 蓝忘记从他手里拿过碗, 迟疑道, 真有这么苦, 魏无线吐了吐舌头, 甚至有股想把喝下去的 要全吐出来的冲动, 艰难道, 苦死了, 倒了杯茶递过去, 蓝忘记道, 要喝杯茶吗? 魏无线想也没想地, 接过去一口闷了, 刚收进去的舌头又吐了出来, 杯子顺着方向塞到蓝忘记手里, 苦着脸道, 你们家的茶为什么都有股苦味? 这下可好, 本来他就满嘴苦了, 现在又来了一个, 不过和那药完全没有可比性, 魏无线也不是没吃过药, 正是知道, 要苦他才不愿吃, 但他怎么想也想不到, 竟然有药会苦到如此地步, 这是药吗? 是药吗? 分明是黄莲做的十几个药片, 不含添加剂, 拿来泡水喝的生化武器, 一口下去, 半条命没了, 魏无线生无可恋地亮了会舌头, 才总算觉得好点了, 试探道, 蓝湛, 这个药我不会每天都得喝吧, 看他这么难受, 蓝忘记都不忍心告诉他, 是了, 他不说魏无线也知道, 顿时脸更目了, 蓝忘记心下不忍, 出声安慰道, 明日我带些蜜剑来, 或许可以好些, 他没想到魏无线这么怕苦, 要是早知道了, 今天就会准备蜜剑了, 魏无线觉得自己有了安慰, 连每日要喝的药, 好像都觉得不那么苦了, 当即笑道, 好啊, 他由衷道, 蓝湛, 你真好, 蓝忘记红了耳尖, 明明知道魏无线看不到, 还是下意识地侧了侧头, 挡住微红的耳, 蓝湛, 静默片刻, 魏无线又道, 你真的很好看, 蓝忘记转过头, 魏无线继续道, 我从没想过, 我的眼睛能治好, 期望越大, 失望越大, 他试过那么多种法子来治疗眼睛, 但始终没有效果, 脑部里有怨气, 他比谁都清楚, 但能控制乱葬岗怨气的他, 却对脑部的怨气毫无办法, 蓝忘记的样子, 他会治过无数版本, 可直到亲眼看见后, 他才惊觉世间竟真的有如此美丽的色彩, 好想再看一眼, 魏无线道, 那样美的色彩, 只看一眼怎么够, 如果没有见过, 没有恢复刹那光明, 魏无线是不会有太多期望的, 可一旦见到了, 他便不愿再一直黑下去了, 他想再看一眼, 更想了解色彩的全部, 魏无线的手指微动, 从心底冒出一个念头, 久违地感受到了一种势在必得, 魏英能做到的, 他也能, 蓝忘记不知该接什么, 因为他也见到了重新漫上光辉的眼睛, 如果说魏无线是贪婪夺目的色彩和光, 那他就是他那双眼里的星, 他希望魏无线恢复视觉, 希望那双带着星辰的眼里, 站满他, 就像耐用时短暂地对视, 只是一个呼吸间, 他的眸里只有自己, 会看到的, 蓝忘记肯定道, 魏无线笑起来, 重重点头, 嗯, 他相信蓝忘记, 他肯定能再看到他的, 独一无二的色彩, 每到极致, 就想让人占有, 毫无疑问, 魏无线这下事, 彻底迷上了这道色彩, 喝完药, 魏无线的困意, 再次慢上来, 不过, 睡了几个时辰的时间, 虽然有药效在, 他还是无法很快入睡, 甚至本能是带着困意的, 精神却是精神的, 这么说虽然有点绕, 但魏无线, 确实很难睡着, 蓝忘记看出他的倦意, 心中明了, 是要效起作用了, 轻声道, 先喝些粥再睡, 几个时辰未尽时, 就算休先者, 也会有饥饿感, 过了害时, 又马上要入睡, 实在吃不了营养太足的食物, 于是, 蓝忘记为魏无线准备了西粥, 不愁, 很好消化, 也能垫一垫, 就是没什么味道, 魏无线也不挑, 只不过在伸手接碗的时候, 一个手滑, 险些拿空, 蓝忘记反应迅速, 手一伸, 接住倾斜的碗, 彻底不放心, 让他一个人吃了, 干脆接过来, 用勺子咬了一口, 递到魏无线嘴边, 这个动作做完, 魏无线有没有感觉不知道, 蓝忘记倒是先红了耳尖, 这实在有些亲密过了, 没等他细丝, 便决手里的勺动了下魏无线张嘴一口含住勺子, 喝下汤后, 下意识舔了舔唇, 弄得唇半惊亮亮的, 蓝忘记被烫到湿得猛地缩了下手, 把勺子放在碗里, 迟迟没有下一步动作, 魏无线的指尖轻点着被褥, 等了等没等到下一勺, 奇怪道, 蓝战, 蓝忘记回神, 深吸口气, 继续开始投胃, 只是眼睛再没敢看过那张唇, 喝碗汤, 还是蓝忘记轻口味的魏无线心满意足, 蓝忘记放下碗, 帮他拉了拉被子, 低声道, 休息吧, 魏无线点了点头, 却没听话闭眼睡觉, 而是问道, 那你呢? 蓝忘记看不到, 也能猜到, 这双眼睛此刻定是睁着的, 隔着不杀与他相视, 回道, 我住偏房。 两只转了下被褥, 魏无线刚想躺下去的身子立马停住, 拒绝道, 不行。 他道, 这是你的屋子, 怎么也不该是你住偏房才对? 蓝忘记无奈, 放轻声音, 哄道, 偏房不太方便, 你住这里便好, 那里, 我已经收拾好, 住进去并没什么区别。 魏无线还是摇头拒绝, 纠结片刻, 他往里侧挪了挪, 拍了拍身侧的空位, 道, 那我们一起吧。 他坚决道, 不行。 似乎没想过, 他会这么急声拒绝, 魏无线明显正了正, 紧接着将拍床的手收回, 不知道是不是蓝忘记的错觉, 总感觉他还抖了下, 不行吗? 软软的声音, 一下子令蓝忘记头皮发麻, 魏无线乖巧安静, 脸是嘲笑他的, 即便蒙着眼蓝忘记, 也知道那双眼看得定是他, 还很可能是带着水雾的。 他很不下心来说出, 不行了。 久没听到回答, 魏无线抿了抿唇, 垂下头, 声音有些发闷, 那我睡了。 这一瞬间, 蓝忘记想都没想, 直接应道, 好, 魏无线头垂得更低了。 蓝忘记抿直唇, 将这身子脱掉外衣, 叠好放在枕边, 然后动作缓慢地上了床。 察觉到动静, 魏无线瞬间扬起小脑袋瓜, 惊喜道, 蓝战。 蓝忘记的床不是很大, 容下一个人绰绰有余, 两个人就有点捉襟见肘了。 蓝忘记刚上床躺好, 魏无线就感觉到, 有物体贴了一下自己的腰。 他还是半躺着, 蓝忘记做出将双手平放在腹前的动作, 难免会不小心碰他一下。 魏无线觉得有些痒, 没多想什么, 快速往下一滑, 钻进被窝, 明显带着笑一道, 蓝战。 蓝忘记耳尖通红, 滴滴应道, 嗯。 他在街道, 怎么了? 魏无线将杯子拉到下巴处, 脸朝着蓝忘记, 道, 晚安。 明显带着雀跃的声音, 令蓝忘记过度欢快地心慢慢放缓, 他抬手挥灭烛火, 应道, 晚安。 黑夜里, 两个人的呼吸声渐渐放缓, 魏无线的嘴角慢慢扯起一抹奸济得逞的笑。 魏无线是在清月的琴音中醒来的。 睁眼时, 眼前依旧是一片漆黑, 他等迷糊近过去, 只起身子看向声援处, 道, 蓝战。 秦音止住, 蓝忘记回应道, 嗯。 起身扶着他起床。 魏无线好笑道, 我只是看不见了, 又不是不能走了, 不用这么小心的。 话虽如此, 他倒是没有拒绝蓝忘记的好意, 顺着力道起身下床。 蓝忘记将衣服递到他手里, 道, 静视的陈舍你不熟。 并非是将魏无线当成什么生活不能自理的人, 只是魏无线从没来过静视, 哪怕昨日蓝忘记与他简单讲过静视的样子, 也不可能完完整整地在脑内呈现一番, 此举只是为了防止魏无线音不熟悉而磕到碰到。 听到蓝忘记的话, 魏无线再次笑起来, 心下热流躺过, 笑道, 那就麻烦二哥哥照顾一下我这个残疾人了。 他是随口一说, 蓝忘记却认真应下, 在他穿衣的时候, 又将早就准备好的布金递给他, 被人精心伺候着收拾一番, 又被带着坐到桌边, 魏无线不知道第几次感叹道, 蓝湛, 你真好。 除了好这个字, 魏无线实在是不知道又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了。 没有对他身修外道, 而用异样的目光看他, 知道有不变之处还如此多加照顾, 他就没遇见过这种人。 真幸运, 下山第一次夜列就遇到了这么一个神仙般的人。 魏无线昨日吃的是蓝忘记准备的西粥, 今日却是要吃起蓝家的药膳了。 素、 淡、 苦。 这是魏无线吃完这顿饭总结出来的。 不过再乱葬岗, 他也吃过比这更难以下咽的, 倒没表现出太多不是来, 只在又一次喝药的时候表现出了抗拒。 讲真的, 药膳再苦也苦不过这个。 蓝忘记将提前准备好的蜜饭放到魏无线手里, 魏无线迟疑了下, 还是一仰头喝尽了, 又快速将蜜饭含进嘴里, 驱使苦味。 等嘴里的苦味淡了, 他想起什么? 道, 蓝湛, 你先前是在弹清新音。 蓝忘记点头, 是。 魏无线夸道, 挺好听的。 昨日医师的话犹在耳, 蓝忘记问道, 可有什么不是? 没有。 魏无线摇头, 一切正常。 在人放松的时候, 弹奏清新音最为有效, 见魏无线并没什么不是, 蓝忘记安下心, 道, 那我便每日在尘尸三刻弹奏。 每天在琴音中醒来确实挺好, 当魏无线更想清醒的时候听蓝忘记谈, 刚才是不是断了? 嗯。 蓝忘记道。 他略犹豫了下, 问道, 还要听吗? 魏无线点头, 又问他, 可以吗? 这个自然是可以的。 蓝忘记到琴桌前落座, 谈之前先对魏无线道, 放松。 魏无线盘膝坐着, 点了一下头, 缓缓放松下来。 脑内的怨气活动频率早已经不如当初了, 又是每日一次, 扰得魏无线从没睡过一场好觉, 到了现在,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一月都很少再有一场。 距离上一次怨气活动已有一月之余, 不知琴音是不是真的有效。 今日醒来时, 魏无线难得感到一阵轻松。 他放空思绪, 安静地陷在黑暗里, 听琴音响起, 绕在耳畔。 脑内的怨气悄无声息地动了动, 魏无线睁开眼, 促起眉。 沉寂一月的怨气再次有了动作。 魏无线已经习惯了这里, 但令他不是的是眼前人。 怨气制造的幻境是在脑内的, 由他勾知着色彩, 所以在这个环境里, 魏无线是看得见的。 往常的怨气会你化成魏英的模样,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侵扰他, 此次却幻化成了蓝望鸡的模样。 魏无线的眸子转冷, 盯着怨气化的蓝望鸡, 手中怨气凝结, 随时准备出手。 蓝望鸡笑起来, 竖起一指摇了摇, 道, 这是你的石海, 要是被怨气攻击, 会怎样你知道的吧? 魏无线不为所动, 依旧冷眼看着他。 他当然知道会怎样。 之前也不是没有过, 只是这样做, 不仅伤不了脑内的怨气, 反而会让他石海受创。 伤敌不成反损自身。 蓝望鸡叹道, 你就算不在乎你自己, 也得看一下他吧。 他指了指自己, 意在指蓝望鸡。 魏无线寒气更重, 冷声道, 便回来。 他一字一顿道, 他的样子, 你不配。 魏英不再刺激他, 便回原样, 围着魏无线转了一圈, 砸吧砸吧嘴, 道, 难得。 他拖着下巴, 和魏无线一模一样的脸上 带着鬼笑, 你竟然对一个人产生了依赖。 魏无线一顿, 魏英在叹口气, 一副过来人的语气道, 你别忘了阿娘和阿爹是怎么走的。 这位蓝二公子可也是为了大义 会抛弃儿女情长的人, 要是真舍不得, 可不能再端着了。 他舔了舔唇, 道, 当然, 要是你实在不行, 我也可以替你一番。 毕竟, 我的阿爹阿娘可还好好的。 魏无线沉下谋, 脚下发力尽身, 一拳打在魏英脸上, 别再让我听到你说他。 魏英咧咧嘴, 道, 恼羞成怒了。 他嘻嘻笑着放了魏无线, 在离开时道, 爱哭的孩子有糖吃哦, 魏无线回到了黑暗里。 秦英还在耳边, 魏无线的一切都在脑内, 没有怨气泄露, 蓝忘机也没有察觉到异常。 他嘻嘻地吸了口气, 缓慢地勾起嘴角。 爱哭的孩子有糖吃吗? 秦英指, 蓝忘机按住游在阵站的弦, 问道, 如何? 魏无线拍手道, 很好听。 蓝忘机无奈, 感觉如何? 魏无线嬉笑一声, 道, 好多了, 这个确实有点用处。 一块大石落下, 蓝忘机道, 那便好。 他起身, 走到魏无线身边, 问道, 可要出去走走。 魏无线快速点了几下头, 生怕蓝忘机反悔式地站起, 走。 刚走出一步, 他又顿住, 试探道, 你的家人都知道我来了吗? 嗯。 蓝忘机道, 稍后可随我去见一下叔父。 来了自然是得见一下的, 魏无线有些紧张道, 蓝先生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蓝忘机道, 怎会? 魏无线安下心, 道, 那我们走吧。 蓝忘机先带魏无线去见了蓝起人, 蓝起人早知魏无线的事, 亲自见到后还是震惊不已。 毕竟结了由怨气凝聚而成的鬼单, 实乃是修真界第一人, 这件事也实在是骇人听闻, 若是传了出去, 不知又会引发出什么事。 他的心情颇为复杂, 作为长辈还是没忍住到, 魏英, 此道虽对你无害, 但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别在外人面前使用。 知道蓝起人是好意, 魏无线应下。 又听蓝起人道, 蓝家马上要办新一届的听学, 你既是忘机的朋友, 若是想, 便一同听学吧。 听学。 魏无线惊喜道, 我可以吗? 蓝起人扶了扶胡子, 道, 自然可以。 魏无线笑起来, 朝蓝起人行礼道, 魏英谢过蓝先生。 知理, 天才, 蓝起人心道, 又是一个好苗子, 只可惜眼睛无法事物, 怕是会造成不少困扰。 出于爱才之心, 他对蓝忘机道, 既是朋友, 便该多加照料, 魏英的住处就由你安排吧。 蓝忘机汉手应下, 蓝起人继续道, 此次的听学事宜, 也由你来操办吧。 蓝忘机道, 是, 该说的都说了, 也没什么好嘱托的了, 蓝起人摆手, 让两人离开了。 蓝忘机带着魏无线, 在云深不知处转过一圈, 重点介绍了蓝氏和藏书阁, 又带魏无线熟悉了下路线。 他给魏无线安排的住处, 离境是很近, 有事也能照应过来。 介绍一圈后, 蓝忘机带着魏无线去了他的住处, 安室。 蓝忘机引着魏无线熟悉着室内的东西, 防止他不熟悉出了什么意外, 一点一点带他走遍整个屋子, 直到日落西山才起身离开。 听学开始的前几日, 蓝忘机每日早晨都为魏无线弹奏清心音静心。 每日被人这样弹奏到睡醒, 在看蓝忘机的作息, 魏无线着实有些不太好意思, 但蓝忘机本人没有丝毫觉得麻烦, 反而乐意之志, 他便也没主动开口题, 心里对蓝忘机的好感在上一层。 魏无线开始是作为蓝忘机的朋友来蓝家做客的, 犯几条家规无伤大雅, 不闹到蓝起人面前, 他也不会多加管束。 但听学开始后, 该守的规矩也得守了。 被蓝忘机唤醒, 魏无线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眼睛蒙上一层水雾, 即便没了神采, 也让蓝忘机看得一致, 怎么了蓝战? 声音里的困意满得要溢出来。 和魏无线相处的这些天, 蓝忘机早摸透了他的作息时间, 刚来的第一早还叫过他, 后来念着商便作罢, 弹音带他醒, 约定好时辰定时开始弹奏后, 他便也没对魏无线的作息多加管制。 这便导致, 骤然在卯时醒来, 魏无线是绝技起不来的。 蓝忘机弯下腰, 轻声道, 今日听学, 需得早起准备。 许是他说得太轻, 声音又太温柔, 魏无线含含糊糊地应了声, 又睡了过去。 见状, 蓝忘机无奈又无措, 不知道该怎么换了。 昨日听学的世家子弟纷纷前来, 都是少年人, 魏无线又很擅长交友, 很快和他们熟络了起来, 晚上不知在哪个世家子弟那里玩到夜深, 还是蓝忘机去捉的人。 昨日也提早说过, 今日要早起的事, 奈何习惯不是那么好改的, 魏无线昨夜睡得晚, 今日自是起不来了。 犹豫片刻, 眼看在迟就要误事了, 蓝忘机伸手掀开魏无线抱着的被子, 将人包出来, 加重了声音换道, 魏英。 离开温暖缘, 魏无线下意识皱起眉, 艰难地再次睁开眼, 见他眼睛睁开, 蓝忘机松下口气, 再接再厉把他扶起来, 严肃道, 今日第一次听学, 不宜晚道, 该起来准备了。 魏无线被他双手扶肩坐起, 身体跟软面条似的来回晃了晃, 摇了摇头, 试图让自己清醒些。 两次试验无果后, 迷蒙着双眼道, 我困。 蓝忘机最受不住的, 就是他软着声音撒娇了, 几乎就要放任他睡过去。 但家规在上, 他又不想罚魏无线, 只得尽力尽责地把人弄醒。 百般折腾, 万般艰难地把人叫醒收拾好, 最后才赶着即将上课的时间点到了蓝室。 蓝室此时已经做了大半的人, 正两三个焦头接耳地说着话, 一个两个倒还好, 人一躲, 就显得嘲嚷了。 魏无线打了个哈欠甩甩头, 进入陌生的环境才算是彻底清醒了。 眼睛看不见, 对声音便更加敏感。 他听到熟悉的声线, 仰起笑打招呼道, 灭凶枣啊。 恰在此时, 蓝忘机冷声道, 云深不知处, 尽止喧哗。 两道阴几乎合在一起, 众人都有点出蓝忘机, 见他进来, 声音已经下意识放低了, 闻言更是不敢出声。 魏无线的声音便接在这时。 满座寂静, 聂怀桑抖了抖身子, 瞥了眼蓝忘机, 又想起昨夜这人冷酷无情地罚他抄了一遍家规, 浑身处得慌, 勉强笑道, 魏,魏兄早啊。 昨夜魏无线去的, 就是聂怀桑的屋子, 也是聂怀桑第一个跟魏无线大的话。 其他人见他是个瞎子, 多多少少有点不愿意接近, 也就聂怀桑不介意主动凑上来, 因此魏无线对他感官很好。 听出他声音的不对, 魏无线稍有疑惑, 还没问出口, 蓝忘机就先一步轻声道, 小心桌子。 说着, 伸手扶了他一把。 魏无线回神, 也忘了这一茬, 借着蓝忘机的力, 到了一个位置坐下。 前方感应不到太多的物体, 想来蓝忘机坐的是第一排, 最受瞩目的那种。 魏无线叹气, 想要刷好感度, 就得表现良好, 原先他还想在后面遮挡下, 好歹不那么引蓝启人瞩目, 现在被蓝忘机带到第一排, 真是想不引他注意都不行了。 蓝启人卡着上课的时间点过来, 不多一分, 不少一分。 缓步走到桌案前, 待众人见过李洛座后, 手一抖, 将手里紧握着的蓝氏家规打开, 一条一条开始念。 魏无线也是到此才知道, 蓝氏家规, 竟有这么多不重样的。 他粗略一数, 发现只来了几天, 他便破了数条家规, 而蓝忘机竟然也没罚他。 这么几天, 他也摸清了蓝忘机的脾性, 如此对他, 可谓是宽容到了极点。 没坚持听个几条, 魏无线就有点坐不住了。 在一片黑夜里, 耳边只有一个古板的声音, 在念着没意思的家规, 简直太催睡了。 于是他便真的再次睡着了。 在有意识的时候, 是听到了蓝启仁在叫蓝忘机。 他侧耳听了几句, 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而后听蓝启仁道, 好, 一字不差。 修行之人, 必得借交借造, 不可做事三心二意, 须得尽心尽力才是。 一名似乎是站着的弟子, 声音隐忍道, 先生教训的是, 对情绪极为敏感的魏无线顿了顿, 将头朝他的方向偏了偏。 在这个少年身上, 他感应到了一股不甘嫉妒和羞愤。 稍微想了想, 他便明了这些从何而来? 在他睡着的短短时间, 因为坐姿正, 蒙着眼的布又遮住了大半的脸, 蓝启仁还真没发现他睡着了, 一直沉着声音念着家规。 靠后坐着的一位弟子, 实在忍不住动了动, 幅度大了点, 被蓝启仁发现, 警告了一次。 没想到被警告了那名弟子还犯, 蓝启仁当即说道, 既然我讲家规, 有人不认真听, 那我便讲些别的。 于是提了一道题, 弟子答不上来, 蓝启仁让蓝忘记答, 教科书里的答案, 一字不差。 修奋许是来自蓝启仁, 其他的, 或许就是对蓝忘记了。 卫无线轻轻笑了下, 把头转回来, 没再留意。 除了这个小波折, 一节课上的倒还平稳。 下课后, 卫无线再也撑不住, 趴在桌上睡了过去。 察觉到身侧的呼吸声见闻, 蓝忘记轻叹口气, 心想着又得抄家规了。 卫无线上课睡觉, 蓝起人没发现, 一直留意, 他的蓝忘记肯定是知道的。 满而不报, 又是犯了家规。 说来也是奇怪, 没遇见卫无线之前, 蓝忘记最是客气手里不过, 对犯禁仪式从不宽恕, 但遇见这人之后, 还真的没办法罚他。 因为私心在, 所以他下不了手, 只能自罚。 想着, 他沿了笔墨, 开始抄写家规。 到了下节课的时间点, 收拾好东西, 唤醒未无限, 继续听课。 一天就这么在听学中过去。 早上晨十三课听的琴 是不可能了, 蓝忘记干脆改成了晚上, 也好监督魏无线不夜游, 不再去串门找聂怀桑, 睡得早的话, 第二天起来也便没有那么艰难了。 魏无线不想因为自己耽误蓝忘记睡觉, 即便不困, 也放空自己酝酿着睡衣, 不让蓝忘记的辛苦白费。 如此折腾, 第二日的效果确实是好的, 魏无线清醒的是更快乐。 与之相对的, 他的夜生活也没了。 夜生活丧尸对魏无线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在持续了一个星期这样的模式下, 他受不了了, 简直无聊透顶, 根本与他的性子完全大相径庭。 能忍着持续一个星期, 已经是极其难得的事了。 他没办法再在晚间去找聂怀桑玩, 也没办法晚睡和晚起, 不能大声说话, 客上还要维持坐姿, 枯燥的生活下, 除了蓝忘记, 没别的趣味了。 于是终于决定找蓝忘记好好谈谈。 在蓝忘记又一次给他晚间弹琴安抚怨气时, 他严肃道, 蓝湛, 我有话要和你说。 他这么严肃, 把蓝忘记给看愣了, 一道, 什么? 魏无线指了指眼睛, 认真道, 我觉得我已经好多了。 蓝忘记, 可你的眼睛并无灰, 魏无线打断, 继续道, 一直弹清心音会对我本身的怨气产生影响。 蓝忘记没想到琴音还有副作用, 当即起身道, 那随我去看一下医师, 不用的蓝战。 魏无线凭感觉拉住他, 道, 只是我觉得不能每日都弹, 隔两天弹一弹就好, 明天正好休目, 就不用麻烦你再谈了。 不行, 蓝忘记皱眉道, 若是琴音有副作用在, 需得尽快看过医师才可。 什么副作用都是魏无线胡作的, 纯粹就是不想蓝忘记每日定时给他谈罢了。 当即道, 真的不用, 我自己能够感受到, 虽然有影响, 但不算太大, 隔两天谈一次就好了。 话至此, 蓝忘记不好再说, 只低声道, 好。 心里却暗暗决定问一下医师为好。 魏无线松下一口气, 坐回床上又问道, 明天要一起出去玩吗? 蓝忘记欠意道, 明日要整理藏书, 无法陪你下山了。 没事。 魏无线脱下鞋子躺床上, 道, 我和聂怀桑一起也可以。 见他躺好, 蓝忘记动身给他盖了被子, 盘膝坐下, 照常开始弹奏。 魏无线放空自己, 听着琴音缓缓进入睡眠, 意识昏沉之际, 突然想到晚上听琴真的很助眠, 也不容易做噩梦了。 次日一早, 魏无线和聂怀桑相约去山下聚餐, 又和其他弟子碰头, 一道都转了一圈, 晚间在餐馆聚餐饮酒。 魏无线这几日一直吃着药, 又在匀身, 没饮过什么酒, 在乱藏岗也没有这种东西。 第一次喝姑苏名酒天子笑, 一口下肚就迷上了这位。 他酒量好像天生就很好, 即便是第一次饮酒, 喝下一坛也没什么明显的醉意。 相比之下, 聂怀桑的脸上就泛起了红韵, 整个人都晕乎乎的。 他晃了晃脑袋, 看着空了的坛子, 脑子迟疑地转了几转, 道, 魏兄, 你的眼, 喝这么多没事吗? 他也是憋酒了, 这一喝没想那么多, 看到这坛空了的酒, 才想到魏无羡的眼睛有爱, 受伤不宜饮酒, 也不知魏无羡这样是否有害。 魏无羡不在意地摇摇头, 笑道, 我能有什么事? 一点小伤而已。 说道他的眼睛, 同行的人有人憋不住好奇道, 魏兄, 你这眼睛, 到底怎么伤的? 魏无羡唇角笑意不变, 道, 小时候落下的病, 没什么大不了的。 小时候就瞎了呀, 一名弟子酒量不好, 半坛子下去就醉了, 脸上通红一片, 也没注意到自己说的话有着奇异, 那, 那还智得了吗? 旁还清醒的人, 见状连忙晃了晃他, 对着魏无羡笑道, 张兄酒量真差, 才几杯就晕成这样, 话也不会说了。 魏无羡勾唇, 继续喝着, 没说什么。 聂怀桑找话题, 很快带过了这件事, 一行人喝得极为尽兴, 也没人注意时辰, 连过了宵禁都不知道。 魏无羡第一次饮酒, 饶式酒量好, 三坛酒下去也有些醉了, 他不清楚时间, 只模糊感觉到, 好像有些晚了, 有些昏沉的脑子, 想到蓝忘机, 又想到今日还没来得及听的琴。 脑中响起的关于清新音的旋律, 让脑子稍稍清醒了下, 魏无羡晃晃了晃头, 道, 现在几时了? 没人应声。 魏无羡觉得奇怪, 刚想再次开口, 就听嘻嘻啦啦站起来的声音, 有人开口道, 蓝, 蓝二公子。 蓝忘机皱眉看了眼乱七八糟的桌子, 和魏无羡脚边空着的三坛子酒, 走过去道, 魏英。 魏无羡迷糊道, 蓝湛。 嗯, 应了声, 蓝忘机看着他面前还盛着酒的碗, 道, 怎么喝这么多? 酒, 好喝。 魏无羡晕乎乎道, 伸着手往蓝忘机的方向摸, 蓝湛, 现在几时了? 蓝忘机拉住他的手, 道, 已过害时。 啊, 魏无羡慢吞吞地应了声, 不太清醒地脑子转了转, 道, 过了弹琴的时候了。 他有些低落道, 蓝湛, 你是不是不给我弹琴了? 怎么会? 蓝忘机轻声道, 你想听, 我就弹。 只是你昨日说了不是, 今日换首曲子可好。 魏无羡乖乖巧点头, 又道, 困。 蓝忘机看了眼酒都清醒了些, 全盯着他们的世家子弟, 犹豫片刻, 弯腰把魏无羡打横抱起来, 低声道, 那便先睡吧。 聂怀桑被这变故酒都给清醒大半, 睁大着眼看着蓝忘机将魏无羡抱走, 临到出门, 想起什么, 蓝忘机回头冷声道, 过宵尽未归, 家归个抄写一遍。 聂怀桑打了个冷战, 又想到那天魏无羡被接走的时候了。 他还真没想到蓝忘机和魏无羡关系如此之好, 看着黏糊尽, 一个念头冒出来, 不由自主地打了个颤。 原来魏兄和蓝忘机竟然是这种关系吗? 一路抱魏无羡回安室, 将人放到床上时魏无羡已经睡着了, 手中抓着蓝忘机的衣服, 不肯松手。 他手抓的位置是蓝忘机后肩的衣服, 被他抓着, 蓝忘机起身不得, 又不忍心正开, 只得小声换到, 魏英, 松开些可好。 魏无羡睡得香, 不仅没松, 反而紧了些。 蓝忘机无奈, 又轻声换了几遍, 魏无羡才松开手。 手离开蓝忘机后肩, 睡着的魏无羡似时察觉到手在下滑, 下意识揪住一个东西, 想要扼住下滑的趋势, 却连着将手中的东西 也一并滑下了。 额间的抹额滑落, 正带起身的蓝忘机愣住, 不可置信地瞪大眼。 他极缓慢地, 看向魏无羡手里紧握着的抹额, 慢慢地闭上了眼。 半晌, 他伸手将魏无羡眼上的布杀取下, 替他脱下鞋更了衣, 末了又将被子盖上, 盯着床上睡得安稳的魏无羡 身呼几口气才转身离开。 抹额则一直在魏无羡手里握着。 魏无羡次日醒来, 还有点分不清今朝何夕。 宿最后的副作用上来, 头疼得厉害, 整个人更是晕乎乎的。 他怎么就躺床上了呢? 看这触感, 肯定还是他的床。 昨夜的记忆慢慢亮起来, 他有些醉又困, 最后被兰望鸡带走, 还是打横抱走的。 而这, 魏无羡想, 这下他的仪式英明毁了。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兰望鸡当众把他抱起来的举动, 也令他有些哑然。 虽说之前也抱过一次, 但那时附近除了女鬼外, 再无其他人在, 兰望鸡抱他虽惊, 但也能理解。 这次却不一样。 魏无羡心里想着, 无意识动了动手指, 发现些许异样感。 手里似乎握着东西, 看不到, 便只能靠摸的。 他将右手举到脸前, 左手顺了顺长度, 发现是条带子。 哪里的? 他摸着, 指腹缓缓触到尾端的云纹上, 边上似乎还刻着字。 三点水, 旁边是肾, 这是蓝战的。 魏无羡想, 是蓝望鸡头上的抹额。 那日一眼, 他见过这个, 可怎么会在他手上呢? 昨天的记忆又重现了一下, 在一时彻底进入昏睡前, 蓝望鸡似乎换过他, 让他松开手。 然后, 他就顺手握了个东西, 放了手。 拿走了蓝战的抹额, 会影响到他吗? 蓝室的人, 好像都带着这个。 等他来了, 还给他吧。 魏无羡心想, 想到蓝望鸡, 他又想到另一件事。 他变不出时辰, 以往都是蓝望鸡叫他, 告知他现在是什么时候, 而今天, 他似乎早起了。 不然蓝望鸡不可能不在的。 这样想着, 他干脆放松自己, 数起数来。 反正现在时辰还早, 以前都是蓝望鸡等他醒, 现在也换他等一回。 当数到九十九的时候, 门被轻声扣响, 归整得三声。 魏无羡收了声, 开始漫无边际地想, 蓝望鸡以往都会敲一下门再进来吗? 果然是蓝战啊, 换其他人, 估计早就推门而入了。 敲完门, 蓝望鸡站在原地等了下, 方才推门进入。 床上的人还是昨日的样子, 头侧着朝向他, 眼睛是睁开的。 他微微一正, 换倒, 魏英。 嗯, 魏无羡应声, 道, 早啊, 蓝战。 看了看天, 已经艳阳高照, 快到五十了。 蓝望鸡顿了顿, 还是道, 早。 魏无羡没查出异样, 反而笑着道, 我今日醒得早不早。 蓝望鸡张了张口, 还是没能违心地说出那个早字, 沉默片刻, 道, 魏英, 现在已经四十了。 魏无羡嘴角地笑一鸣, 整个人都愣住了, 四十。 他猛地坐起身, 动作太猛还晃了晃, 被蓝望鸡及时扶住, 整个人却没注意, 犹在震惊, 现在四十了。 那岂不是误了上课的点? 蓝望鸡安慰道, 我已替你请过假, 无事。 啊, 松下口气, 魏无羡放松下来, 道, 蓝老, 先生没说什么吧? 叔父未曾多问, 只让你照顾好身子, 若有不适, 不必勉强。 蓝望鸡道, 魏无羡点点头, 看来我平日的表现, 还是很不错的, 才让蓝老头, 这么容易松了口。 说到这个, 蓝望鸡眼里漫出笑意, 想起了魏无羡在课上表面挺直腰板认真听课, 实则暗地里开小差的模样。 魏无羡坐正身体, 右手跟着移动, 他才想起, 还有手中的模额在, 蓝湛, 这是你的模额吗? 蓝望鸡, 看向被他握在掌心的模额, 应声, 是。 魏无羡道, 昨日不小心扯下了, 还给你吧。 蓝望鸡僵了僵, 眼眸紧盯着他, 声音发紧, 你不想要吗? 魏无羡不理解, 他要这个模额有什么用, 而且还是这么长的, 你要给我。 蓝望鸡全了全手指, 滴滴应声, 嗯, 你想要吗? 话都这么说了, 魏无羡怎么可能不要, 你给我, 我就要。 蓝望鸡说送给他, 魏无羡便把模额缠在腕上, 不然实在不知该放哪去。 蓝望鸡给他这么个私人的东西, 他也不能直接扔一边去。 眼见属于自己的抹额, 被魏无羡一圈一圈绑在腕上, 蓝望鸡耳间泛起红, 低声道, 这样, 不碍事吗? 抹额太长, 魏无羡就算绑上四五圈, 也还有长长一截, 衣袖根本遮不住。 魏无羡摸了摸, 大概估算了下长度, 摇头道, 不碍事。 眼见着他理了理中衣袖子, 任由抹额垂搭下去, 摸索着下地穿衣, 蓝望鸡抿了抿唇, 握住他的手道, 别动。 他将魏无羡左手的袖子往上推, 露出被绑了几圈的胳膊, 稍稍松了松, 将垂下的两段其中一端穿进去, 与还垂着地系了个结, 再放下袖子, 果然盖住了, 只还录着一小段。 蓝望鸡把衣服递给他, 道, 好了。 魏无羡晃了晃, 察觉不到垂到手心的尾了, 再穿上外衣, 那一小段也能被遮住了。 他接过衣服穿上, 蓝望鸡帮他理着衣巾, 动作熟人。 他自然地在蓝望鸡的帮助下穿上衣服, 洗了树, 直到和蓝望鸡一起走出屋子时, 才恍惚间发现, 他和蓝望鸡的关系, 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走得很近了。 尽到, 让他觉得, 蓝望鸡已经彻底地出手可得了。 因着请着嫁的缘故, 魏无羡也不用再去蓝室, 大好时光更不能浪费。 想到昨日没能陪蓝望鸡玩, 今日倒是正好, 便提议和蓝望鸡一起下山。 蓝望鸡自适宜他, 所幸他今日也无要事可做, 便随魏无羡一道, 去了彩衣镇。 听着耳边的吴农软语, 魏无羡有些好奇道, 蓝湛, 你会说姑苏话吗? 我好像从未听你说过。 蓝望鸡是姑苏人, 会是肯定会的。 之所以不说, 便是太软糯了, 与他的性子实在太不相干。 魏无羡也有些想不来那个画面, 但却出奇地想听蓝望鸡给他说姑苏话。 你说一句给我听听可以吗? 蓝望鸡有些为难, 他很少说姑苏话, 但又不愿意拒绝魏无羡, 犹豫片刻, 他低声道, 想不想吃枇杷? 耳根一苏, 魏无羡一时没反应过来, 蓝望鸡真的给他说了。 除了惯有的软糯, 配上蓝望鸡的嗓音, 更有着雌性。 压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如蓝望鸡冲着他的耳廓说悄悄话似的, 整个耳朵都仿佛抹了一瞬。 见魏无羡没有说话, 反而耳朵红了起来。 蓝望鸡轻咳一声, 道, 想不想吃枇杷? 这次没再说姑苏话。 魏无羡回过神, 胡乱地点了几下头, 有些结巴道, 想, 想吃。 蓝望鸡的目光, 在他泛红的耳廓上停留了几秒, 而后一开道, 我去给你买, 在这里等一下可好。 好, 你去吧。 察觉到自己方才的结巴, 魏无羡唾弃了翻自己, 只是一句姑苏话而已, 结巴什么? 一边控制不住地带蓝望鸡走后, 揉了揉耳朵。 蓝湛的声音也太, 词了。 魏无羡想着, 又揉了几下耳朵, 本来消退的红色又被他揉了上来。 他妈的死瞎子, 别挡到。 正出神着, 魏无羡被人猛地从前面推开, 控制不住地往后退了几步缓了充饰, 一下子, 一下子皱起眉朝着声援处转过头。 看我做什么? 看得着妈咪。 瞎了还出来乱晃, 站在这里当木桩, 也不看看站的是哪里。 听声音就听得出来是个汉子, 还该是个体形状的汉子, 边说还边朝魏无羡身上吐了口口水, 被他沉着眉躲开。 魏无羡现在站的位置, 是在两个摊子的中间位置, 既不会挡住买东西的客人, 也不会挡住过路的人, 可以说根本不会碍事。 这人上来就推人, 想来是见魏无羡瞎了眼, 觉得好欺负来找事了。 两个摊子老板没想到, 光天化日之下, 有人竟对一个失明的人做这种粗暴的举动, 愣了一瞬走出来皱眉道, 人家站着又不挡你走路的道, 好生生地坐慎推人家。 这孩子欠你钱了, 还是怎么你了? 话说得这么难听, 摊子主正好是一男一女, 把刚才的景给看了个全。 魏无羡还没出声, 便替他先说了话, 旁的几个摊子的摊主 也一过来视线。 眼见事情要闹大, 汉子冷哼一声, 低声咒骂道, 真他娘的晦气。 没敢再找茬, 台步就要走。 阁下, 撞了人, 该道歉才是。 温润和熙的声音, 指住汉子的脚步, 他扭头正要马, 看到来人的衣服, 却是怎么也发不出声了。 这声音有些耳熟, 魏无羡视探道, 则无君。 蓝溪沉温声道, 嗯, 魏公子在这, 怎不见旺鸡。 魏无羡答, 他去买琵琶了, 则无君怎会在这里。 蓝溪沉道, 储水碎。 话落, 他轻笑一声, 道, 旺鸡来了。 怎么了? 见一个五大三粗的操汉子 站在魏无羡前方, 蓝溪沉又在汉子后面。 蓝旺鸡直觉发生了什么事, 台谋和蓝溪沉对上演。 这个人把这位小公子撞了, 那么用力地一下, 得亏小公子底盘稳, 不然非得摔下去。 没等蓝溪沉告知, 女摊主便先一步道, 看着汉子的眼神满是嫌弃, 这么撞的一个人欺负一个小孩子, 亏你也下得去手。 小孩子三字一出, 正要开口地魏无羡一墨, 到嘴边的话硬生生噎了回去。 对于已经四十多岁方灵的女摊主来说, 魏无羡确实是个小孩子, 但是与之同龄的蓝旺鸡, 确实跟着一墨。 不过, 看女摊主的架势, 想来在她没回来之前, 就已经替魏无羡出过头了。 蓝旺鸡先是道了谢, 而后转向汉子, 冷声道, 道歉。 那人没想到, 随手一推的人竟然是蓝氏的人, 憋了半天才咬牙道, 对, 不, 起。 好没诚意。 魏无羡终于逮到说话的机会, 笑了笑, 道, 我很好奇, 站在这里, 我到底挡了你哪条道? 你。 汉子说不出话来, 顶着蓝旺鸡愈发冷冽的目光, 声应道, 是我没见到路, 一时失守, 对不起。 一时失守。 魏无羡倾笑, 没再多说什么, 对着蓝旺鸡道, 走吧。 总归是个凡人, 千也到了, 没了继续僵持的必要。 蓝旺鸡威一汉手, 一并走到人少的地处。 兄长可是为何而来? 停在一处, 蓝旺鸡看向蓝溪尘, 问道, 蓝溪尘道, 除水碎。 近来彩衣镇不知何时来了许多水鬼, 今日来此打捞, 网钢下水, 只等明日来收。 水鬼, 魏无羡道, 彩衣镇的人水性可好。 彩衣镇淋着水, 这里的人水性自然好。 见蓝溪尘应声, 魏无羡道, 那就不该只是水鬼了。 这是何意? 蓝溪尘挑了挑眉梢, 有些亚然。 魏无羡道, 水鬼认地, 也有领地意识, 三五成群是常态, 但要是太多, 便只可能有更强的东西在了。 原是这样。 蓝溪尘点了点头, 道, 看来得再来些人手了。 他看向蓝望鸡, 笑道, 我便先回去了, 你和魏公子好好玩。 蓝望鸡点头, 魏无羡先前又是在特殊情况下遇到的蓝溪尘, 魏有行礼。 此次蓝溪尘要走, 他便抬手行礼道, 择无君再见。 这么一抬手, 被衣袖掩盖住的抹额露出头来, 蓝溪尘视线一扫, 不由恶然。 他迟疑地看向蓝望鸡, 在自家弟弟那里看到了答案, 轻笑着摇了摇头, 道, 魏公子不必多礼, 明日收网, 若有空, 便一起来吧。 魏无羡眉觉出一样, 直到, 好。 蓝溪尘最后深深地看了眼他, 迈不走了。 等人离开, 魏无羡笑道, 琵琶买好了吗? 蓝望鸡应声, 从袋子里拿了个又大又圆的地给他, 道, 买好了。 魏无羡接过, 抛了几下问, 这是什么颜色的? 听到这个问题, 蓝望鸡愣了一瞬, 很快答到, 橙黄色。 橙黄, 魏无羡有点想不来这个颜色, 他没吃过琵琶, 也没见过太鲜艳的颜色, 想不出来蓝望鸡说的橙黄会是什么样的, 干脆不再继续声响下去, 指父妈撒了下皮, 又问, 是要包皮吗? 蓝望鸡这次沉默的时间有些久, 隔了十几秒才道, 要。 得到答复, 魏无羡指尖用力, 包下一片皮, 察觉到指尖如湿的触感, 他道, 好多汁水, 肯定很甜吧。 蓝望鸡沉默着看他包完整个琵琶, 张了张口, 道, 嗯, 很甜。 话落, 魏无羡便把包好的琵琶放到他的面前, 扬起一张笑脸道, 好了, 你尝尝, 看是不是真的很甜。 蓝望鸡动了动手指, 从他手中接过包好的琵琶, 掰下一半放入口中, 望着蒙着白铃的眼, 缓声道, 很甜。 他又掰下一半, 递到魏无羡嘴边, 轻声道, 张嘴, 魏无羡愣愣了愣, 听话地张开嘴, 蓝望鸡把琵琶喂到他的嘴里, 他一口咬下, 满嘴都是琵琶溢出来的汁。 痴痴笑了两下, 魏无羡道, 魏无羡道, 果然很甜, 甜的人都要化了。 答应了, 答应了蓝溪尘一起去看水鬼的事后, 魏无羡便又有了正大的理由不上课。 次日下山的时间是在陈时末, 魏无羡愣, 魏无羡再次有了睡懒觉的时间, 不过在床上辗转了数十下后, 魏无羡发现一个严肃的问题, 他睡不着了, 俗称失眠, 习惯了傍着蓝望鸡的琴音睡觉, 这次没了那道琴音, 他竟然跟着没了睡意。 现在不知是几时, 魏无羡想跟着以往的作息来猜现在的时辰, 发现根本想不到了, 只能大概推测此时尚未到丑时。 这倒是稀奇了。 魏无羡想, 他真的好依赖蓝望鸡啊。 又是失眠后, 一入睡就会陷入女鬼编织的梦境, 看着那个魏英和自己的父母平安幸福地长大。 魏无羡不觉得那个魏英做的是对的, 但也不能说错, 他只是觉得不应该。 可看着那个魏英, 他又抑制不住地羡慕, 每日便开始强撑着, 直到再也顶不住困意才会睡过去。 后来才知道, 每次入睡的时候, 大多都在丑时, 也便养成了晚睡的习惯。 只要困意上来, 他就能知道是到丑时了。 现在, 早睡了一个星期, 还没有陷入过梦境, 魏无羡承认他有点依赖这个感觉了。 有蓝望鸡的琴音在, 他一直都能睡好。 蓝望鸡蓝望鸡, 都是蓝望鸡。 自从遇到他后, 魏无羡的脑子里, 似乎都遍布着这道身影。 对着一片漆黑躺了片刻, 耳边寂静无声, 魏无羡睁着空洞的眼, 没有丝毫睡意。 他又躺了会, 发现还是酝酿不来睡意, 终于放弃, 支着胳膊坐起身, 对着一片漆黑发着呆。 要不要去找蓝湛? 可他现在应该已经睡了, 不能因为自己去打乱他的作息时间了。 可是, 魏无羡又想起了魏英。 他不想用那种手段博得关爱, 也不想变成魏英那样的人。 但是, 但是如果能让蓝望鸡的目光 更多地注视着自己, 他想, 他可以试一试。 爱哭的孩子是会有糖吃的。 蓝望鸡在哀石钟声敲响后, 准时脱衣上床, 摆出蓝湿标准睡姿入睡。 他睡眠一向前, 门稍有动静便清醒过来, 暗自警惕。 这个时间点, 蓝湿除了夜训弟子都已入睡, 会有谁会来此? 他凝神静听, 听到一声撞击声。 似乎是不熟悉静视的布局, 那人撞得不轻, 轻轻吸了口气。 只是这一点, 蓝望鸡便有了猜测, 起身道, 魏英。 一点动静呼得没了。 蓝望鸡在黑夜里, 并不怎么影响视力, 看得到手握白绫的少年, 僵硬地站在那里, 手不安地蜷缩着。 空洞地掩望着他的方向, 嘴抿着, 看着格外可怜。 他声音不由轻了许多, 编慢着步子走向人, 可是碰到了哪? 魏无羡下意识侧过身, 他的腰磕了下桌子脚, 那一下力道不小, 这下该是轻了。 蓝望鸡心下了然, 看着他道, 让我看看。 魏无羡掐了掐指尖, 点了点头, 闷声道, 嗯。 他本来便只穿着中衣, 只解开衣带便露出了大片的胸膛。 从窗边透过来的月打在他的身上, 映照的肤色更加白皙, 也显得腰间那块轻印更加碍眼。 蓝望鸡下一时促起眉, 抬起手, 指尖欲碰不碰, 轻了。 他沉下眉看着魏无羡, 问道, 为何半夜来此? 察觉到他有点生气, 魏无羡不安地小退了一步, 低下头, 小声道, 没有你, 我睡不着。 他摸索着抓住蓝望鸡的衣摆, 声音更小, 对不起, 你别生气, 我下次不会再这样了。 他这样子, 蓝望鸡本来只有一点的火气, 瞬间消了下去, 叹气道, 我没有生气, 更多的是心疼。 魏无羡仰起脸, 没仰起, 看起来有点小高兴, 真的, 真的。 蓝望鸡放下悬空的手, 道, 在这里等一下。 他转身去拿药, 又把魏无羡带到床边坐下, 蹲着身给他擦药。 温热的指腹, 带着温良的药膏附上来, 魏无羡下一时躲了一下, 轻撕了声。 蓝望鸡停下手, 道, 疼。 不, 不是。 魏无羡脸慢上红韵, 低声道, 痒。 蓝望鸡手指微拳, 耳尖也慢上红韵来, 手一时都不知道该不该继续上药了。 魏无羡动了动, 道, 还是我自己来吧。 不必。 蓝望鸡出声道, 意识到自己回得过急, 他又多加了句, 你不方便, 还是我来吧。 却怎么听, 都有种欲盖弥彰的味道。 魏无羡红着脸点头, 将着身子, 让蓝望鸡给他上药。 腰间敏感, 完全不受控制地抖着, 蓝望鸡看在眼里, 上药的手都有点抖, 受不住地偏开视线, 完全没注意到魏无羡嘴角一闪而过的笑。 狡猾的, 像只狐狸对于自己势在必得的猎物的笑。 上完药, 蓝望鸡松下口气, 边帮魏无羡系上衣袋, 边道, 你边在这里睡吧。 那你呢? 魏无羡问, 还要去偏房吗? 蓝望鸡道, 我在这里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的? 魏无羡不一, 蓝湛, 没有你我睡不着的。 这话说得暧昧。 蓝望鸡张了张口, 接不上话来。 他对魏无羡有非分之想, 和人睡觉难免不多想。 魏无羡虽然对他很依赖, 但蓝望鸡清楚, 这更多的是他第一次遇到的人是他。 如果遇到更多的人, 定会有人为魏无羡折服, 对他好的人将不止一个, 依赖感也会见效。 他不能趁现在占他的便宜。 蓝望鸡纠结着, 魏无羡没听到回应, 低下头, 难过倒, 蓝湛,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不会。 蓝望鸡想都没想, 出声回道, 那你为什么不愿跟我睡? 魏无羡执着道, 是嫌我太爱事了吗? 怎会? 蓝望鸡无奈叹息, 道, 躺好。 知道这是妥协的意思, 魏无羡快速钻进被窝, 头朝着他看着。 蓝望鸡跟着躺好, 伸手附上魏无羡的眼, 低声道, 睡吧。 嗯。 魏无羡眨眨了眨眼, 睫毛呼闪着挠着蓝望鸡的手心, 他小声道, 蓝湛, 晚安。 晚安。 蓝望鸡手心发痒, 对这个人真的从一开始就拒绝不了。 轻摇了摇头, 收回手躺平, 就着微薄的困意入睡。 次日晨时末, 魏无羡跟着蓝氏一行下山, 直奔踩一阵。 闹水鬼的地势在碧陵湖, 须乘船过去。 魏无羡跟蓝望鸡一起, 沿着岸边缓慢地往中心滑。 船高划过水面, 哗哗水声听得人心情舒缓, 魏无羡闭着眼镜听着, 没稍呼动, 指尖绕上一缕漆黑的怨气。 他正要弹出, 又想到什么, 那一缕怨气呼得散了。 蓝湛, 魏无羡唤道, 正在划船的蓝望鸡应声道, 嗯, 怎么了? 魏无羡指了指船, 口中道, 我想喝糯米酒。 先前经过的地方有卖糯米酒的, 当时魏无羡也没说要喝。 旁边的蓝溪尘一过来目光, 蓝望鸡心下了然, 硬道, 好。 他撑船往回转, 带船转到一半后, 伸手勾住魏无羡的腰, 抱着人轻点船言, 一把跃到蓝溪尘的船上。 手中长膏回挑, 先前的船被挑翻过来, 露出底下的三只水鬼。 旁边的蓝氏弟子迅速将水鬼收了, 蓝溪尘收回目光, 亚然道, 无羡是怎么知道船下有水鬼的。 魏无羡笑道, 水声不对。 他一直听着水流声, 稍有动静便察觉到了。 除此之外, 对怨气的感知也让他早在第一时间便察觉到了。 蓝溪尘赞道, 好耳利。 魏无羡笑了笑, 又立马转头看向蓝望鸡, 没扬起, 一副求表扬的样子。 蓝望鸡眼中漫上笑意, 夸道, 很棒。 魏无羡笑得更开心了, 又有点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 看着像是害羞了。 蓝溪尘莫名觉得自己很多余, 迟疑地看了两眼魏无羡腰间的手, 没忍住咳了咳。 蓝望鸡转头对上蓝溪尘意味深长的目光, 慢慢拍察觉到自己的手还搂着魏无羡的腰, 手控制不住地抓了一下。 被他搂着的魏无羡被抓了个正着, 还正好是腰间那块软肉上, 一下子软了腰, 脸上漫上红韵, 手一下子抓住蓝望鸡胸前的衣巾, 发出的声音带着几分脑溢, 蓝战。 蓝望鸡耳朵上的红与他的红旗鼓相当, 分不清谁更红些, 无措地收回手, 道, 抱歉, 我, 没了支撑, 魏无羡腿一弯, 好险撑住了, 脸上红韵更险, 松开手中抓着的衣服, 后退一步站稳, 没事, 魏无羡道, 怀中一空, 蓝望鸡心坠了一下, 又很快恢复自然, 只有耳边, 红霞还在。 蓝西尘在旁看得有趣, 这两个明明心里都有对方, 偏偏不说开, 只维持着现状。 一想到自家弟弟抹额都交出去了, 蓝西尘深觉不能这样下去了, 出声道, 忘机之前, 道从不与人这样亲近, 魏无羡侧头看他, 他淡笑一声, 接着道, 忘机性子冷淡, 若不是无羡, 我倒还见不到这样的忘机, 你于他而言, 是极为重要的。 最后一句是传音说的, 魏无羡空洞的眼闪过一丝光, 心情前所未有的美丽起来, 脑内的怨气似乎波动了一瞬, 魏无羡眸眸光一闪, 似丝光线透进来, 他眨了眨眼, 笑道, 蓝湛, 我又能看到了, 他抬手接下白铃, 空洞的桃花眼漫上星辉, 歪头笑得灿烂, 我又看到你了。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蓝忘机只欣喜一顺便问道, 可有何处不是? 魏无羡摇头, 笑得灿烂, 没有。 他重复道, 一点不是都没有, 我又能看到你了, 蓝湛。 而且, 他顿了顿, 在蓝忘机担忧的目光下继续道, 我感觉这次我可以看见很久了。 这无疑是一个顶好的消息, 蓝忘机由衷地感到高兴, 一向冷淡的面上都染了几分笑意, 细细看着魏无羡的眼, 还不忘道, 若有不是及时闭眼, 不要勉强。 嗯, 魏无羡道, 我知道, 别担心。 蓝忘机细细看着魏无羡的眼, 恢复视觉后, 魏无羡的眼像是解开了一层纱, 明亮透彻, 眼底带着淡淡的棕色, 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眼形极好, 是双极美的眼。 如果这双眼能一直如此, 定是再好不过了。 突然想起一件事, 蓝忘机从乾坤秀里拿出一个琵琶, 递到魏无羡面前, 认真道, 这是琵琶, 橙黄色。 什么? 看着伸到眼前的琵琶, 为无羡愣愣了愣, 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 啊了声, 心一下子软了。 一股说不清的暖流, 猝不及防地流过全身, 他脸上笑意更多, 点头道, 我记住了, 这是橙黄色, 是琵琶, 是, 蓝湛给的琵琶。 最后一句轻得很, 风轻轻一刮, 刮进蓝忘机耳里, 让他的手似被垫了下抖了抖。 猴杰上下动了动, 他低声道, 嗯, 要吃吗? 你给包, 我就吃。 魏无羡道, 他依靠着蓝忘机对他的好, 肆无忌惮地撒着娇, 料定了蓝忘机会给他包好, 还会放到他的嘴边让他吃。 蓝忘机对他这样的要求, 没有一点意义, 收回手, 白皙的指腹微移用力, 扣开外皮, 再一半半剥开。 他包得小心, 但还是免不了流出些汁水, 昨日魏无羡看不到, 现在看得清楚。 一点橙色枝叶顺着皮滑到他的纸上, 一路往下, 流过掌心朝下滴落, 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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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无羡看得眸色渐深, 等到那一半枇杷被递到他嘴边, 他看也没看, 手抓住蓝忘机的手腕, 越过去, 伸舌舔过枝叶流过的痕迹, 顺着掌心一路往上, 最后才咬住枝叶, 叼走的时候, 轻轻吸了口蓝忘机的指尖, 然后才慢慢地放开紧抓着蓝忘机的手, 扬起脸看着他, 缓慢地嚼着枝叶道, 很甜。 他手刚一松立, 蓝忘机便如触电般猛地缩回手, 耳朵通红着后退了一步, 还沾着唾液的手在阳光下显得惊亮, 不住地发着抖。 喂, 鹰, 蓝忘机艰难道, 别这样, 别怎样? 魏无限无辜地眨着眼, 看着蓝忘机拉开的距离, 失落地垂下眼, 道, 你就这么讨厌吗蓝湛? 不, 不是, 过于明亮的太阳照在人脸上, 能把神情看得一清二楚, 更能看清魏无限眼角闪着金光的泪滴, 蓝忘机一下子无措道, 别哭, 没有讨厌, 狠, 狠, 他一咬牙, 道, 很喜欢, 真的? 魏无限抬起脸, 眼前还蒙着水雾, 声音滴滴的, 带着一点哭腔,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讨厌吗? 蓝湛, 隔着那道水雾看过去, 魏无限眼底没有半分泪意, 只有闪着道不明心事的暗光, 蓝忘机丝毫没有注意到, 所有注意力都在自己竟然把魏无限弄哭的事上, 一句话说出来, 再说就顺口了不少, 真的, 没有讨厌, 一点都没有, 他抬手滑去魏无限眼角一点失忆, 认真道, 永远都不会讨厌的, 魏无限眼里的光越来越亮, 握住蓝忘机的手, 阻止他收回, 道, 这可是你说的, 蓝忘机没察觉到异常, 硬道, 我说的, 魏无限这才笑起来, 目光扫向剩下的枇杷, 没再让蓝忘机喂, 自己拿过来吃了, 最后几半喂给蓝忘机, 一个枇杷磨蹭了半天才算吃完, 蓝西尘早已自觉回避, 蓝氏弟子虽都好奇得不行, 但都克制着目光, 悄悄地瞄上两眼, 不敢多看, 也没人吭声说什么, 船只继续安静地滑动着, 越往深处去, 水边越黑, 最后几乎黑成墨水, 完全看不清水底的东西, 魏无限朝下看去, 眼底星红一闪而过, 眉烧青阳, 来了点兴致, 水行渊, 他声音不大, 只有离得近的蓝忘机, 和不远处的蓝西尘听到了, 当下侧目道, 魏公子说, 这是水行渊, 嗯, 魏无限抬起头, 道, 若我判断不错, 那这应该是从别地逃回来的水行渊, 逃, 蓝西尘宁眉想了想, 道, 蓝氏上游没有仙族驻扎, 按理来说, 就算养成水行渊, 也不可能让他逃过来才是, 那便是上游有什么了, 魏无限道, 他眯眼看了看前方, 感觉到一点刺眼, 不动声色地眨了, 挤下眼缓解过去, 牛脸道, 我想去看看, 蓝西尘微愣, 这, 能把水行渊压到这种地步的邪物实在少见, 又没有人能比我更了解怨气, 我去调查, 最为合适了, 魏无限说, 他看了眼蓝望鸡, 笑道, 也不用担心我的安危, 蓝战会陪着我的, 这里的水行渊被那个邪物压狠了, 酿不成大祸, 只是度化需要点时间, 要劳烦蓝先生费心了, 蓝望鸡在他身侧点头, 蓝西尘无奈道, 好, 这里交给我, 你们调查务必注意安全, 以自身安危为重, 嗯, 蓝望鸡欲起见, 一手揽过魏无限, 道, 兄长告辞, 魏无限对着蓝西尘挥手道, 择吾君再见, 再见, 蓝西尘微笑回礼, 等他们走远了, 才回头组织道, 撒网不振, 蓝望鸡带着魏无限, 一路遇见向上游而去, 越往上, 水面越安静, 等到越过瀑布, 四周彻底寂静下来, 魏无限闭眼细细感知着周围的怨气波动, 锁定一个方向, 伸直过去到, 那里, 蓝望鸡顺着他的方向过去, 没过多久, 便感觉到一股压力, 簇霉到, 这里有压制灵力的阵法, 怎会, 魏无限聚起一缕怨气, 朝上方积去, 没有阵法险形, 只有一层薄薄的黑雾, 笼罩着四周险了形, 是怨灵静, 魏无限沉下谋, 道, 这下麻烦了, 能有怨灵静出现, 那么此地之物不必说, 也能看出是个急邪之物, 至少是现在的蓝望鸡难以抗衡的, 魏无限岛, 蓝战, 我们找地落下吧, 剩下的路你, 不能陪我了, 不行, 蓝望鸡带着他落到怨灵静外界, 收起剑, 拒绝道, 此地危险, 我必须与你一同, 不可以, 魏无限难得态度强硬一回, 怨灵静是怨念过于深重, 才凝聚而成的, 有压制灵力的作用, 你随我进去, 便与凡人无两样, 顶多体能强点, 但没有灵力护身, 你会被怨气伤到, 一旦入体, 后果不堪设想, 那你呢魏英, 蓝望激励声道, 我必须保证你的安全, 如果有后患, 那我便回蓝氏求助, 此事交于蓝氏负责, 你也不必冒险, 我不会有事, 魏无限指尖宁气一股怨气, 他一指丹田的位置, 道, 我有他在, 怨气越深重, 对我反而越有利, 但是蓝氏, 你体内无怨气, 对于这些承受不得, 就在这里等我好吗, 我很快出来, 不会让自己有任何事的, 在关乎到魏无限安危的问题上, 蓝望激半点不退步, 不好, 魏英, 我随你一起, 魏无限张口还带说, 引在一旁看戏的三姐妹, 嬉笑出声, 打断她未出口的话, 粉衣翘声道, 魏小线, 你是不是忘了, 还有我们在? 红衣抱着手, 以靠在树干上慵懒道, 你我们不用管, 这个小郎君, 我们三鬼还能护不住不成, 绿衣浅笑, 看来这么些天不见, 无限已经要彻底忘记我们了, 满心都扑在了这郎君身上, 没来得及出口的话, 被反堵回来, 魏无限噎了一下, 有些心虚地摸了摸鼻尖, 老实说, 他还真有些忘了, 粉衣一看他这样子, 就知道是心虚了, 翻了个朝天大白眼, 扭头上上下下看了看蓝忘记, 撇嘴, 除了张脸, 也不知道到底是哪点让你这么惦记, 连姐姐我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蓝战他很好, 魏无限反驳一句, 也知道这事是他自己做的不对, 补上道, 这次是我知过, 不过姐姐们不是在方清那里吗? 再怎么说, 魏无限也不可能真没看过他们仨的位置, 上个星期出来的结果, 是在第一次叶列的山头, 也就是方清那里, 之后便没再查过了, 更不清楚这三姐妹是何时来的, 三鬼也清楚魏小线的脾性, 粉衣冷哼一声, 我们三天前就来了, 这地方邪门得很, 我们进去三次都没能继续深入, 最里面有个石门, 我们三人破不开, 正想着去蓝室找你, 你就自己来了, 那倒正好, 魏无限笑, 这下蓝战该放心了, 蓝望鸡脸色确实缓和了很多, 没再那么紧绷着, 但仍是面无表情, 心里对魏无限想要置身涉险的行为, 感觉到的气氛半点未消, 魏无限敲摸摸看他两眼, 又自我反思了下, 觉得这茶算是过去了, 正是在急, 他也没再多想, 抬手截了个印, 给蓝望鸡做了层防御罩后, 带头往里走, 这事, 蓝望鸡抬手戳了戳环住他的黑色薄罩, 发现这居然是实体的, 被他戳了两下, 还流动了一番, 一缕黑雾冒出来, 缠了缠他的手指, 魏无限解释道, 这是我的怨气, 有了他你就不会被别的怨气入体了, 但是免除不了怨灵静带来的灵力压制, 蓝望鸡定定地看了他片刻, 逼声道, 方才你却未说, 魏无限哑然, 辩驳不了, 干脆闷声往前走, 粉一乐地看魏无限吃别, 毫不留情地笑出声, 嘖嘖道, 你也有今天啊魏小县, 魏小县有错在先, 不敢辩驳, 一个人走在前面默默探路, 踏入怨灵静后, 蓝望鸡的境界, 直接被压入到助击期, 虽然暂时没了金单期的修为, 但已经好了很多, 起码保证能够防身, 魏无限显然也是知道的, 察觉到蓝望鸡看过来的视线后, 加快脚步, 半点声都不敢知, 他能感觉到, 蓝望鸡是生气了, 还是很难哄的那种, 粉一边飘边笑, 连带看蓝望鸡也顺眼了不少, 绿衣看了看前方, 瞥见一颗弯着腰的枯树, 对魏无限倒, 停下, 魏无限顿住脚步, 回头带问, 绿衣已经先一步解释到, 前面是岔路口, 红衣拂袖甩出一根血红的指甲, 钉入枯树弯着的腰中, 纳树活了斑, 左右甩了甩, 发出一阵阵难听刺耳的尖音, 等停下来时, 弯腰的方向变了, 走吧, 魏无限点头, 继续走, 经过枯树时他问, 往错误的路探进去, 会有什么, 粉一嫌弃道, 几具腐烂的虫子, 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魏无限住了嘴, 一对人安静地往前走, 这气氛静得实在没意思, 往常魏无限走到哪都可以说, 现在这么安静, 粉一一下子不习惯了, 魏小线, 他飘着, 眼看魏无限回头看他, 才接着道, 要吃糖吗? 魏无限眼神疑惑, 不太相信, 粉一一下子会这么好心, 不信啊, 粉一自证清白, 从袖子里掏出一颗糖, 递给他看, 你看看, 这糖可甜着很, 我从方青那里拿的, 过了这村, 可就没这店了, 你吃不吃? 绿一浅笑出声, 魏无限直觉有诈, 微笑道, 我就不吃了, 你吃就好, 眼看到手的鸭子飞了, 粉一委屈地看向绿一, 姐, 你怎么这样? 绿一摸摸他头, 解释道, 正是在即, 等出去你再让他吃, 不然半路跑回去, 耽误时, 到底什么糖, 能让他行到半路往回走? 红衣挨到他边上, 敲摸摸道, 是那几个虫子做的奶糖, 能让粉衣嫌弃成那样的虫子,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物, 这鬼还把这种东西做成糖, 专门来坑他, 思, 女人心, 不可测, 尤其是不知道活了几年的, 这报复心里太浓了, 魏无限瞥了眼粉衣收起来的糖, 默默打了个冷战, 这东西吃下去, 大事不可能有, 小事绝对免除不了, 继续往前走, 接下来相安无事, 粉衣也没再闹他, 想来是接受了绿衣的意见, 出去后再把旧账算一算, 魏无限为出去的自己点根辣, 点完才想起来, 自己的处境也没好哪去, 光一个在后面散发着冷气的蓝忘机, 就够他受得了, 这次把人惹得太狠了, 魏无限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哄, 知道蓝忘机是担心他, 可他也真的不想让蓝忘机涉险, 如果不是三鬼来得及时, 他肯定要和蓝忘机继续争辩下去, 蓝忘机的神色冷得吓人, 魏无限认识蓝忘机以来, 还是头一次见到他这么冷的神色, 还是对他, 想到这里, 魏无限垂眸, 心情一下子聋了层雾, 再开不起心了, 他又感觉到眼睛有点刺痛, 眼前的景象渐渐变昏, 直到一片漆黑, 他浅浅吸了口气, 咽下了和蓝忘机说的念头, 有些自虐地想, 这下蓝忘机该更气了, 眼看不见, 便只能留意着周围的动静, 他似乎听到红衣喊了声, 小心脚下, 但那音太小, 等他反应过来时, 才后知后觉地察觉到, 自己被怨灵付住了双腿, 耳边似乎又响起了什么声音, 但他除了能判断一下男女外, 压根听不清什么, 这下倒是好了, 魏无羡笑出声, 又瞎又聋, 和一个废物, 也快没什么区别了, 他感觉到脚下的怨灵, 蹲下身, 凭感觉摸到他的头颅, 几根稀疏的头发在他掌下, 他轻笑一声, 微一用力, 婴儿模样的怨灵, 连声都没发, 便直接消失在了他掌心, 魏婴, 蓝忘机瞳孔皱缩, 不是因为魏无羡灭了那只鹰鬼, 而是魏无羡身后,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人, 变故发生得太快, 红衣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 魏无羡对周围怨灵像是什么也没感觉到的, 继续往前走, 几只怨鬼身指响锁他猴, 被蓝忘机持避尘隔开, 他只能使住机器的修为, 灭不了这里的任何一只鬼, 只能持剑挡住厉鬼不断的攻击, 红衣的指甲是最厉的武器, 他身形如鬼魅, 几下就清干净了魏无羡周围的鬼, 绿衣和粉衣则解决周边的走失, 三鬼分工明确, 很快解决完, 蓝忘机收剑快步走向魏无羡, 伸手想拦下他, 被红衣一下子挥开, 红衣血红的指甲 往魏无羡脚前的地面一定, 灭掉一只隐藏的鹰鬼, 他促起眉, 对魏无羡这样子有了极不好的猜测, 出声喊道, 挨鹰,小心脚下, 魏无羡完全没听见似的, 被怨灵覆住了脚, 果然, 红衣冷下眉眼, 血红的指甲自指尖弹出, 却定了个空, 魏无羡在他之前, 动手灭掉了这只鹰鬼, 一个跟魏无羡一模一样的人, 站在魏无羡身后, 与魏无羡不同的时, 那人的眼睛是明亮的, 而蹲下身的魏无羡, 双眼是暗的, 那时, 粉衣双眼微缩, 不可置信道, 心魔, 他怎么会出来? 魏英似乎听见了, 有人在喊他, 偏头冲他们笑了下, 然后在粉衣不可置信的目光下, 缓缓附上魏无羡的身体, 蓝忘机直觉有意, 又听粉衣脱口而出心魔二字, 心知这对魏无羡来说是极不好的东西, 但现在的他压根无法制止, 一身魏英换出后, 心魔已经消失了, 红衣警惕着, 指尖捏着一根红到发黑的指甲, 叙事待发, 绿衣柳眉微醋, 一直挂在嘴边的浅浅笑意, 消失殆尽, 在一众各异的目光下, 魏无羡像是毫无所觉的, 缓缓直起身, 他拍了拍衣摆垂落到地时, 沾染的一点灰, 垂下的眉眼, 不知为何, 总有种脆弱感, 这种感觉在他彻底抬起脸后, 愈发明显, 粉衣清吸口气, 太好分辨了, 魏无羡眉眼间一直是带着笑意的, 即便是最初的时候, 那时他的脸色固然苍白, 却又难藏一种对生活的期盼和坚定, 仿佛是一朵受到风吹雨打的向日葵, 虽然被吹得像是随时要折肢, 花瓣也掉落不少, 但依旧等着阳光, 在光出现后迅速恢复, 向阳而生, 心魔魏英则不同, 他是魏无羡的负面, 比起魏无羡, 他才是真正的, 会利用自身优势来博得自己想要的人, 粉衣不太理解, 魏无羡明明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几夕之间就被心魔占据了, 魏小线先前也没发生过意外啊, 除了那次, 想到曾经那一幕, 粉衣皱眉摇头, 把那一幕甩出去, 看着看起来一副病弱样子的魏英, 心里的厌恶感越来越重, 冷声道, 滚回去, 姐姐, 魏英垂下眼, 眼睫不安地颤动着, 看起来脆弱又无助, 我, 我不是故意的, 粉衣看得一股无名火冒起, 怎么也想不通一模一样的脸, 魏英是怎么把这么好的一张脸给妖魔化成这样的, 明明魏无羡做起来就很自然, 让人看得心生怜惜, 这人一做就让人反感得不行, 哦不, 这甚至不能说是人, 早就知道这三鬼功不破, 魏英恶行过后就转移了目标, 自带水光的眼看向蓝忘机, 软声道, 蓝战, 话出口, 蓝忘机还没如何, 他先一步感受到了脑部的刺痛, 则, 好心情瞬间被破, 他低声骂道, 这个疯子, 蓝忘机早从周围人的反应, 和刚才那一幕, 判定出了眼前人并不是魏无羡, 应该就是魏无羡的心魔, 作为修仙者, 他自是知晓心魔是什么东西, 但却未料到魏无羡居然会有心魔, 而且, 还是这样子的心魔, 从三鬼的反应能看出明显的厌恶, 尤其是粉衣, 那种嫌恶的眼神几乎化为实质, 射向魏英, 恨不得扎死他, 魏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魔出现呢? 蓝忘机想不通, 魏无羡平时的样子太正常, 他比很多人都要开朗, 即便眼不能视雾, 依旧有着很大的热情, 那层白灵唯一起到的作用, 好像就只是遮挡一下那人过分明亮的眼睛而已, 心魔却在这时告诉他, 不止, 那层白灵遮掩住的, 不只是那双眼, 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 担忧被强行压下去, 蓝忘机不喜这个强占魏无羡身体的心魔这样换他, 没皱起的那一瞬, 他先看到了心魔痛苦的脸, 红衣松了口气, 对他解释道, 是阿线, 魏英符额稳住剧烈波动的石海, 被魏无羡这一手整得满心烦躁, 在石海里同他骂道, 你疯了, 我说过, 魏无羡看起来不比他好多少, 即便在石海里, 眼睛也是不了雾了, 还往下躺着血, 但他却毫不在意, 你没有资格动他, 你他, 脏话说到一半又被压下, 魏英冷笑一声, 对着这个快要彻底瞎了的人嘲弄道, 只是一个态度就让你心神动荡, 蓝忘机对你就那么重要, 他也不等魏无羡答话, 再次冷笑一声, 从石海里出来, 只在最后警告道, 如果你不想真的变成一个瞎子, 就不要再用怨气来攻击石海, 魏无羡没有回应, 那双空洞的眼却直直地望向他, 心魔无端打了个冷战, 在睁眼看到蓝忘机时, 原先的念头全都没了, 收起那一脸娇滴滴的小白花一样的表情, 一脸冷酷道, 不想魏无羡出事, 就继续走, 别打任何想把我压制住的念头, 我想你们也不愿意看到, 真正的他出来后的那副样子, 听他这么说, 一朵阴云一下子压在了三鬼艺人上, 绿衣冷谋道, 他如何了, 魏英戏谑的挑眉, 你猜猜看, 他瞥见红衣藏于指尖的暗红指甲, 丝毫不拒道, 你要是不怕这一下, 直接让他变成废物, 那就来, 他站着魏无羡的身体, 红衣也真不能拿他如何, 只是听他这挑衅的语气, 难免被激起几分火气来, 尖利的指甲猛地弹出, 直射在他脚前的地面上, 入土三分之二, 只留最后一部分, 还冒着头, 可见这一击之重, 魏英低吸口气, 后退了一小步, 抬眼对上红衣冷立的目光, 又想起石海里的疯子, 不敢再造次了, 他从鼻腔里哼出声, 转身自顾自往前走, 不再管身后的人和鬼, 只想赶紧离开这, 然后被拦住了, 蓝望鸡冷声道, 把魏英还回来, 鉴于魏无羡不要命的警告, 心魔现在对蓝望鸡没有一点兴趣, 听到他的话, 颇觉好笑, 还回来, 他重复了一遍, 脸上带着明晃晃的痴笑, 蓝二公子不妨想想自己做了什么, 再来向我讨还魏无羡, 我只不过是在他怨气波动时, 小小地加了把力, 往常这点对他来说, 不会有任何事, 这次却这么轻易地, 就被我占据主权, 蓝二公子, 你功不可没啊, 心重重一跳, 蓝望鸡压制住自己隐隐发颤的手, 紧捏着碧尘的手, 用力道抱起青筋, 才勉强稳住声音, 男男道, 因为我, 他在脑子里一遍遍翻来覆去的回忆, 除了因为担心引起的闷气, 从而很少李魏无羡这点外, 找不到其他的了, 他不敢相信魏无羡会因为这一点产生情绪波动, 然后被蛰伏的心魔占据主权, 魏英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这副样子, 感觉到满意, 为了防止石海里的家伙, 继续不要命, 他还在里面反劝着他, 蓝望鸡对你再好, 也始终没有放在第一位, 你不妨适当地表现出你的占有欲, 让他知道你也不是那么无私的, 省得他以后像爹娘一样离开, 本来叙事待发的怨气, 因为他的最后一句话, 停住, 想到爹娘, 魏无羡眼角又躺过红意, 这人快要坚持不住了, 心魔恶劣地想, 可惜自己这次没办法亲眼目睹魏无羡陷入幻境的绝望, 在无边的亲人逝去和孤独一人中慢慢被逼疯, 虽然直到现在这也没有成功过, 趁魏无羡顿住的空荡, 魏英接着对蓝望鸡嘲笑道, 蓝二公子不会没看懂这个疯子对你的感情吧, 你倒是真的不在乎他, 连他的眼睛不足以支撑他这么长时间事物都不知道, 这下好了, 他离彻底成瞎子又进了一步, 蓝望鸡脸色煞白, 直到这一刻才清晰地意识到一件事, 魏无羡真的很会伪装, 他慢慢地回想起从初遇到现在不仔细注意根本察觉不到的细节, 从那人一开始潜藏的示弱, 到后来一次又一次看似不经意实则故意地小心死, 从垂眸示弱到红灼眼尾去, 明里暗里, 似乎都在告诉他, 魏无羡本来就不只是自己所看到的那样, 他有更深的东西藏着, 而自己从来没发觉, 心魔对蓝望鸡这副样子不能再满意了, 他最喜欢看人接受不住现实的样子, 蓝望鸡这次肯定对魏无羡的认知颠覆了一下, 怕是根本不相信自己有意的人会是一个暗地里耍心机的人, 虽然魏无羡所有的心机都是为了和他更亲近, 他会怎么做呢? 心魔想, 会离开魏无羡吗? 就像他的爹娘一样,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好玩了, 这人肯定会彻底疯了的, 陷入挣扎边缘的魏无羡, 察觉到了心魔这番话后来自蓝望鸡的漠然, 一种熟悉的感觉慢上来, 他脑子空白一瞬, 彻底被拉入了幻境里, 石海里的威胁消失, 魏英不动声色地松下口气, 等着蓝望鸡的反应, 他如何了? 沉默片刻, 他听到蓝望鸡哑着声音问他, 探究的视线上上下下打亮了蓝望鸡一番, 魏英发现这人并没有他期待的表情, 反而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 表情又恢复到了一贯的面无表情上, 他眯了眯眼, 随口道, 快死了, 冰冷的视线扫向他, 一股寒意出现, 心魔打了个冷战, 竟然对突然变了脸色的蓝望鸡产生了巨异, 绿衣和红衣对视一眼, 理清了魏无限变成现在的原因, 绿衣对蓝望鸡道, 他只是陷入幻境了, 现在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蓝望鸡没有丝毫放松, 继续追问道, 什么幻境, 等他出来了, 你自己问他, 红衣想到魏无限竟会因为蓝望鸡, 而出现心神失守的情况, 对蓝望鸡都带上了火气, 虽之不能怪他, 态度也实在好不起来, 蓝望鸡收了声, 将所有担忧埋在心里, 面色更加冷淡了些, 那便继续走吧, 魏英狐疑地扫了扫他, 似乎不太相信他这么快就妥协了, 他看不懂蓝望鸡的表情, 也不愿再浪费时间, 索性不再多想, 越过蓝望鸡往前走, 在越过的那一刻, 他听到了耳边响起的轻微破空声, 雷达疏地警响, 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只感觉到后颈微痛, 意识便昏沉了下去, 眼前暗下的那一刻, 魏英不可置信地想, 蓝望鸡居然使阴招, 动作利落迅速地打昏心魔, 蓝望鸡对着没反应过来突发变故的三轨道, 回蓝室, 话落, 不等三轨反应, 弯腰打横抱起昏过去的人, 快步往外走, 不知道魏无羡是什么情况, 但蓝望鸡知道, 这人的状态很差, 必须得马上回蓝室才行, 红衣觉得这一幕有些眼熟, 前不久好像就见过一次, 她也不动手蓝蓝望鸡, 跟着往外飘, 看着蓝望鸡快步走着, 最后几乎快要跑起来的身影, 突然想, 魏无羡对蓝望鸡来说, 应该很重要, 至少比心魔想的那点筋量重多了, 回蓝室的过程中, 绿衣向蓝望鸡 简单解释了下魏无羡的情况, 蓝望鸡全程一言不发, 只能从她逐渐收紧的动作 来看出她的情绪波动, 魏无羡的情况从很早就这样了, 绿衣讲道, 她七岁就接了鬼单, 那时她误入乱葬岗, 被怨气入体, 中鬼围困, 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她引导怨气顺着经脉流转, 最后结成单元, 但她的情况并没有因此好转, 或许是怨气入体, 导致她陷入了幻境, 失去双亲的阿英, 在幻境里见证了另一个自己, 通过各种手段拦下父母的冒险, 从而使他们安稳地活着, 陪在自己身边, 而她却只能一次次看着双亲离开, 长期的幻境折磨着阿英, 而心魔, 就是在这一次次的幻境里诞生的, 脑部的怨气是心魔作祟, 心魔一日不除, 它便会一直如此, 它与心魔斗争了数年, 直到遇到你, 才迎来了好转, 蓝忘机, 眼见到了蓝湿山脚下, 绿衣停下, 漆黑的双眼直直盯着她, 我不希望她的希望, 在你这里二次破灭, 蓝忘机直到这时才有回应, 她抱着怀里人, 浅色的眼丝毫不惧地直视回去, 我不会让她再陷入这样的情况, 她笃定道, 绿衣看着她往上走的背影, 漠然片刻, 道, 最好如此, 她向蓝忘机省略了很多细节, 比如说, 幻境是他们诱导的, 比如说, 一开始, 他们就是想要魏无羡死的, 再比如说, 魏无羡第一次希望破灭, 就是因为他们, 在以为自己得到救赎, 已经开始贪恋这种美好后, 却又发现这些事曾经想杀死自己, 和现在在利用自己时的恶鬼后, 魏无羡的希望就已经破灭了, 蓝忘机带着魏无羡一路直奔进食, 途中又叫弟子前去找医师, 等到将人安置在踏上后, 他才后之后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僵硬, 可能是维持一个动作久了, 再加上离开怨灵境需要缓冲, 而他全然不顾地全力遇见, 致使现在灵力运转至色, 上半身又僵又骂, 他没在意这些, 只是垂眸看着魏无羡的脸, 心里的疼几乎要压不住, 医师很快过来, 随行地还有察觉到动静的蓝希臣, 不等蓝希臣发问, 蓝忘姬先解释道, 魏英陷入了心魔幻境, 心魔? 蓝希臣惊道, 魏公子怎会有心魔? 从他接触的这几天看来, 魏无羡完全不像是会有心魔的样子, 蓝忘姬沉默片刻, 低声道, 因为怨启何, 双亲? 蓝希臣哑然, 他向纳策偏了偏头, 最后收回视线, 不再多言, 和蓝忘姬一起等待着, 医师诊卖了好一会, 神色越来越凝重, 最后收起手, 沉生道, 这孩子的状态很差, 他现在陷入了幻境里, 只靠自己, 怕是很难出来, 而且眼睛的伤势加重了, 还有听觉, 听觉怎么了? 蓝忘姬急怯道, 他听医师说出眼伤加重后, 心里就被刺了一刀, 如今又听听, 听觉出了问题, 一下子就想到了那时魏无羡反应慢的情况, 我不能确定, 医师摇头, 只能等他醒来再看, 要怎么样才能帮他出来? 察觉蓝忘姬状态不对, 蓝希臣提前出声道, 医师宁眉想了想, 道, 我记得古市里好像有一物, 可以使人进入同一个梦境里, 加上阵法辅佐, 应该可以进去将他唤醒, 何物? 蓝忘姬问, 香炉, 医师答, 我这就去找, 得到答案, 蓝忘姬道谢后, 匆匆向外走去, 蓝希臣没有跟过去, 直到蓝忘姬身影消失, 他才向医师问道, 会有风险吗? 会, 医师知道蓝希臣在担心什么, 也没瞒着, 旺姬如果没有把他唤醒, 那就要跟他一起困在里面, 直到他自己醒过来, 说完, 他见蓝希臣眉宇促起, 笑起来, 安慰道, 不用那么担心, 我相信旺姬能够唤醒他, 而且, 这小子明显对旺姬来说很重要, 你也不可能阻止他设这个险的, 我知道, 蓝希臣无奈叹息一声, 蓝旺姬都已经将抹额给出去了, 那么魏无羡就算是半只脚踏进蓝家了, 他蓝室肯定蓝不住的, 也不会蓝, 只是心魔幻境, 怕不是那么好摆脱的, 待蓝旺姬拿到香炉回来后, 医师已经把阵法画好了, 悬空在床的正上方的阵法一闪一闪, 复杂的纹路看得人眼韵, 蓝旺姬只看了眼, 便收回视线, 将香炉放到床边的桌案上, 躺下吧, 医师知道他着急, 也没拖着, 指了指床, 示意蓝旺姬躺上去, 蓝旺姬没犹豫, 合一躺在魏无羡旁边, 他侧头看了眼魏无羡苍白的面孔, 像是要把这刻在心里, 而后转过头闭上眼, 等待医师点燃香炉, 随着青烟冒起, 上方的阵法大亮, 朝床上的两人落去, 听着蓝旺姬的呼吸放缓, 蓝旺姬呼出口气, 道, 麻烦三叔了, 小事, 医师收好东西, 拍拍蓝旺姬的肩, 道, 不用一直守着, 心魔幻境不好出, 这一番怕是要个几天, 先去解决别的事吧, 蓝旺姬点头硬道, 嗯, 水行渊的事还未处理, 他即便不放心, 也不便留下, 宋医师离开后, 他竟站了片刻, 最后和上门, 离开了静视, 蓝旺姬睁开眼, 一时竟有点分不清哪是啊, 耳边是刺耳的尖嚎声, 几乎要把人的耳膜给喊破, 重重鬼影闪现, 他的视线数次被阻, 最后才看到了人影, 一个幼小的身影, 抱着头, 拳着身子, 躺在被鬼围困的正中央, 蓝旺姬一下认出来, 那是魏英, 幼年的魏英, 他静静地蜷缩在那里, 周围的尖嚎似乎与他无关, 只能从微微颤抖的身子才能看出, 他在害怕, 蓝旺姬张嘴, 尖色道, 魏英, 鞭门的胸腔, 随着这句出口后才迎来了回温, 蓝旺姬不知何时平住了呼吸, 不想惊吓到人似的, 将声音放到最低, 一步一步向人走过去, 他的手微微发颤, 周围的鬼影随着他的一步步靠近, 逐渐消散, 到最后, 这一方天地, 便只剩下他和幼小的魏英, 听到有人声唤他, 小魏英抖了抖身子, 慢慢地放开抱着头的手, 睁眼看过来, 那是一双黑漆漆带着水雾的眼, 又瞳得眼睛大些, 水淋淋地望着人时, 仿佛受了千万个委屈, 让人一眼看过去, 就忍不住心软, 蓝旺姬蹲下身, 放轻声音, 换倒, 魏英, 小魏英静静看着他不说话, 眸清澈澈地一直盯着他看, 像是要看出朵花来, 蓝旺姬不闪不闭地回看回去, 直到听到小魏英开口, 怯声声地问他, 你是来找我的吗? 他问完, 似乎又觉得这个不太可能, 自我否定地摇了摇头, 却又想到蓝旺姬换了他的名字, 你刚刚叫了我的名字, 他不确定地小声问, 所以, 你是在找我吗? 蓝旺姬开口想说话, 却发现喉咙干涩的厉害, 他咽了几口唾液, 才勉强能发出声音来, 却又哑得不行, 嗯, 我是来找你的。 他看着眼前的幼童, 轻声道, 你愿意跟我走吗? 小魏英的眼睛亮起, 期待不加掩饰, 语气也明亮起来, 真的, 你真的要带我走? 嗯, 蓝旺姬道, 可以吗? 可以, 我愿意跟你走, 你带我离开这里好不好? 我想去找阿爹和阿娘。 蓝旺姬被小魏英期待的眼神看着受不住, 明明他根本没有办法带他去看阿爹阿娘, 却不敢出声打击小魏英, 他不想看到小魏英眼里的光暗淡下来, 于是他伸出手, 想要拉他起身。 小魏英没敢借他的力道站起, 而是自己爬起来, 对着想要靠近的蓝旺姬道, 脏。 他的衣服上和脸上都是灰尘污渍, 而蓝旺姬一袭白衣, 即便在这种环境下也是干干净净的, 小魏英不敢靠近他, 就怕将自己的脏蹭上去。 蓝旺姬被他的董事惹得心疼不已, 他拿出帕子一点点擦干小魏英的脸, 认真道, 不脏。 小魏英搅着手指, 小声道, 真的吗? 蓝旺姬点头, 真的。 那, 小魏英眼睛更亮了些, 他仰起脸, 期盼地看着蓝旺姬, 现在可以牵手吗? 可以。 蓝旺姬没忍住, 伸手揉了揉他的头, 小魏英的头发乱糟糟的, 蓝旺姬一点一点给他理好, 然后将手递过去, 道, 牵手。 小魏英生怕他反悔, 立马握了上去, 抓得紧紧的, 一直提着的心落了下去, 对着蓝旺姬扯出个大大的笑, 高兴道, 我们可以去找阿爹阿娘了吗? 嗯, 蓝旺姬不知道怎么将谎原下去, 只能先将小魏英带离这里, 他牵着小魏英往前走, 没走几步周围的场景就淡了下去, 而后进行重组, 浮现了另外一幅画面, 藏色散人和魏长泽将糖葫芦递给刚睡醒的魏英, 商量着道, 阿英, 阿爹阿娘, 有事要出去一下, 你在这里等等好不好? 小魏英下意识抓紧了蓝旺姬的手, 觉得这一幕有些熟悉, 却又想不起来, 那边的魏英不肯接受, 缠着他们留下, 怎么样都不肯让他们去, 于是藏色散人和魏长泽就当真没有再去了, 画面再次消散重组, 本该没有去的藏色散人和魏长泽还是去了, 他们去了, 然后再也没有回来了, 小魏英抓着蓝旺姬的手越来越紧, 身子也开始颤抖起来, 他总觉得自己忘记了什么, 大脑却抓不住任何东西, 他想向转身走的爹娘喊一句别去, 他不想让他们去, 他看着和妖兽缠斗的爹娘, 想要冲出去拦住, 被蓝旺姬制止了, 蓝旺姬蹲下身抱住他, 宽厚的手掌挡住他的视线, 在他陷入恐慌后用一罐清冷的声线道, 不怕魏英, 他安抚道, 我在, 我在, 小魏英的身子颤抖着, 恍惚中听到了一句这是我的爹娘, 不是他们的, 那是来自另一个他说的话, 于是他没有失去爹娘, 而他失去了, 爹娘, 他早就失去了, 迟迟想不起来的东西, 一下子砸向他, 魏英被砸得头昏脑胀, 身子颤抖得愈发厉害, 他紧紧抓着蓝旺姬的衣服不放, 听着蓝旺姬一声接一声的我在,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掉个不停, 一滴滴砸落在地, 又像砸在了蓝旺姬的心里, 疼得不行, 他不住地用自己笨拙的方法安抚着, 一遍遍倒, 没事了魏英, 有我在, 别害怕, 有我在, 别害怕, 魏英的眼泪掉得更狠了, 他抓得越来越紧, 终于从浓重的哭腔里, 憋出一个重重的音, 恩, 时隔这么多年, 他终于再一次听到了那句话, 有我在, 别害怕, 这次, 他是真的有人护着了, 不再是以利益为基础的诱骗, 而是真真正正地被人护着, 被人疼着, 小魏英抬起脸, 对着蓝旺姬笑道, 哥哥, 我们走吧, 去哪里都好, 只要你在, 因为这样, 我也是有家的人了, 魏无羡缓缓睁开眼, 脑海里飞速掠过几个模糊的片段, 他感觉石海里前所未有的清明, 好像有一直压着他的东西散了, 静默片刻, 他在脑内患倒, 魏英, 心魔半点动静也无, 一个念头突兀地冒出来, 让魏无羡迟钝地眨了眨眼, 他依旧看不到东西, 可他确定, 心魔不见了, 脑内的怨气消散了, 一直压着他的东西也没了, 魏无羡慢慢地回想起自己昏迷前的事, 他被蓝忘机的冷淡刺到, 自己也没想过会那么敏感, 就那一瞬息的事, 就被早已蛰伏的心魔抓住破绽, 强烈地怨气席卷, 让他失去了听觉, 然后就被占据了主权, 最后, 又在蓝忘机那一刻沉默中, 被拉入了幻境, 那个幻境自小折磨着他, 他早就习惯了, 只不过在里面他的心智会回到小时候, 被迫受着幻境里的一切, 所以这个心魔才迟迟不孝, 如果他清醒着度过一切, 或许他会很平静地接受, 因为这已经过去太多年了, 他也知道, 即使真的重来, 他也不会做出幻境里那个未应所做的事, 只不过受着长期的催眠, 他确实会了一些未应的手段, 大部分都用在了蓝忘机身上, 而蓝忘机也已经知道了, 不仅知道, 还进入他的幻境把他带了出来, 帮他彻底削了心魔, 魏无羡浅浅地吸了口气, 又缓缓呼出, 开口换道, 蓝战, 他没有听到一点动静, 但却感觉到手被握住了, 蓝忘机刚醒, 听到魏无羡唤他立马应声, 只不过声音里还带着些许哑异, 我在, 魏无羡没有听到, 不过没关系, 他知道蓝忘机在就行了, 他安静下来, 手却张开, 五指凭感觉和蓝忘机交叉像我, 蓝忘机侧头看他, 试探道, 魏英, 魏无羡眉眉英, 他抿了抿唇, 不死心地接着换道, 魏英, 魏无羡的眼睫颤了颤, 他察觉到什么, 扭过头来, 蓝战, 你, 在叫我吗? 蓝忘机和那双没有亮光的眼对视片刻, 抬起手, 连带着魏无羡的手也抬了起来, 然后一笔一画地在他手背上写, 嗯, 手指抹撒过的感觉有点痒, 魏无羡眉颤了颤, 而后垂下眼, 静默片刻, 他又道, 蓝战, 谢谢, 蓝忘机一字字写道, 你不必对我说这个, 魏无羡又安静下来, 如此躺了片刻, 蓝忘机在他手背上写道, 我去找医师, 很快回来, 魏无羡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 蓝忘机的手一点点抽离, 这个松开的动作很慢, 说不清是谁在留恋, 或许两人都有, 察觉温暖离开, 魏无羡手指拳了拳, 轻轻抓住蓝忘机最后一点指尖, 蓝忘机动作顿住, 魏无羡小声道, 蓝战, 我会好的, 对吗? 他空洞洞地眼直直朝蓝忘机看来, 是难得流露出的脆弱, 小心翼翼地发着音, 令蓝忘机本就魏平的心在起波澜, 他握住魏无羡的指尖, 一笔一画地在他手心写道, 会, 等我, 魏无羡被痒得色缩了下, 笑了, 不是平时那般张扬地笑, 而是很淡很淡地笑, 浅浅地, 仿佛一吹就散, 他带着一点笑意道, 嗯, 我等你, 世界一片寂静, 魏无羡看不到任何东西, 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在一片黑暗里, 他唯一感受到的, 就是身下柔软的触感, 唯有这个, 才让他有了一点实感, 心魔居然真的消失了, 魏无羡在黑暗里想, 好歹和他揪揪缠缠了数年, 他拿它没办法, 蓝忘机却这么轻易地, 就帮助他把这缠了许久的心魔给弄没了, 很神奇的一件事, 魏无羡想, 在听到心魔将话摊开说后, 他就知道, 蓝忘机一定察觉到他的小心思了, 突如其来的恐慌缠住他, 又在短时间内, 没听到蓝忘机的回音, 他便心神松懈, 被拉入了幻境, 他原以为蓝忘机要离开的, 所以那个幻境陷得尤其深, 他独自蜷缩在地, 围着他的鬼魂尖声叫着, 幼小的他被恐惧紧紧裹着, 挣扎不开也脱离不了, 可是蓝忘机来了, 他的出现, 驱散了幻境里坚豪的鬼怪, 一点点安抚着小魏英, 在藏色魏长泽消失后, 更是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么几句话, 一遍遍安抚着, 然后带着他, 一点点离开逐渐破碎的幻境, 魏无羡其实对父母的死, 没有太大执念的, 他知道父母是为村民除妖而死, 是英雄, 所以他是不愿的, 也没有太大执念, 只是在年幼的时候, 看到了另一个自己的另一种选择, 而后留下父母后, 还是有一点羡慕, 但他也只是羡慕而已, 可是日复一日地, 看着那个自己和父母幸福快乐的生活, 而自己却被鬼怪终日包围, 在死亡的边缘线疯狂挣扎, 那点羡慕便成了执念, 成了心魔, 他有时会想, 自己应该拦下父母的, 但更多时刻却清醒着, 告诉自己, 父母是英雄, 他们必须去, 他不能自私地拦下他们, 心魔诱导着他, 教他学会装可怜, 教他学会示弱, 他却很少用, 只偶尔来恶心粉衣, 或者求三鬼一些事的时候用, 蓝忘机是第一个真真正正被他用过手段的人, 简单的示弱, 有时候又恰到好处地装一下可怜, 魏无羡想, 蓝忘机知道后应该是讨厌的, 没谁愿意被利用, 被欺骗, 即便只是一点点, 所以他做好了被抛弃的准备, 也做好了后续的打算, 让他放手是不可能, 如果蓝忘机讨厌他, 他可能会开始装可怜, 来博得蓝忘机的同情, 因为蓝忘机很容易心软的, 他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就知道, 尽管他没怎么做过, 不过魏无羡想, 为了蓝忘机, 别说装可怜, 让他卖卖惨, 说不定都行, 但是没有这个必要, 蓝忘机没有选择离开, 没有厌恶, 他选择了带他走, 带他离开, 甚至于一句重话都没有说, 在黑夜里的感觉是很煎熬的, 魏无羡乱七八糟地想了一大堆的事, 最后在无边的安静里停了下来, 他突然想, 其实他是有一点怕黑的, 更怕听觉和视觉一并丧失, 因为在黑漆漆的世界里, 空茫茫没有一点声音, 那是真的一点落实感都没有, 他仿佛脱离了这个世间, 独自一个人徘徊, 魏无羡突然慌起来, 他抓紧手下的被褥, 钻得紧紧的, 像是要找到一点依靠, 他慢慢地撑起身, 然后靠在墙上, 冰凉的触感透过衣服传过来, 让他打了个颤, 然后一点一点把自己缩起来, 那点冰凉虽然让他有点冷, 但却给了他一个依靠, 至少让他清晰地知道, 他在哪里, 所以即便冷地打仗, 他也靠得紧紧地, 在心里默数着, 等蓝望鸡回来, 于是蓝望鸡回来后, 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穿着黑衣的少年抱着膝, 将头埋在壁弯里, 露出来的手脚在衣服的硬衬下, 更显苍白, 黑色的发丝垂下, 将他整个人都笼罩住, 看起来又脆弱又无助, 让人看得心口一紧, 恨不得抱住他, 一遍遍进行安抚, 他快不过去, 灵了却又顿住, 怕过度的动作惊到人, 便直扯了扯魏无羡身下的被子, 脚下的被子被人拉扯着动了动, 刚数到白整的魏无羡抬起脸, 空茫茫的眼四处看了看, 出声道, 蓝战, 嗯, 即便知道魏无羡听不到, 蓝忘机还是硬了, 而后伸出手拉住魏无羡的手, 一下子感受到了良意, 魏无羡现在的身子状态很差, 只是这么一会, 手脚便冰冰凉凉的, 蓝忘机将他的手握住, 又带着他躺下, 把被子严严实实地盖住人后, 才松下口气, 对着一旁笑呵呵看着的医师道, 麻烦三叔了, 医师摆摆手, 看着他们握在一起的手, 笑意更浓, 这么握着, 我可枕不了脉, 被这么一提醒, 蓝忘机乃然, 缓缓放开胶握的手, 起身给医师腾出位置, 医师两指搭在魏无羡的脉上, 合上眼, 面上的表情没有上次那么凝重, 直诊了片刻便收回手, 对蓝忘机道, 心膜已除, 剩下的只是一些后遗症, 吃药调理一下身体, 再谈几天, 清心音变好, 听到谈清心音, 蓝忘机眉促了下, 道, 魏英说, 清心音会对他的怨气产生影响, 嗯, 医师一愣, 看了看床上的人, 奇怪道, 怎么会这样, 他的怨气已经结成单元, 按理说是不会有影响的, 蓝忘机想起什么, 眸光闪了闪, 出声道, 或许是之前和脑部怨气相冲吧, 那确实有可能, 医师没多想, 收拾好东西起身, 对着蓝忘机道, 我去煎药, 你先陪着他吧, 等人离开, 蓝忘机眸色沉沉地落在踏上人身上, 魏无羡的视线空落落的, 他的手还在外面, 蓝忘机走过去, 握住他的指尖, 垂眼慢慢写着, 心魔已除, 只是后遗症, 很快就好, 魏无羡没察觉到不对劲, 动了动手, 又和蓝忘机握住了, 这下是真切地露出笑来, 嗯, 蓝湛, 我很快就能看到你了, 他的笑容依旧明朗, 让蓝忘机一下子想到, 那双亮晶晶的眼看着自己时的样子, 而后又想起这双眼, 曾数次红起来, 含着泪珠, 可怜兮兮地望着他, 蓝忘机漫不经心地, 捏着魏无羡的指尖, 看着那抹笑, 心想, 可真是个小骗子, 不过没关系, 只要魏无羡的一切只对他, 那便没有关系, 他瘦着就好, 只要这人不离开他, 要很快捡好了, 这次的苦味没有上次的重, 还有蓝忘机准备的蜜捡在, 魏无羡倒是没磨叽, 直接一口闷了, 一晚要入体, 很快泛起热意, 虽然只是简单缓解, 但却让他好受了不少, 蓝忘机也一直在给他暖手, 先前那点冷意, 现在全散了, 魏无羡就着暖意, 再次闭眼睡了过去, 踏上人呼吸平缓, 嘴角自然勾着, 和尚的双眼看不出任何不对之处, 如果不是睁眼时空洞没有聚焦, 任谁都想不到, 这样一个连睡着都在笑的少年, 会自幼失明, 蓝忘机静静看着, 谋理情绪晦涩不明, 他想起了心魔消散前对他的质问, 蓝忘机, 你带他走, 能保证不丢下他吗? 心魔因着魏无羡执念消散, 透明了不少, 马上就要彻底消失了, 血红的双眼直直盯着蓝忘机, 不等蓝忘机回答, 他又吃笑出声, 你不能保证的, 在他和你的道义之间, 你选择的一定会是后者, 而不是他, 年幼的魏英在他臂弯间睡了过去, 没听到心魔的话, 只是无意识紧抓着他胸前的衣襟, 仿佛把这当作了他全部的依靠, 心魔的身体越来越透明, 他笑起来, 低难道, 这个傻子, 点点碎光飘散, 整个幻境瓦解, 蓝忘机抱紧臂弯里的人, 在虚空中道, 不会, 指腹妈撒着魏无羡的手, 带着剪子的指腹, 把那一块磨得发红, 蓝忘机低声道, 不会丢下你的, 魏英, 永远不会, 魏无羡安稳地睡着, 对这一切毫无所觉, 他做了个好梦, 梦里他和蓝忘机在一起, 只有他们两个, 在一间房子里, 过着很普通平常的日子, 少年人是想闯出一番天地来的, 但是魏无羡想, 就这样过着平淡的日子也不错, 他可以和蓝忘机一起四处夜裂, 去遍天涯海角, 只要身旁有这个人, 做什么都可以, 怎样都不觉得无趣, 魏无羡嘴角的笑越来越大, 便是睡着了, 也掩不住几乎要满意出来的欢喜, 蓝忘机须点了点魏无羡上扬的唇, 心想, 魏英在做什么梦, 这么开心, 定然是美梦吧, 只是不知, 他是否也在里面, 魏无羡再次醒来后, 已经是次日清晨了, 在此期间, 蓝忘机去把怨陵静的事情, 给蓝西辰说了一遍, 因着魏无羡现在还要一段时间才好, 那地也是个隐患, 蓝西辰便先派蓝市长老前去探查一番, 蓝忘机也免了一切听学事宜, 负责照顾魏无羡, 吃过要喝早膳后, 魏无羡已靠在床, 不知道要干什么了, 他想和蓝忘机说话, 但是却听不到他的声音, 只能靠手写的方式来艰难聊天, 魏无羡轻叹口气, 觉得这样实在太难熬了, 他觉得日子过得好慢, 恨不得所有的商力课就好, 然后好好看看蓝忘机, 听听他的声音, 他真的受够无边际的黑暗了, 为了让魏无羡安心, 蓝忘机的手一直搭在他的手上, 没有很紧, 只是松松地搭着, 魏无羡无聊地动动手指, 挠了挠蓝忘机的掌心, 手立刻被握紧了, 魏无羡感觉到蓝忘机在他手背上一笔一画写道, 别闹, 可我太无聊了, 蓝战, 魏无羡晃晃了晃两人相牵的手, 道, 这个样子什么也干不了, 太无聊了, 无感失了两感, 蓝忘机想为魏无羡姐们也做不到, 他本来就不善于玩, 此时更是不知能如何了, 魏无羡也知道, 无奈叹气, 我们还是接着聊天吧, 他斟酌许久, 才下定决心地问了憋了很久的问题, 你不讨厌吗? 这句话问出口后, 魏无羡如是重负地呼了口气, 真正拖出口后才发现, 这个问题也没他想得那么难以言表, 或许是已经知道蓝忘机的答案了, 所以问出口后不是不安感, 而是松了口气, 蓝忘机也一点迟疑也没有, 在他手背上一笔一画地写道, 不讨厌, 魏无羡笑了, 他道, 我原以为你会生气的, 还会赶我离开, 蓝忘机, 不会, 嗯, 魏无羡道, 我现在知道不会了, 不过真敢也没关系, 他眨了眨眼, 蓝忘机仿佛能看到他眼里的脚狭, 带着笑意, 我一定会死缠乱打, 把你烦得不得了, 让你说出不讨厌为止, 蓝忘机想了一下那个场面, 也忍不住一出点笑, 但还是认真写道, 不会赶你走, 连这个随口的玩笑话, 也这么认真回答的, 也就只有蓝忘机了, 魏无羡笑, 身子跟着抖着, 好不容易平复下来, 他又问, 那天的枇杷你是特意装在身上的吗? 他指的是上次在船上蓝忘机递给他的那个, 那次买好的枇杷是放在魏无羡屋里的, 蓝忘机明明没有去拿, 却能在那时候第一时间掏出来, 能够看出是一早就放在乾坤秀里的, 蓝忘机如他所想, 在手背上写道, 嗯, 顿了顿, 又松开了手, 只握着魏无羡指尖, 知道魏无羡会问什么, 他先一步再掌心写道, 红了, 蓝忘机的指腹上是常年练琴儿磨下来的剪, 轻磨两下没什么事, 但因为要写字, 难免磨得久了些, 魏无羡的手背上浮现出好几道红印, 魏无羡动动手, 倒是没什么感觉, 就是手背蓝忘机暖得热轰轰的, 乍衣被松开, 只感到了一阵凉意, 掌心又比手背要敏感得多, 蓝忘机磨得太阳, 等那两个字写完, 他身子也抖了两抖, 全了全手指, 想要抓住那只手, 但指尖被蓝忘机握着, 自然是抓不到的, 魏无羡努力把注意力从手上收回来, 想蓝忘机实在太会照顾人了, 偏偏这人对你的好不只是摆在明面上的, 还有很多他不注意就察觉不到的, 就如这个琵琶, 他若是不想, 根本不会察觉到是蓝忘机早早就准备好了的, 只为在他恢复视觉的那点时间里能够见到琵琶, 看看橙黄色是什么样的, 从不主动说自己做了什么, 却又无时无刻不再做着, 细致入微地关注着你, 让你不知不觉间, 满世界都有了他的身影, 红了几道而已, 没什么事, 收回发散的思绪, 魏无羡抽了抽手, 道, 掌心太阳, 蓝忘机垂眸看着他, 不知怎么的忽然起了坏心思, 明知魏无羡痒, 却还要在他掌心慢慢写道, 痒, 魏无羡抖了抖手, 身形力鉴地证明了他确实是痒得不行, 蓝忘机没放过他, 继续写道, 忍着, 魏无羡愕然, 他直觉自己感受错了, 错愕道, 你写了什么? 蓝忘机抿着唇, 也压不住唇角的笑意, 一笔一话慢腾腾地写道, 忍着, 这下魏无羡是感受清楚了, 就是他想的那两个字, 撕, 不得了了, 魏无羡想, 蓝忘机竟然也会说这种话了, 虽然这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是蓝忘机说的哦不, 写的, 不光写, 他还故意放慢速度, 看上去简直像是, 存心逗弄, 魏无羡心里泛起几丝一样, 总感觉哪里不太对, 他忽然想到什么, 左手往上摸了摸, 摸到了熟悉的布料, 撕存片刻, 他道, 蓝湛, 你家的墨鹅是什么意思? 那日恢复视觉后, 魏无羡是看到了蓝湿弟子, 头上接带的墨鹅的, 他本来倒是没多想这个墨鹅的含义, 但现在想了想, 发现有些不太对, 蓝忘机为何会无缘无故地送他抹鹅呢? 他虽然是不小心扯下的, 但又不是不能用, 没道理蓝忘机直接送给他不要了才是, 魏无羡直觉抹鹅有什么他不知道的意思, 这次蓝忘机却没立刻答复, 只是在他掌心一下下点着, 似是在犹豫, 片刻后, 他在魏无羡的掌心慢吞吞一笔一画地写道, 抹鹅, 一语归束自我, 非命定之人不可取, 魏无羡缓缓缓睁大了眼, 这句话有些长, 蓝忘机又写得慢, 魏无羡在脑子里跟着笔划动, 一个字一个字地拼在一起, 前面写着的什么不重要了, 他只记得最后的那几个字, 非命定之人不可取, 他好像突然明白什么了, 蓝忘机的目的, 好像也不是很单纯啊, 五日过后, 魏无羡的伤总算是好了, 最先恢复的是听觉, 魏无羡之所以会突然丧失这一感, 全赖于怨气于波震荡, 实属是意外情况, 恢复得也快些, 而后就是视觉, 第三日的时候, 他便能看到模糊的影子了, 只不过长久睁着眼, 会有酸痛感, 所以蓝忘机不让他多看, 再过两天, 所见之物越来越清晰, 除了不能看太亮的东西外, 已经可以基本失误了, 同时, 前去探查怨灵静的长老也回来了, 令人意外的是, 即便提前遇过井, 也没有过于深入, 竟然还是伤了位长老, 知道是蓝家人, 三鬼肯定会暗中相助, 如此还有人受伤, 便只能说明, 怨灵静的情况更加严重了, 因此魏无羡伤好之后, 没多坐停留, 便和蓝忘机去往了怨灵静, 演好了, 三鬼早已在怨灵静外等待, 一见到魏无羡, 即便他的眼看上去已无大碍, 还是出声问了句, 魏无羡扬纯, 笑道, 好了, 那心魔, 便是消了, 红衣说不上是松了口气还是什么, 只是为魏无羡高兴, 看着那双闪着光亮起来的眼, 他也算了了一桩心事, 魏无羡双眼失明的最大货源便是他们, 若非他们日复一日的制造幻境, 他或许也不会失明至此, 后来相处几年熟悉下来后, 三鬼也做过其他方法来补救, 但无一例外全是失败, 如今看他恢复, 心下该是松了口气的, 蓝湛已经帮我除了心魔, 现在已经没事了, 魏无羡不太想一直就这个聊下去, 三鬼什么心思他也知道, 干脆转开话题问, 愿灵静如何了? 不太好, 绿一只当没察觉到他特意转的话题, 向他解释道, 不知为何怨气更浓了些, 我们猜测是最深处的源头怨气爆发了, 再积压下去, 这里的怨灵静怕是要开始扩大了, 魏无羡皱眉, 他倒没想到只不过几天时间, 这里的怨气便严重到如此地步, 最深处的源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次他没再和蓝忘机争执, 即便知道前路危险, 但他也没再出声阻止蓝忘机, 只是抬手截下怨气罩, 和他一起走进去, 他进怨气静的瞬间, 魏无羡便感知到了骤然浓稠的怨气, 而方才他却完全没感觉到, 意外地挑挑眉, 魏无羡没想到这怨灵静竟然还能隐藏, 或者说是有着干扰在, 这种情况就有另一种可能在了, 这怨灵静是人工助长的, 这倒也有可能, 毕竟这怨灵静在蓝湿上游, 不可能这么久没人察觉, 除非有人工干扰, 将它掩藏了,才这么久被发现, 如若不是水行渊突然逃到下游, 怕还发现不了它, 但是,会有人特地养一个怨灵吗? 怨灵静的诞生条件很难, 首要一点便是有足够浓的怨气, 还有就是怨气足够的怨灵了, 魏无羡猜最深处被石门关着的, 应该就是这只怨灵了, 突然的怨气爆发, 魏无羡猜眯了眯眼, 转向绿一, 问道, 这里的背面是? 绿一一愣, 过了几秒才反映过来他的意思, 迟疑道, 你是说, 魏无羡点头, 证实了他的猜测。 绿一低吸口气, 失声道, 这不可能, 怎么会有人能够控制住一只怨气如此浓重的怨灵? 除了魏无羡, 小到不能再小, 或者说是根本没可能。 魏无羡也并不确定, 这也只是一个猜测罢了, 但就算只有这万分之一的可能, 也得做好最坏的准备。 绿一艰难地消化完, 恍惚道, 背面是一座小山村, 没多少人, 房子数和人数能对得上吗? 魏无羡继续问, 你你, 你是指, 献祭。 绿一这次惊得睁大了眼, 瞠目结舌了半晌, 觉得确实没法排除这个, 立刻道, 我现在就去看看。 他说完便转身飞快离开, 留下物字沉思的魏无羡 和已经听懂了八九分的蓝忘姬和梁鬼。 魏无羡扭头看向蓝忘姬, 道, 蓝湛, 你知道这里属于谁的管辖地吗? 蓝忘姬道, 温氏, 齐山温氏吗? 魏无羡促眉, 对这个家族没多大印象。 齐山温氏也是五大家族的, 不过排除在其他四大家族之外。 倒不是其他家族歧视他, 只是他心高气傲, 不肯和其他四家合起, 独自在一方撑着罢。 这次蓝氏求学, 其他三家都有派嫡系子弟前来听学, 唯有温氏一点动静没有。 魏无羡先前也没怎么听过这个家族的消息, 因此知道的也不多。 蓝忘姬便向他解释道, 温氏家族乃温若寒, 旗下有二子, 皆不与四家交涉。 近几年, 温若寒常常闭关不出, 温氏政权便由大子温旭所管。 闭关不出, 魏无羡琢磨着这句话, 直觉告诉他, 温若寒这个关闭的没那么简单。 见他又开始物字沉思, 蓝忘姬这才出声问道, 可有何处不对? 他的声音打断魏无羡的出神, 回神下意识一笑, 慢慢拍地反应过来, 还没给蓝忘姬说, 便边走便讲道, 我怀疑这个怨灵境是人工铸成的。 怨灵境的产生, 除了怨气便是怨灵, 最深处石门内应该就是一只怨灵了。 前不久, 突然怨气爆发, 我怀疑跟献祭有关。 知道蓝忘姬十有八九, 不懂献祭是什么, 魏无羡先一步解释道, 献祭就是拿人命 或者其他怨灵走失来喂给怨灵, 让他能在短时间内 实力暴增的一种邪术。 但这么做是有风险在的, 很难保证献祭过程中, 怨灵不会因为怨气暴增而失控。 所以, 我只是怀疑, 并不确定。 蓝忘姬顺着他这个想下去, 隐隐觉得细思极恐, 若是真有人能这样做, 养了这么久的怨灵, 又该适合打算。 旁听的粉衣道吸口凉气, 惊道, 我说, 这怎么半天了, 没再见这个鬼影, 分明明说, 文明昨天还有, 今天就消失不见了, 昨天还有, 今天就没了, 魏无羡动作一顿。 他慢慢停下步子, 缓慢道, 我们走了多久了? 红衣接话道, 起码一炷香了。 他说完才觉得不对, 皱起柳叶眉, 道, 我们上次只用了半炷香时间便到了 此次怎么这么久还没到 魏无羡沉默片刻 慢吞吞到 或许不是还没到 而是已经到了 什么 红衣正然 魏无羡没有多做解释 只是和上谋 周深的怨气开始剥离 缠绕 慢慢地把它裹成了茧 红衣许久没见过他这么大阵仗了 愣了一瞬回神 拉着蓝望机后撤 再次吸了口凉气 怨气把魏无羡果的密布透风 周边漆黑影响事物的怨气 却肉眼可见地开始淡下来 最后慢慢显出这里的原样 看清周边景色后 红衣突然回头 愕然看着远处大开的石门 这才懂了魏无羡话里的意思 石门大开 所有的鬼怪都向里面冲去 被怨灵吸收 因此怨气滔天 却没一个鬼怪在 而不知不觉间 他们也早已深入了这片区域 裹着魏无羡的茧 缓缓被压缩 最后成巴掌大的小球 怨气浓稠地 几乎要低下墨来 红衣看一眼 眉心就直跳 这怨气 粉衣惊道 快比上乱葬岗了吧 魏无羡睁眼看着怨气球 摇头道 比不上乱葬岗 但也差不了多少了 这么愁的怨气 也不知吃了多少鬼了 他轻则一声 道 稍有点棘手 蓝忘机道 这里灵力可以正常使用 嗯 魏无羡回头 喜道 那你灵力恢复了 蓝忘机点头 嗯 已无大碍 想来是周边的怨气 被魏无羡收缩的结果 蓝忘机身上的压制消失了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魏无羡眉眼间的那点 烦闷消失殆尽 倒也不觉得难办了 他从怨气球里 抽出一丝怨气来 命令道 带路 蓝忘机还是头一回 听他用这种语气说话 有些稀奇 不由多看了他两眼 魏无羡注意道 侧头看他 调笑道 看我干嘛 好看吗 蓝忘机没否认 坦荡道 好看 魏无羡眼珠滴溜溜一转 故意道 那你是喜欢现在的我 还是喜欢刚才的我 本质上完全没任何差别 魏无羡也就只是想听蓝忘机说而已 自那日知晓蓝是抹额的意思后 魏无羡就和蓝忘机说通了 不过 那时他自觉不是表白的好时候 于是说出心意后 抓住蓝忘机的手 没让他写和他在一起的话 想挑个良辰吉日在表白 切尔听到蓝忘机说喜欢 说心悦 蓝忘机表示可以 但实际上 现在倒也和在一起 没什么大的区别了 因为知道人的心意 他调笑起来 更加没了负担 蓝忘机也照单全收 没有半点不乐意 可谓是纵容到了极点 已经有预感的蓝忘机道 都喜欢 魏无羡叹气 性质看起来不是很高 见状 蓝忘机补充道 都喜欢 但下一秒 都会更喜欢一点 魏无羡脑袋一下子抬起来 眼睛亮晶晶的 蓝忘机很少会说这类的话 至少这么久了 魏无羡是第一次听到 他立马从性质不高 变成了性质高昂 浑身充满了干劲 觉得 现在就可以碾压死那只怨灵了 两人边跟着怨气走边说 完全没注意到 后面凉鬼怪异的神色 红衣默默注视着 不知不觉贴上去的两人 莫名牙酸 虽然早有预料 但这一幕真的出现后 他才突然发现 这也太快了点 魏无羡和蓝家那小子 才认识多久 红衣琢磨 也就一个月左右而已 他不由感叹 莫名生出一种老母亲的 愁绪来 自家孩子长大了 有喜欢的人了哟 怨气牵引着到了一处洞口 这里的景象露出来后 能看出来是在一座山顶上 洞口在下 下了坡往里走后 越往里怨气越重 最深处传来嘶吼声 越走近声音越大 撞击到石壁上再弹回 反反复复 回声绕洞 这洞穴开始是直路 之后拐过一个弯后 就出现了岔路口 索性有怨气牵着 倒也不难走 粉衣吐槽道 这东西真烦人 也不知是那怨灵在叫 还是那些被他吞噬的鬼怪在叫 总之在这山洞里 鱼音阵阵 叫得人心烦 魏无羡身有同感 在绕过最后一个弯时 一瞬间刺破耳膜的尖叫声 差点没把他喊聋 他的视线环视周遭 一下子就锁定了尖叫声的来源 一个黑色的盒子 或者说是黑色盒子里 闪着黑尘冷光的东西在叫 离得远 加之怨气浓稠 魏无羡看不清盒子里面的东西 只能瞥见那抹冷光 他侧头对蓝忘机道 我去看看 在这种事上 蓝忘机没有与他争 微一点头 看着魏无羡 走向那个黑沉沉泛着不祥的盒子 尖叫声时弱时强 魏无羡边走边嘀咕 这东西怎么这么能叫 离得越近声音越大 只剩三步之遥时 魏无羡恨不得捂住而来 堵住穿透力俱强的尖嚎 这嚎声凄厉 细听能听出几十上百道声音 魏无羡揉揉耳朵 垂下眼 以现在的距离 他已经能够看清盒子里的东西了 是块虎符 不知是何材质的黑玉雕成虎状 虎身刻着复杂繁密的纹路 像是字 又像是阵 只是横沉在那里 一股阴森之气便扑面而来 所有的怨气都在涌进这只黑虎 使得它越发有光泽 黑尘如墨 一点杂色也无 魏无羡若有所思地看了会 抬起指尖 试探性地勾过一缕怨气 本该进入虎符内的一缕怨气制住 接着晃晃悠悠地撇开大不对 弯弯绕绕地缠上魏无羡的指腹 讨好般地蹭了蹭 怨气没有实体 却有股冷意 魏无羡感受着指腹的冷气来来回回 不有好笑 能受他召唤 那这怨气便无大事 他任由这小缕怨气缠着他的手指 另一手五指张开 垂直悬在虎符上方 将还未被虎符吸收的怨气 尽数引到自己周边 虎符似是察觉到 有人在干扰他 阵战着加大引力 想把被魏无羡引走的怨气夺回来 不过受魏无羡驱使的怨气 至今还没东西能压他一头 夺过主权 虎符没有夺成 像是知道自己碰到硬茶 不再吸收 整个虎符的光暗淡下去 连原本的光泽都散了个一干二净 魏无羡挑眉 笑了 倒是个机灵的 他俯身拿起那块 看起来已经平平无奇的虎符 抛了两下 转身往回走 边走边到 是块虎符 上面的阵我看着像求阵 那只怨灵十有八九 就在这虎符内 即便散了气息 这块虎符仍然看着不响 蓝忘鸡从头到尾扫下 最终目光定在虎尾处 道 此处有字 嗯 魏无羡顺着蓝忘鸡的视线看去 果真看到一个字 极小 又刻在虎尾处 不仔细看 完全看不出来 他举起手 就灼光眯起眼 辨认道 这是 双 蓝忘鸡就着他的手看 点头道 是双 刻在尾部的字 魏无羡猜测道 这是人的名 这里是温氏的地盘 那这名就是 温霜 蓝忘鸡明媚细存 片刻后摇头 温家名氏里 没有温霜此人 那便是藏桌 或者飞此名了 魏无羡道 虎符有潜匠之用 把怨灵困在符内 怨气饲养 加之心投血 道 确实能控住如此强大的怨灵 不过这种饲养怨灵的血法早已失传 背后之人既然能够知道 想来绝非极极无名之辈 回去问过叔父吧 蓝忘鸡道 温氏一派长老我并不全知晓 或有疏漏 魏无羡点头 把虎符收起来 眼睛扫过左手食指的怨气 啊了声 蓝忘鸡策眸 怎么了 魏无羡抬起食指对着他 让他看指腹间那屡始终不散的怨气 这小东西好像缠上我了 往常他照这样一小缕的怨气 过不了多久就散了 可不会像现在这样 过了段时间不散不说 看上去反而还凝实了点 魏无羡动了动手指 见他没散的意思 索性作罢 不再理会了 反正这小小一缕怨气伤不了他 既然不肯散 那缠着也无妨 蓝忘鸡捶眸看着那缕怨气 不知是不是错觉 他总觉得这缕怨气 在不住地蹭着魏无羡的手 撒娇一样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 他有些好笑 收回注意力 和魏无羡并肩出了洞口 这里的怨气 都受虎符的影响汇聚 现在他被魏无羡压制 怨气没了源头 便开始稀释消散 渐渐淡了 进来时经过的 歪着脖子的树没了 只留着个枝头在外面 枯瘦无业 像是一掰就能折 迎面撞上刚刚回来的绿衣 他看了眼开始消散的怨气 知晓魏无羡解决了 松了口气 道 村子里的人数和房子数量 确实不对等 我去的时候 村里人已经快要死绝了 魏无羡猝眉 村子离怨气这么近 便是没被献击 也得染上阴气 绿衣没办法去除人身上沾染的阴气 蓝湛 我们得去一趟 事关性命 蓝忘机未多言 懒过魏无羡向村子遇见而去 不到半刻 小村子的轮廓就已经看得见了 绿衣说 此地活人气息不过十几只数 只是方来到这里 尚未落地 魏无羡便感觉到了一股压抑沉沉的死气 有一老者躺在院外的摇椅上 一动不动地睁着眼望着天 半晌都不眨一下眼 魏无羡轻声唤道 老人家 老者没动静 黑白分明的眼珠却直愣愣地看过来 明明人已过古兮之年 那双眼却不浑浊 直看得人浑身发出 魏无羡不动声色 接着道 老人家 你可知张大娘住在哪里 旁侧的蓝忘机 侧头看向他 魏无羡一脸真诚地笑 看起来非常讨人喜欢 人老者却似什么也看不到 干哑着声音道 死 了 他目光空洞 死气沉沉 透不尽半点光 眼白白地泛着死灰 眼珠黑的橡墨 满是沟壑的脸 如枯瘦干瘪的树干 只剩一层皮的手干瘪着 像是缺及了水分 这整个村子都曾被怨灵境的怨气笼罩了很长一段时间 致使怨气阴气渗入了每个人体内 昨日要滋补怨灵 一下子死了大半的人 人死后本就会有阴气 加之浓重的怨气 不过一夜之间 使村里的人即便有还活着的 也面如枯稿 但像老者这般严重的 也就只这一个了 看上去完全没几日活头了 魏无羡掐了掐指尖 道 我们来得太晚了 蓝忘机漠然 他看着魏无羡难掩自责的眉眼 低声道 错不在你 无需自责 魏无羡闷声点了点头 蓝忘机一阵衣摆 席地而坐 忘机擒置于西 信手一拨 当人心魂的音便泄了出来 是一首安魂 魏无羡听蓝忘机弹完一遍后 才将笛置于嘴边轻轻吹响 与忘机琴和音 响彻整个村子 肉眼可见的黑气 从村里各处冒起 升空盘旋 最后逐一消散 待地气变安魂完后 整个村里的怨气和阴气 才算散完 魏无羡和蓝忘机临行前去 看了眼老者 老人家已经合上了谋 随着那首安魂离开了 日透落下 夕阳的余晖洒下 小村子久违地迎来了温暖的阳光 老者的摇椅开始轻轻摇晃 他却睡得安详 魏无羡默然站立许久 最后和蓝忘机一起把老者葬了 其余活着的几位都是年轻人 虽然面色憔悴 但都没有大碍 散了阴气后 他们便各自选择了离开 没有人愿意 在这个死了大半人的村子里 继续生活 老者则成了最后留在村子里的人 一直回到蓝室 魏无羡的心情才烧好了点 他先和蓝忘机去王雅市 蓝启仁早已得了消息等候 见两人进来 没多坐口舌 直入主题道 情况如何 蓝忘机把所见所闻一一讲述 待最后一个字落下后 蓝启仁已然怒形于色 拍桌赤道 荒唐 实在荒唐 拿人命来饲养怨灵这种事 蓝启仁简直闻所未闻 此举怎荒唐一词了得 他几次深呼吸 压住胸腔内的怒气 看向魏无羡放在桌上的虎符 目光沉沉地盯着尾部那个双字 温霜 温若寒 蓝启仁冷声道 温氏近几年不与他家联系 背后却做着这种勾当 倘若愿灵养成 不知要死多少人 温若寒 当真是糊涂 温若寒 这个名字 未无限有些印象 温氏宗主温若寒 据说手段很辣 修为是现在百家里最高的一位 再加之 温家比任何一家单拎出来强 所以自视甚高 从不主动与人来往 倒是没想到 背后却会做出这饲养愿灵的事 此事涉及到五大世家之一的温氏不说 还是宗主 那便不能简单处理了 温若寒偷偷养一只愿灵 其心到底为何不可知 郑巧清河涅室即将举办清谈会 蓝启仁便打算到时议会上再与众人谈论 魏无限和蓝忘机作为证人 是必得去一趟的 虎福也只有魏无限能压着 所以次日一早 魏无限便被蓝忘机捞起 遇见和蓝启仁一同去往清河 议会进行得并不顺利 只是饲养愿灵仪式 大部分世家都不愿意深究 只当是温若寒养来消遣 至于怎么样却没几个人关心 除了赤丰尊和个别几个家主外 竟是无人在意 魏无限不免震惊 他下山到底是没多久 第一次夜列又是遇见的蓝忘机 而后便一直在姑苏蓝室待着 从未想过现在的仙家 大部分已经忘本 不在意温若寒此举伤害了多少人 只在意他有没有威胁 如果没有 此事便算不得什么 温若寒若再养几只 也不会有人在意 此论提到这便算了 没人再愿意深究下去 魏无限看着桌上的虎幅 一时有些想笑 他想起来那日村子里的老人 又看见开始谈聊其他 饮酒作乐的仙家人 实在讽刺 他垂下眼 抬手收起脸了怨气的虎幅 没了待在这的兴趣 拦起人桌下的手捏得死紧 几乎就要压制不住怒气拍桌了 只一个怨灵便死伤那么多人 线下又不知温若寒还养了多少 又死了多少人 而这偏偏无人在意 指蓝是一家 做不到彻查的 拦起人闭眼深呼口气 钻紧的全松开 久违地感到了一阵无力 虎幅被魏无限收起 他察觉到动静 侧头看去 往日脸上总带着笑的少年 不知何时脸了笑意 已经恢复得双眸格外平静 拦起人却一眼 就能看出少年的不耐 他没多说什么 只到若不想待便出去罢 魏无限和蓝忘机 一起离开了清谈会 他心里闷着气 一出来脸就拉下来了 怎么想都不明白 蓝忘机和他相比 依旧是平常的样子 仿佛已经料到了这个结果 他侧眸看着魏无限 先一步出声解释道 温氏与其他家族已有数年未有联系 魏无限转眼看他 蓝忘机道 温氏较之其他家族强劲几分 所以只愿灵一事 百家不愿管 魏无限憋了又憋 还是没忍住道 即便不追究 也不该一点表示也没有吧 便是不追究 彻查一下自己所管的辖区 也是可以的 可方才议会上却无人提 哦不 还是有的 但却屈直可数 因此并无得到太大的响应 反而被人移开了话题 魏无限能明白百家的这个理 一来不想得罪温若寒 二来这对他们影响不到什么 处理起来也麻烦 所以干脆不管 可修仙不就是为了除魔奸邪 为民除害吗 既然人人都不愿管这事 那还修什么仙呢 蓝忘机不语 魏无限是明白的 也不是非得要他回答 静默片刻 魏无限突然到 蓝湛 我可能不会再听学了 总是带笑的桃花眼脸了笑意 认真的看着蓝忘机 道 我想去看看 看什么 不言而喻 蓝忘机同他相识 没多说别的 只道 走吧 魏无限眨眨眼 道 你要与我一起 自然 蓝忘机道 一起 原先闷着的气 突然就散了不少 魏无限笑起来 道 走吧 他重复道 我们一起走吧 从清潭惠离开后 两人先回了蓝室收拾好东西 而后跟蓝西沉词别 因为不知道温若寒会养多少 所以魏无限打算沿着怨气频发的地方找去 在怨气一道上 他懂得比蓝忘机多上许多 所以蓝忘机依着他 他说 去哪边去啊 不过数天 便解决了不少邪碎 但还是没有一点怨灵静的痕迹 魏无限心里惦记着那个村子的事 倘若那次他没出意外 村里原不会死那么多人的 所以 在数天没发现一点痕迹 还找得很无厘头后 不免烦躁起来 蓝忘机捏了捏他的指尖 换他回神 温声道 不用操之过急 会找到的 魏无限闷闷地点头 把头抵在蓝忘机肩上 觉得这个样子不是办法 能调动的鬼 都被他四散开去找怨灵静了 除此之外 他走到哪里 都会枯骨生花询问一番 可这依旧没有找到 他都忍不住 直接杀到齐山 逼问温若寒了 不过还没等他这个想法实践 一道消息就当头砸了过来 难见柱渣的仙门被灭了 据传各个死相凄惨 皮肤辣黄 整个人都像是被吸干了 除此之外 还没有别的伤痕 实属诡异 整个仙门被灭 还是那种死状 魏无限一下子就确认 那里有强大的怨灵出没 说不定就是怨灵静在吸收养分 有了新的线索 他和蓝忘机 即刻启程去往那里 一道地 都不用特意去找 隔着老远 就感受到了极强的怨气 整个宅邸都笼罩着一层怨气 离着近的几家仙门 已经先一步到了地 四下看过后 各个胆寒不已 魏无限猜他们已经想到了 不久前清堂会说的怨灵静上 这次试过以后 不用人说 他们也会自己 彻查境内是否有意的 一旦牵扯到自身利益上 这些仙家 做得便比谁都积极 他无声吃笑 愤出一缕怨气带路 没在他们眼前晃 带着蓝忘机 绕路去到了怨灵静出现的地方 饲养一个怨灵 付出的代价不小 魏无限猜温若寒 就算有通天本领 也养不出食指之数 没少一个对他的打击都不小 如果超过半数 保不齐会不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来 他把这个猜测告诉蓝忘机 蓝忘机会议 用灵蝶向蓝起人传信 简单说了一遍猜想 让他提前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 魏无限轻松地收了这次的怨灵 不再是被虎符封着 而是一颗黑色的珠子 圆溜溜的一颗 不过只盖大小 刻着浅薄的阵法 因为刚刚吸收了一整个仙门的魂魄 导致现在壮大了不少 不过由于霉消化 全正在虚弱起 造成的伤害并不算大 这里面的怨灵胆子也是大 进行了一场豪赌 拿自身全部的怨气 去吸取整个仙门的魂魄 成了实力上层楼 没成就只能重新扬起 说不定还得承担仙门的怒火 被灭的几率很大 魏无限收好这颗珠子 隐隐觉得这和虎符有什么联系 但他的印象不深 怎么想也未明白 索性作罢 这事过后 寻找怨灵镜就轻松起来了 有了其他家族的摄入 没过多久 魏无限便听到了第三处怨灵镜的消息 是在东边 里面的怨灵依旧是在一颗黑色的珠子里 这次他还没被大范围的陷阱就被发现了 所以漆黑的程度还不及第一颗 魏无限心里的疑惑感越来越重 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被他忽略掉了 虎符和两颗黑珠被他摆在桌上 直直盯着 一点点地想其中的联系 虎符在南处发现 第一颗黑珠在东南方向 而这颗珠子是在东方发现的 这个方位 白皙的指尖一笔一笔地在桌上画着 魏无限脑中的东西越来越清晰 余光撇到虎符下侧 指尖猛的一顿 一条线渐渐地把所有串联起来 他猛地拿起虎符 仔细看着下方的凹槽 确认自己没看错 这是个能拼接的 也就是说 还有另一半虎符 南 对应的北 那这另一半就在北方了 而其他方位的 不出意外都会是珠子 完整的虎符 六颗珠子 若是拼接起来 那便是魏无限睁大眼 那是阎王令 阎王令是上古时期曾出现过的东西 乱葬岗有过残卷 魏无限知道这个 那时他专攻阵法 要破乱葬岗的阵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三鬼给他搜罗了大片 被埋葬在乱葬岗下的阵法残卷 还因为他看不见 所以将其逐个刻下 让他靠手来摸 再不济 就在编制梦境时 把阵法映射到里面 阎王令只是残卷 魏无限没有深入了解过 但却知晓是什么 虎符为在 六诛为隐 一旦筑成 鬼门大开 这是赵鬼匠的福 绿一曾与他说 阎王令的威力大道 可以号召千百万的鬼匠出来 每每出世 必将天下大乱 温若寒 竟然会想到制作这个出来 太过震惊 魏无限缓了片刻方才回神 对着蓝忘机 讲过前因后果后 语气严肃道 我们直接去北方 把另一半虎符找到 然后销毁 这种东西不能留 魏无限不是很清楚 阎王令具体的制造过程是什么 只知道样子 据传上面刻的阵法便有千种 材料难有 后期的制作更是难上加难 现在看来 温若寒四处散开 不惜耗费自己心血来养的怨灵 就是材料了 他不是想用怨灵作乱 而是想要用其铸造那等邪物 蓝忘机还从未听闻过这种东西 听魏无限讲过威力 人也跟着紧绷起来 这种东西 确实要扼杀在摇篮里 值得庆幸的是 他们发现的还不晚 温若寒应当还没有拿到材料 在他之前先一步销毁 此事便能解决了 不过温若寒铁定不会放过 谋划这么多年的计划的 于是没等他们动身前往北方 温若寒便出手了 他直接雷厉风行地 灭掉了北方驻扎的小仙门 而后威胁那里的大家族投靠 还是灭门 被拒绝后 手段狠力地灭了满门 因着温若寒是亲自动手 所以那片的家族 没投靠他的家族 无人存活 魏无献猜 这些死去的人的魂魄 全被当作养料了 他心惊于温若寒的狠力 转念一想他 若非如此 也不会想到 制造阎王令这个大杀器了 蓝忘机已经把一切如实告之蓝起人 加上温若寒灭北方家族的消息 飞速传开 整个仙门动荡不安 温若寒若只是饲养怨灵 百家能当他消遣 可若出手灭门 那便无人能忍了 说到底 温氏也只比其他四大家单拎出来强点而已 若是和整个仙门对抗 那无疑是浮游汉大树 可孝不自量 百家半点不惧 所以没多久 百家就达成了一致 下定决心要温氏负免 要温若寒付出代价 以蓝 灭两家为首 江 金两家为福 兵分两路为攻向温家 还命了个十分嚣张的明射日之争 这场战争开始的仓促 从清潭会到战争开始 不过半月 魏无羡和蓝忘机收到消息时 两方已经碰撞起来 多年心血复之一空 温若寒这次绝对是带着不成功变成人的心态来发起的动乱 只有一半虎符 完整的阎望令是绝对治不成的 但这一半虎符会有什么效用在 魏无羡也不知道 他对阎望令了解的不深 但只凭对阵法的了解 一半虎符 说不定连原来威力的一半都发挥不出来 顶天了 也就只能有个三成 不过便是只有三成也不容小觑 上古时期的大杀器能召唤出来 什么鬼位无限不清楚 但作为一个常年跟非人之物打交道的人 他清楚鬼怪最厉害之处在哪 杀人于无形 且鬼怪不亦死 便是只被温若寒召出来摆之 也足够摆家喝一壶的了 最前带头冲锋的是兰涅两家 那么最先受创的 铁定也是两家 魏无羡和兰望机 不可能放任这事发生 所以收到消息后 连夜向北处赶去 他们来得好巧不巧 就是在温若寒准备动用阎王令的时候到的 这场战争目前的伤亡并不大 温是一家撼动不了百家巨守的联军 温若寒一开始也没打算硬打 只想等阎王令之好后 再派兵拿下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原本隐藏的好好的院灵镜 竟然被人发现了 还是最关键部位的半块虎符 而后材料一个接着一个少 他被逼到极处 到了最后只能提前开始这场战争 他再没有更多的心血 去培养阎王令这样的大杀器了 便是材料齐全 他都不一定能完整地制作出来 更何况现在少了半数 但若是不拼这一次 他便再无统治百家的可能了 近几年温是子嗣一代不如一代 反观其他几大家 子嗣一个比一个好 温若寒空有雄心 却无与之相彼的实力 走了斜路想一统天下 谁料还未落成便半路夭折 战争一经开始 便断无回头的可能 温若寒神色很利 拼了半条命才制作出的半块阎王令 在百家联军准备一举攻入的时候动用了 晦涩的咒语缓缓传开 明明刀剑声刺耳 却没被遮住半生 反而清晰地传荡在每个人的耳边 没人能听得懂温若寒在念什么 但看着他手中缓缓浮起来 散发着不祥气息的半块阎王令 也清楚明了这是温若寒的杀手锏 难道此物名为阎王令 一出可召万鬼 半月前所要找的怨灵净就是制作此物的材料 什么 旁听的家主亥然 一想到那日他们的不当回事 不由暗暗后悔 若是那时他们回去彻查 定能先温若寒 一步拿到材料 这样定不会让他有能拿到这个大杀器的机会 可召万鬼 几位家主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冷战 作为修仙者 没人比他们更清楚 一只厉鬼有多难对付 更何况上万只 几人心中顿时萌发了退意 眼见温若寒手中那物怨气越发浓重 想要退兵的念头更浓了几分 聂明觉一眼看穿 冷喝道 我看谁敢临阵脱逃 灵力的目光扫过几位家主 硬生生扼住了他们想撤的心 咒语越发灰色起来 阎王令的怨气达到顶峰 猛地向半空中投射去 形成一扇门 随着咒语 怨气越聚越多 更有阵法慢慢显现 危险之气一下子压到百家心头 绝不能让温若寒成功 每个人的脑中都浮现出这句话 但几位家主 你看我我看你 没有一个人动身 灭明觉冷哼一声 和蓝西沉相识一眼 同时起步直冲温若寒 与此同时 费了这么久才终于照出鬼门的温若寒 再没忍住 猛地吐出一口黑血 制造阎王令的成本太高了 使用他的代价也绝非常人能受 若非温若寒实力强劲 怕是用到半截就要被反噬死 不过 温若寒擦了擦嘴角 已经完全变成血红的眸直直 注视着半空中越发凝实的鬼门 从胸腔中发出几声闷笑 他成功了 只要鬼门出现 那么不过半刻 就是群鬼降临之时 注意到一阵灵气波动 他抬眼扫向静止冲塌而来的 聂兰二人 懒懒一勾唇 道 温竹流 属下在 在他身后 一直护着他的温竹流垂首 道 我去拦住他们 温竹流没拦多久 就算是画单手 对上如今富有盛名的青年豪杰 依旧不够看 他被坝下砍了一刀 又被兰西尘看准时 击持朔月当胸穿过 直直从空中坠下 再无回首之力 灭明觉先一步 冲到温若寒面前 高举的刀一下子斩向他 却被温若寒徒手握住 灭明觉罕见地愣了一瞬 温若寒痴笑道 区区一个矛头小子 他握刀的手微微用力 掌心被锋利的刃割出伤来 也魂不在意 只使力往旁侧一致 灭明觉便连人带刀从高处落下 紧随而来的朔月 不及攻势强大的霸下 温若寒运起灵力挥出一掌 早已不纯粹的灵力 带着丝丝怨气 猛然向蓝西辰袭去 他迟数月回荡 被鱼波震开 一下子脱离进攻 温若寒的范围内 蓝西辰微微一惊 他早就知道 温若寒实力强大 是现在除了隐世高人外的第一人 但没有交手过 所以这个认知一直没有明确的概念 直到这次短短一击的交手后 他才知晓 所谓的第一人实力该是如何 蓝涅两家的弟子在开道 互持着聂明觉和蓝西辰 攻不了温若寒 蓝涅两人都看向了半空中的鬼门 只要这个消失 鬼一样出不来 不过这个想法还没实现 两人的心就一沉 晚了 一声接一声的煎嚎声从鬼门后响起 酝酿多时的鬼门终于打开 一只有着血红指甲的鬼手从鬼门中探出来 紧接着一二三 骑马有数十只的手不约而同地探出来 争先恐后地挤着这小小的门往外出 可惜没出城 温若寒愕然地瞪大眼 顾不得失态 惊恶道 怎么可能 已经全副武装 做好迎接 鬼怪准备的百家联军 动作极其一致地 抬头瞪着眼看着鬼门的方向 准确来说 是鬼门前的人 扎着马尾辫的少年 站在数十只鬼手前 从容不迫地划开指尖 一滴血滴在探得最前的鬼手上 血滴没有见开 反而格外凝实 血红如珠的血 指一个呼吸间 就将厉鬼的手镯成灰烬 鬼门内传出的声音凄厉刺耳 愿读之一文者 不由自主地颤上三分 众人被这便固扰得固步的其他 全都紧紧盯着少年的举动 眼睛一次次睁大 最后恨不得把眼珠瞪出来 只见鬼门的怨气 一缕缕地被少年抽出 环绕在身旁 然后受他所指堵住门 一点一点地把伸出来的鬼手 给堵了回去 鬼门内的声音 越来越刺耳难听 少年脸色不变 抬手拍了张扶在 涌动的怨气上 世界骤然清静下来 魏无羡松下口气 耳朵被近距离的尖叫 刺得险些再次失聪 这下可算安静了 他来的时间正好 鬼门虽开 但口还小 豪赌 不用费大力 不过 眼见门要彻底合上 他想起什么 将原先拿到的材料 顺着口塞里面 而后拍拍手 彻底搞定 阎王另召的是地府的厉鬼 这口也是通向地府的 材料他留着没用 回也费点力 干脆全丢给地府 让里头的人想怎么放吧 至于温若寒手中的半块 不用他管 阎王也会派人收的 毕竟这能打开地府门的东西 阎王可不会让他留在人间 魏无羡轻巧落地 对着兰西尘拱手道 则无君 又看向聂明爵 道 聂宗主 聂明爵还沉浸在刚才那一幕里 受到的打击不可谓不小 下意识开口道 你能够炼化怨气 已经在这么多人 面前出手了 魏无羡也不打算藏着 点头道 是 我修鬼道 聂明爵眼神顿时复杂起来 他瞥了眼罢下 没再说什么 点了点头 将重点放回战场 温若寒完全没想过 他费尽心血才召唤出的鬼门 竟然被一个矛头小子给堵住了 眼看着鬼门越来越浅 一股怒火压在胸腔里 憋得他又可出口血 指着魏无羡道 你小子 他恨得咬牙切齿 血红的眼直直 瞪视着魏无羡 被他平静地回视 魏无羡的毛也是红的 不过比起他颜色浅很多 且眼底是清明的 完全没被怨气所影响 反观温若寒 已经接近走火入魔了 但是奇异的 在和魏无羡的对视中 他渐渐冷静下来 满腔怒火化作不甘 他复杂地看着魏无羡 在出口时 语气已经平缓下来 你是谁 魏无羡不卑不抗道 散修魏英 魏无羡 魏英 魏无羡 温若寒低难着念过 随即勾唇 自嘲道 我竟栽在了一个 毛头小子身上 魏无羡没一条 笑了 他丝毫不怯道 栽在我这 你不算亏 这话说得嚣张 温若寒听着笑出声 目光带上了几分欣赏 你说得对 确实不亏 他回身看向楼台上插着的太阳旗帜 张开双手向后倒去 他所占地地处一座高地 距地上约有数十米的高度 修仙人皮操肉厚 但这个高度直直坠下 不加灵力也活不了 不过死法绝对不太体面 温若寒自傲了一辈子 不愿意死在他人手下 也不愿死后失身受辱 所以在半空中自爆而亡 金丹七修士自爆的威力非常大 没能躲开的温家修士被波及到 顿时伤亡一片 不过因为在空中 所以死的人数不多 更多的只是受了伤 一代枭雄 最后竟以自爆落尾 惹人唏嘘 后续的事就不归魏无限和蓝忘机管了 怨灵静的事了 他暂时也不想回蓝室 所以蓝忘机便和他一起继续四处叶炼 魏无限修外道仪式传开后 百家动起心思 不少人想招揽他 又有人想要找他事 不过他有蓝室护着 还有镊室相保 又有鬼单在 百家找茶没找成不说 还给魏无限惹来大量想要拜他为师的人 魏无限对收徒什么的可没半点兴趣 忙不迭地拉着蓝忘机跑了 一路进去偏僻小弟解决邪碎 只等这股劲过去 偏僻的小山村里月明星夕 空气比人流大的地方好上许多 魏无限和蓝忘机并排坐在山头 晃荡着腿 明亮的眼里倒映着星星 看了一会 他转头看向蓝忘机 星星还在 此时又入了院 有人相伴叶烈的日子实在太好 他能和蓝忘机一起解决邪碎 又能看遍山河月明 实属一件美事 蓝忘机一直看着他 他一转头就和那双浅淡的眼对上 里面是一如既往的温柔 从初见开始 蓝忘机就给了他很多特例 今后还会有更多的特例 魏无限想着想着 笑意便止不住了 他双眼明亮地看着蓝忘机 幻岛 蓝战 蓝忘机应 嗯 魏无限笑 我们以后一直一起叶烈好不好 一直一直在一起的那种 蓝忘机的眼睛揉得像是躺着水 魏无限看着便忍不住逆进去 耳边响起蓝忘机的声音 求知不得 他巴不得魏无限能每时每刻和他在一起 魏无限又笑 整个人都冒着开心气 脸头上不知何时翘起来的一缕发丝 也跟着一摆一摆的 笑够了 他看向蓝忘机 敏敏唇 小声道 那 可以亲一下吗 边说边捏着蓝忘机的抹额 暗示意味浓 蓝忘机短促地笑了声 趁着魏无限 被这难得一见的笑容晃了眼时 叹身吻了过去 柔软的唇相贴 魏无限大脑空白了一瞬 紧接着漫上数不清的甜 他抬起手 还住蓝忘机的脖子 主动把自己送了上去 从此之后 山和月明都将与军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